听三国长知识 你就看他这个书中的每一个人不同的时候的不同表现 可能在你接触三国之前 你想象中曹操就是那个大白脸 要多坏有多坏 其实你一路听起来 人家没有多坏 他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军事家 政治家 很有人情味 在你们心目中之前塑造出来的忠厚长者刘皇叔 可能倒让您觉得这人做人有问题 对不对 你包括吕布 你光知道吕布能打仗 很厉害 很英俊 但你并不知道他糊涂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样 人就是如此 可能之前先入为主 不管是京剧 评书 讲故事 其他的什么艺术形式 给您塑造这个形象影响太深 但是咱们说就得给人掰开揉碎了 所以这个书难也就难在这儿了 包括咱们说已经说到吕布这儿了 吕布已经快over了 快杀青了吕布都 吕布跟陈弓之间 其实这个状态就很难受 替陈弓难受 以身能力 就这个智谋 那个脑子 但是货不能卖于石家 这就没有办法了 我是一个很大的珠宝商的专家 什么叫钻石 红绿宝石我都熟 然后你给我搁的棒子面市场 我也不懂 我也说不明白 我汇的那套 在这儿一说人都催我 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法弄 就咱们现在有时候老说 这三观不合 咱别在一块聊 就这么简单 三观都知道吧 武装官 白云官 眼前吕布先生 这是快领到片酬了 这是尾款 怎么尾款 你得演完了 才能给你最后的钱 他快演完了 这两天 记酒 吕布说了 不能再喝酒 尚文书咱们提到这个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可是他觉得 还行 不能再喝酒了 不管我不喝酒 所有的大将 兵丁 文武官员 谁也不能喝酒 不要喝酒了 我们要好好的 还好好的了吗 那玩 不喝 不喝就不喝 来送死鬼 人叫侯承 给吕布养马的 不光是吕布的马 军营中战马这块 他是那总负责人 他来了 找吕布 有个事跟您说 什么事 昨天晚上出点事 来个人偷咱的马 偷了150匹马 但是把他抓回来了 并且把人都杀了 马都吵回来了 没丢 满营将官说这个事 值得庆祝一下 他们说找我喝酒来 您刚说完不让喝酒 我们也没敢偷着喝酒 但是巧了 我之前还自己酿造了一批酒 我给您送点来 送点来 然后您也尝尝看怎么样 您要喝一杯 我们也喝一杯 咱们庆祝一下这个事 吕布翻脸了 刚说完不让喝酒 你就敢喝酒 这不成 军法从事 上文书咱们就说到这 说来人给侯承拉出去 切了 把脑袋给我剁下来 赶紧赶紧 别耽误着 马上有人就往外来 侯承吓坏了 因为侯承对吕布来说 忠心耿耿 确实对得很好 没想到 哎呀怎么 救命啊 人家往外拉 胡拉超来了几员大将 给蒋青 为首的呢 宋献未絮 这两位将军 蒋青把您别去了 打敌当前用人之计 是他做的不对 他不也没喝吗 只不过是一时糊涂 您饶着他吧 大伙都劝了 吕布说那行 死罪免了 活罪难饶 打他五十备花 五十备花 这人把上衣脱了 光着膀子 哎呀我这一站 备花嘛不能打钱嘛 打后备 拿鞭子打 啪啪打一十字 打这叫备花 不好受 那三鞭子据说就 人就得打烂了 这五十呢还了的 好在营里边行行的 跟猴城也都熟 大伙是连喊待乍户 这连喊待乍户就有偷熟 啪啪啪打着吧 连打在手术 再跺脚 跟着一块将会 这个是制造生威 让吕布在屋里解恨 打得很 这个很重要 包括挨打的 也得跟这配合 哎呀 疼啊 这就达到了长官的高兴了 不白打 但是这个就倒不了50下 也就没这么准确的数字 差不多就完了 你就怕那个捏坏损 打的时候结结实实 一鞭子是一鞭子的 再加上挨打这种再耿一点 再咬着羊 来呀 那能打120鞭子 这50被花打完了 这人就动不了了 后级都烂了 吕布说拉回去 把他搭回去养伤去 这帮人算是回去了 吕布坐在这儿 自己还跟自己生闷气 接下来怎么办 前途未卜 曹锁这边 人家也得开会 其实曹锁也很着急 到这来已经两个月了 接下来怎么办 不好说 牟师们都来了 大伙坐了一块 开会吧 上来这事怎么办 大伙也说话 也互相的看着对方 突然间郭家乐了 不止一次咱们介绍过郭家 郭家郭奉孝 最年轻 但是是曹锁最爱的一个谋士 言听计从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字 说曹锁说不对 这我得想想 从来不要 你说什么是什么 是这么一个主 郭家 郭家乐了 我有一个主意 此计策能顶得上二十万兄兵 曹锁已经很开心 他爱的人说什么他都高兴 哪怕这会儿郭家说了 咱喝酒就撸串去 曹锁弄 高兴 他喜欢他 所以说我有一条计策 我这个计策能顶得上二十万熊兵 刚说完了 旁边坐的这人叫徐玉 也是谋士 徐玉就乐了 哈哈哈哈 奉孝 莫非说你要居一四之水乎 这话得翻译一下 一四之水 一代表的是一河 四是四河 是两条河的名字 一根四 你要掘一四之水 你要挖这两条河的水 拿这个水淹下匹城 那要不说文言省事呢 那废话写 这得出记一篇多 人家一句话就解决了 国家乐了 大伙也都乐了 曹锁很开心 他很器重国家跟徐玉 这俩人是曹锁的左右大脑 你这样说等于是左右大脑想的是一回事 高兴 大伙一研究这茬 因为现在夏匹城孤城一座 吕布带人在里边也出不来 咱们把他团团围住了 如果说这一放了水 水把这城一烟 他们在里边 那没有几天蹦地 说完就完 打吕布那是指日可待 那就行了 安排人挖河去 这个就简单了 对士兵们来说这不叫事 哗哗哗一挖 这天夜里边这水就下来了 呦呦 眨眼之间按原文上说 大概在一个来钟头 就这个城里边的水 就得有一丈多深 这还往里边咕嘟咕嘟的灌呢 有人就报告了吕布了 说坏了 水烟下屁 城里边都是水 吕布点点头 好啊 水是财啊 这不是他说的 这我替他说的 缓解一下这会儿的紧张 着急吗 着急 着急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只能忍着呗 是不是 好在这城里边有的地高 有的地就低一点 看看能怎么样吧 着急 那是热锅上的螃蟹 哗啦哗啦响啊 有人说不是蚂蚁吗 你们家锅里边蒸蚂蚁 都蒸螃蚂 哗啦哗啦哗啦响是那个 绑螃蚂的皮筋掉了 着急 他着急呢 众将比他还着急 但有一个人又急又恨 吼成 哎哟 这顿打打完了回去之后睡不了觉 后背都打烂了 只能啪的睡 哎呀 自己委屈 因为什么呢 他对吕布那是忠心不二 对亲爹也没那么好过 你怎么这么不讲情面 是不是 哎 现如今呢 我这边 我太委屈 窝囊得好 在屋里边难受 再加上背上这伤 正难受呢 家里人进来了 那个有人来看您来了 谁来看我来了 那个宋将军跟魏将军 哦 快请进来 快请进来 哎 功夫不大 进来了 宋献 魏旭 两人进来了 好点没 怎么样 哎 好多了 麻烦您二位 还跑过一趟 来看看你看看恢复怎么样 快坐 您二位快坐 我就 我就先 先不起来 你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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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 啊 怎么样啊 哦 好家伙 嗯 再人两天 人两天 没事没事 我抱歉 我就是啊 其实我坐着的话也行 腿底也没事 我走道也行 就是后背不舒服 我就这么趴着点 不动还行 起来之后难受 快坐两位 那个 你来沏茶喝茶喝茶 哎 别客气 别客气 坐着了 说点闲话 说完了闲话之后呢 仨人就没话了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心事 他不是说正经三个闲人 咱们出去纯游去吧 上这烤串 喝啤酒 聊闲天 他那个好办 他这个关键是心里边都有心事 咱们是被人困在城里边的 现如今水还进来了 生死未卜 我虽说看看你这是客气 但是大部分心思还在那个上 所以呢 半天仨人没说话 老不说话也不是啊 就愣找的话题聊天吧 就这个东西聊来聊去 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聊到吕布这 从治理这个军队 到他现在一天到晚的跟这俩媳妇喝酒 到陈先生出了这么多主意他不听 替陈先生委屈 慢慢慢慢的就每个人把自己的不满意都表达出来了 就这个玩意就怕勾这头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演员在台上一定不能让观众走实 有一个走实的就都走实 有一个搭茬的全搭茬 为什么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在台上那么表现自主 他得是个心理学家 你闹清楚了 谁要闹 赶紧把他摁一下 你不把他摁一下 这边都跟着起来了 今天这状态也是如此 只要一开口说到吕布不好 并且对方都同意 还帮着我说那咱就来了 这一说起来那就完了 破骨乱人锤 你也说 我也说 我也说 你也说 说了最后 因为确实现在咱们的性命就在眼前 说完就完 这里边最委屈的就是这侯承 侯承三句话不离开这匹马 我伺候他这匹马比伺候我爹还伺候的厉害 我对着多好 这马怎么那么着 我夜里不睡觉 我给他加料 我说我那也回来 我给他刷 我那些日子在棚里边跟着马一块那睡觉 怎样怎样 越说越委屈 心理委屈 后背再加上疼 这就完了 到这会儿这个人就摁不下去了 仨人越说心气越往一块走 到最后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咱怎么办 对 开始是说闲话 说完闲话之后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太平年间城没有被包着 城里没有水 可能说说户下劝你 行别闹了 让人听见回来惹祸 我该上班去了 你好好养伤也就完了 现在不一样 咱们都是要死的人了 所以吕不吃亏也就吃在这了 你让手下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逃脱的生路 那人家就没有办法再跟着你了 仨人你看我 看你凑的一块 怎么办 你说 你先说 我别说 让他说 凭什么我说 你趴这呢 趴这什么事呢 不是 这屋里也没外人 咱仨人 咱这么说 事到如今 咱还有必要保着他吗 我觉得 咱不如放开手搏一搏 好 咱们说好了 咱仨说的话就咱仨知道 放心 你看这点很好 因为仨人一块说着造反的话 在互相之间有一牵扯 这边有一个犹豫的都不能跟他说 我们准备造反一个 先问别的面说 那他马上就跑出报告去 那怎么干这活呢 侯承说了 我了解他 他老说自个身上有这个宝那个宝的 最要紧的就是方天化己 手中的兵刃 胯下的赤兔马 这匹马是他的命 冷兵器时期 这个马对大将来说太重要 要没有这个马 你天大能力损去一半 吕布奇这匹马在这两军阵前 那个谁都处 你想他端着方天化己 底下换一三轮车 这就差点了 是不是 你琢磨那状态 侯承说要起不然是这样 你妈为了配合我 我把他这匹马我给他偷走 没有这匹马 他就没有这么厉害了 这哥俩说可以啊 这我相信别人倒马也倒不了 不熟啊 赤兔马是你养着的 这没问题 可有一样 你倒完了 你弄哪去 给这马炖了 是吧 咱们做腊肠把它晒起来 是怎么着的 还是咱卖了火锅 不是 你看活鱼干嘛 摔死卖 这个马如果我倒出来之后 我把它送礼 送谁啊 我送给曹操 你看 这就是把人挤着的实在没辙了 要怎么解恨咱就怎么解恨 好 我给曹操送去 第一是表达咱们的诚心 第二来说呢 不就留咱们一条命吗 我到马没问题 完事我得出城 出城那儿得帮我 宋献魏逊说这不要紧的 咱们定一点 你说哪天 差不多了呢 我们到东门那儿 他们负责东门 我把东门打开了 你弄着马就走你了 你见曹操去 然后你跟曹操说 咱们里应外合 见机而坐 如果我们在城里要是得手的话 城楼之上我们晃动白旗 你跟曹操说 让他接应我们 兴累就是他了 急不如快 最晚明天 明天不再倒着马就坏了 马就淹死了 怎么呢 城里水太深了 我赶紧把马倒走 行嘞 咱三说好了 谁也不许走漏风生 谁走漏风生 天打无雷晃 那放心 咱这个脑子是记得一块的 咱们就是一根绳上拴的俩 仨骂着吧 俩有他 行 别起那个事了 赶紧干正事吧 这说完了 分头准备 猴城好在哪呢 腿没事 他挨打是打到后背 一晃两三天下来也扣了嘎吱了 也基本就成了 又都贴的药布都包好了 他偷马骑马都没事 转过天来 吃完了晚饭 规则差不多了 又打家里边收拾的紧衬利落 刀饰好了 需要带的证件身份证驾照都拿起来 反正不回来了呗 揣好了贴身弄得了 都打这出来奔这马卷 他这有很多的兵丁 手底的君族 指挥大伙 别干活啊 注意点小心 草往后放放别着了 该加料的加料 该添水的添水 大伙都听他 你看吕布打的 但他在这个岗位上人家是老大 谁都听他的 好了好了 你们几个麻烦走吧 去吧 今天我自己跟这盯着点 三天没来 赤兔马都打蔫了 我今儿得盯着他 是 您多辛苦 这有什么辛苦 这是职责所在 您这三天没来您干嘛了 跟家养上 你给我滚 用你 走 把人都轰走了 他有这个权利 跟着先给赤兔马刷刷弄弄弄 弄干净了 拿草料 黑豆 黑豆是增加营养的 弄点东西都办好了 让他吃 为什么 待会他得骑着走 都弄好了 在耳朵边跟赤兔马说 老马 一会咱们换个地新鲜新鲜 你在这工作结束了 一会你听我话 我让你怎么着 你就怎么着 耳听得悄露至上 打罢了一更天 喉承前前后后又转悠转悠 把一切都安顿妥当了 因为这会儿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前后都看好了 觉得没问题了 又稍微等了会儿 估摸着快到二更天了 又打草头上 就把赤兔马牵起来 紧了紧杜袋 把安颤备好了 被安颤 因为不打仗的时候 这马跟这儿是铲马 铲马就是光着的 那马什么样叫什么样 您听隋唐的时候 浴果园浴池公救驾 赤身铲马 赤身是浴池公在河里洗澡没穿衣上 铲马是马安乱都摘起来了 给马得刷得洗 那叫铲马 你铲着马你没法骑 咱们都有过经验 旅游景区骑马去 马背上他给你搭块褥子搭个破背或者 坐在上面都难受 你要是没有这褥子更难受 马背上那个骨头得来回动 咱起不了 所以说必须要有安和颤 颤就是一块泥子 有的是牛皮 就贴着马背 这么放下来 说书的老说飞虎颤 飞虎颤是指的上面花纹 是画的或者绣的是一只飞虎 叫飞虎颤 你画一个蛤蟆 蛤蟆颤 山药颤 甭管什么颤 前面这俩字是装饰 按照颤上的花纹来说的 冰棍颤玉米颤就是这一次 颤弄好了是保护马 颤上面再搁着鞍 这搁着一块叫鞍颤 咱老说鞍颤先名指的是这个 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 喉称飞身上马 咱走 对他来说骑马 那个他不次于吕布 他仰马的 以后打这出来 敢奔东门 没人拦着 因为是经常的事情 他平时没事 喂完了马 遛一遛 他也骑着马 城里跑一圈 有时候那会儿还不打仗了 城外边跑一圈 所以大家都很觉得正常的事情 以后打这出来 就直接奔东门 来到东门这儿 宋县卫序都等着 哥俩心说他可别变卦 他变卦了 我们赶紧去得杀了他 他一变卦了就把我们卖了 来了 赶紧吩咐人开城 因为这边地势高 这边城门水不多 这一开开门之后 喉称者快起码蹭就出去了 这紧跟着门就关上了 城里的兵丁也纳闷 这是什么操作 怎么就开开门出奇人 但是将军让自己这么干的也不能问 没实这茬 喉称骑马出去了 问哪 问曹营 直接就来了 曹营这边是没想到 这就黑灯下火的 这是谁 骑着马就来了 站住 弓箭就举起来 别别别别 自己人 自己人 自己人从对过跑出来的 但是话说着就到跟前了 坐在这 自己人 几位将军 跟曹丞相回名一声 就说我叫喉成 我道德旅步的宝马前来献祥 好 好 你等着 你看着别跑了 别跑了 您放心 我好容易来了 不回去了 有人进去了 曹营刚躺下 有人进来了 丞相 什么事 有紧急的军情 稍等一下 赶紧起来穿衣裳 有人伺候着 坐在这 配着自己的袍子 什么事 夜半惊深 是跟您说 有人前来献祥 前来献祥 多数人 一个人 一个人想不想吃什么劲 这可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 谁 这人 这人姓马 他叫马成 他来送吕布的赤兔猴 上文书咱们说的 忘了 我也忘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再聊了 对皮优库了 有个叫马成的 到了个赤兔猴 这也不愿人家报事的 没记住 说反了 赤兔马猴成 他来个马成赤兔猴 他这一说 来人了 这人叫马成 偷了吕布的赤兔猴 给您送来了 曹子一愣 曹子说 这个我没猜着 您再说一个 他以为是偷了吕布的宠物给我送来了 我要我个猴干嘛 不是不是 我说错了 人家猴成 偷了吕布的赤兔马 曹子高兴 这就成功一般了 伟大将者没有胯下马 如同损去了双足 太棒了 好 带他进来 是 功势不大 有打外边 把这猴成叫进来了 进来之后撩一声跪刀 小人猴成参见曹丞相 哈哈哈哈 起来起来起来 曹子这样好 跟谁都客气 列位您记住了 他为什么成事 他跟这有关系 他哪怕之后他会找人杀了你 也让你这会过得去 他不像有的人 他非得皮上拉嘴 这个没有办法 人跟人想的不一样 你看在吕布那儿 吕布一天到晚的 不给人好脸子 人家给你打工心情也不舒畅 曹子这点特别好 快起来起来 哈哈哈哈 坐坐坐坐 他给一坐 喉成 喉成 差点没说错了 喉成 哈哈哈哈 是 喉成很感动 为什么呢 在吕布那儿 没受过这个 当时心里暖呼呼的 你看我这么些年来 我从小 我打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像上 八九年开始唱戏 就我这半辈子所接触下来 我见到我们这个行业内部 不管是说书的 说像是唱戏的 就是熬到顶峰的老艺术家 最大特点就是让你过得去 一个八十来岁唱戏的老头 多里多孙的 兄弟 你挺好的 其实我得管他叫爷爷 他这个态度 哎呦 这你最起码你热乎 就怕这个还没红 刚有点粉不筋的 往橘黄色过度的那个 老子怎么不认识我 为什么不崇拜我 这就是一个过程 熬到那个份上就好办了 聊聊吧怎么回事啊 哟 侯承很感动啊 就把我之前这两回书说了一遍 当然他没有跟曹子说来一个来一个 因为书不赘言 我不能来回叨叨这个 你查馆可以 在时间多默分会又说一遍 这个没有必要 反正把事说完了 现如今 我已经把他的赤兔马倒来了 就在外边 另外 宋将军 魏将军 我们都说好了 宋县魏旭 以为内应 他们会见机而坐 什么时候城里边白旗一晃 就说明他们得手了 到时候请曹丞相 请您发兵 拿下了夏匹城 指日可待 辛苦啊辛苦啊 曹子站起来走到跟前 拍拍侯承的肩膀 这两下 各位 不要小看 心里边一股子暖流啊 这是什么身份 人家拿我不当外人 对曹子来说 这有什么损失 对不对 所以好多有身份的人欠缺就在这儿了 这个没有本钱啊 挺好的 兄弟 这不就得了吗 他感激你一辈子 关键时刻他才能用得上 看看马吧 好嘞 这出来了 你看在门口拴着了 吕布的马不用说天下文明啊 吕布老说我有三宝 画下马长中方天己 头上这树发金棍 现在已经一宝出来了 他现在叫吕二宝 可不就是吗 好好好 有名天子 必有封商 其实封他官啊 给他什么奖励 哪用得了 跟皇上说啊 连曹操都用不了 就是跟你客气客气 让你高兴 这都安顿好了 接下来就等着城里边了 城里边吕布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呢 但这边也瞒不住啊 坐在屋里边跟自个儿生闷气 前些日子呢 就是喝酒看演出 喝酒是自己跟着滋滋滋滋滋喝着高兴 演出呢是貂蝉给他唱歌跳舞 这两天呢 把这个文艺演出啊算是给掐了 因为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酒呢也不好意思喝 自个儿坐在屋生闷气更坏 更坏 你要是这个生气的人分几种 有一种就是那个心窄 心窄的人不能生气 心本来就窄 事看不透 再生气 郁闷在心里边 天下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 那个容易要人命 吕布跟他不一样 吕布是心宽 他其实是缺心眼 缺心眼的人生闷气就更坏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因为什么生气 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我为什么不开心 跟自个儿较劲 这样生气呢 来了报喜的来了 给您说一声 恭喜将军赫喜将军 喜从何来 恭喜您喜提新马一匹 我没明白 怎么还喜提新马一匹 我有那个救了 给您换一匹 我那个救到哪去了 跑了 不能 把侯承叫来 你们得问侯承的伤是如何 能来吗 能来 他伤早好了 他不管能来 他还能跑 他不管能跑 还能跑出去 他不光跑出去 还能跑出去 不回来 这怎么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吞吞吐吐的 说实话 好那得了 您要问谜底 我就告诉你们 侯承把您的马兜着跑了 真急了 站起来 什么 您别太兴奋 侯承可能让您打糊涂了 打傻了 打傻了之后 然后骑着您的马跑出城去了 什么话 这是 你瞎说 不是我瞎说 是真的 完了 吕布亲自跑了 养马在这看去了 果然 除了自己这匹都在 大伙看着他 这怎么办 没人敢招着他 他自个儿一咬牙回来 坐在屋里 气得都不行了 侯承我对他不错 我本来要杀他 我都没杀他 打了五十倍花 这是救命之恩 你看他这么想 我本来要杀你 结果没死了 我打了你五十 这就是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你怎么就不感恩戴德 所以冲他这个智力 他最后死也是应该的 他没活明白他这个人 这和怎么办 这是个外婆就说了 哎 兵丁们进来了 将军您得抓紧了 因为这个曹营又开始攻城了 好 来呀 太过我的方天化戟 备好了 随便一匹马 说惯了呀 吃竹马 随便来一匹吧 咱们城头关堤料阵 骑着马 上了这个马之后 怎么都难受 怎么都别扭 你说这个您自行车丢了 给你换一辆 你是不是别扭 对不对 你骑惯了原来那辆叮光烂响的了 给你换一新的 他难受 凭什么难受 简断接说 骑着马上了下体城头 来到城上边翻身下马 有人接过去把脊放在边上 扶着夺口往下观瞧 吕布心里边就觉得可难受 把抓柔长一般 就外地冰死冰山 降似降海 哎呦 瞧人家 都望不见边 心说这帮人要进了城 我们就活不了 我们出去之后给人家垫马蹄子都不够 哎呀 生死在此 一战 陈公也来了 陈公在旁边看着 看看他 看看丞相 陈公才一句都不说 怎么呢 没有什么刻说的了 自从我认识你 我给你出那个主意 我自认为哪条都好 你要听我的 你有一万个选择 你也不至于最后落的这个结果 看看他那样 陈公才也挺难受的 面如死灰 吕布的状态 人哪有的时候你看精神面貌 就能看得出来这人最近可能是不好 从脸色 气色 表情 眼神 你看那样 你就得知道 哎呦这准发财了 红光满面 精神状态都好 它不一样 由内而外的 一瞧这个就够瞧的 为什么老先生那会说 说没事啊 多剃剃头刮过脸 干干干干干干的 这个剃剃头刮过脸 有点倒霉也不显 说就这个 精神状态在这了 人就是一倒霉 就没有心思在捣吃了 就那样吧 人整个随活下来了 这时候看吕布就是 面如死灰 一点精神都没有 陈公心说完了 早一天晚一天 当天也就过去了 从转过天清晨以来 曹曹吩咐一声 来呀 功成 好家伙 人家这功成 不是打你一个城门 你是当家那个馅儿 人家是包子皮 四下里打 你也不能出去 现如今就是高顺张辽 两员大将 你还有这个送宪卫序 人家跟你不是一个心的 那俩人憋着随时开门 和阴光临的 不一样 吕布打开门 还出去了 跟曹将还大战了一起 打了大半天的光景 自己觉得不行 喘不上气 伯马又回来了 这赶紧一通射箭 掩护他进来收吊桥 关门 就直接的上这城楼上面来了 把这方天化己扔到这 这有一凳子 吕布往上一坐 这人就傻了 为什么呢 濒死赶 这个心的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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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不下来了 关键还有一点 头天晚上几乎就没怎么睡觉 是躺下了 睡不着 这个比坐一宿还难受 翻过来 掉过去 可能迷迷糊糊 十分钟又醒了 醒了又别扭 又坐下来 坐又躺下 这一宿觉 还不如出去干点什么去了 这一宿没得休息 早上起来又打了一上午 清晨出去了 这一上午打完回来 吃不下饭去 这么大体力消耗 你再不吃饭 就更坏了 坐在这儿歇会儿 坐在这儿就瞧着城外部 一看心里也堵得哼 心里说完了 这可怎么办 就把眼闭上 闭上眼说养养神吧 这会儿的功夫睡着了 因为过度疲劳 太累了 这会儿竟然睡着了 他坐在椅子这儿 就守在这儿 就这么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两旁边有冰钉 站着 别吵着睡 好家伙 这呼噜起来了 怎么呢 坐着睡 他不得劲 他窝得横 就这呼噜 大呼噜 一会儿的功夫 又打这两边上来俩人 一叫宋献 一叫魏絮 俩上来了 看看他 这回头 看看这些兵兵们 下去下去 是 这很正常 将军来了吗 睡觉你别吵 下去走 都走了 就剩他俩人在这儿 整个的城楼上面 正当中有个椅子 吕布坐在这儿 打呼噜 这俩人在这两边 看看周围没事 宋献一伸手 又打怀里边掏出一捆绳子来 他这绳子不是普通的麻绳 露筋的绳子 为什么要这个呢 结实 捆上之后一叫劲往肉里边刹 你弄别的容易蹭开 你比如说你拿麻绳子要捆人的话 你弄个碗茬 弄个什么蹭来蹭去 找一墙角还能蹭开 这露筋也蹭不开 而且上上水之后就锦上发锦 这么玩 露筋的绳子 俩人转到吕布后头去 把这头递给这边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拿这绳子 往前动 按说 俩人绑一个人根本就不叫事 但是这是吕布 第一是能力真大 他这会醒了这俩人就完了 第二他说 紧张 你终归这是偷偷摸摸的干坏事 怕人发现 要拿这绳子往前兜 突然间送线 一蹭就把这绳头蹭回来了 魏絮都抓到手里边 谁说怎么变卦了 不是 这时候拿这绳子 这不是甩甩头来的吗 送线蹲下 顺着凳子底下 把这头扔过去 老魏就明白了 在这边接 要干嘛 要把吕布连人在凳子绑在一块 这主意挺好 弄过去 这绳子在底下了 你看不 我看你 来 走 往上一冲 就没等吕布明白过来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连着几下 就把人绑在凳子上 吕布这会儿醒了 要明白没明白 这一抬腿 啪啪啪啪啪 就被吕布踢在那 这不坐在椅子上 这人就这么摘位下去了 人摘位下去倒不了 因为后边有凳子 这绳子再回来 连人在凳子后边又绑了几圈 这犯踏实了 绑完就这正 正不动 这两个贼子 没有用了 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俩人擦擦汗 吓死我了 从怀里掏出一面白棋来 拿杆调好了 回头看看旅行 站在城上 啪啪啪 就这么一晃 底下等着了 侯承也在底 白棋晃了 赶紧跟丞相说得手了 赶紧 曹子很开心 太好了 给他们说一声 何以为凭 对 你说你们得手了 何以为凭 这底就喊何以为凭 大善门日 方天化己扔下来了 何以为凭 这个就是凭政 哎呀 丞相 这是吕布的方天化己 这是吕布的 吕布的 他们得手了 曹子高兴 太好了 丞相 好疼 为什么 扎我脚上了 翘城 进锅是高兴了 下来一大脚上了 这个都不重要 吩咐他们开城 开城吧 老魏老宋吩咐一声打开城门 曹军就进去了 第一件事要求先退水 不退水咱们也进不去 城门打开之后 四边城门打开了 紧跟着先退水 那就快了 水退完之后 消息来了 陈宫被捕 在哪呢 在南门那要走没走了 让大将徐黄给抓住 还有高顺张辽 在西门被抓住了 他们在西门抓的时候 是因为西门最后开 他俩跑到那儿 那儿有水 俩没走了 所以曹冰来了 给他们抓住 紧跟着有人 又到城楼上去 接收吕布 接吕布的时候 就把人捆好了 把凳子里撤下来 不能再连人带凳子去见人家 这么些人捆他就不叫事了 都绑好了 曹操很开心 此战告捷 来呀 旁边有人在这儿伺候着呢 来 宣德宫何在 宣德宫 刘备 刘备赶紧过来了 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你我一同登城 登城是哪儿呢 就是 咱们老说有一白门楼 就是指着夏匹城 这个西城门这儿 他因为他那个建筑物 整个是一白色的城楼 所以都管了叫白门楼 咱们京剧有这处 就叫白门楼 选德宫请 哎呀 你请 这后边跟着 大伙屡屡屡屡都上来了 来到城门上头 到城楼这儿 有人给曹操摆好了 正当中一坐 这些个文武大臣谋士 两旁边围着 这给刘备一个座 这是很大的尊重 刘备就坐在曹操旁边这儿 底下有人先把吕布推上来 走走走走走 吕布一边走 一边就正位 哎呀 原文上说 他们大伙聊 就捆着这个 这个 富太极 起缓缓 这不是口语话 这肯定是作者的话 就翻译出来 就是吕布说 绑我绑着太狠了 你们给我松一点 富太极 捆我捆的是不保重 起缓一缓 求你们了 稍微给我松开点 是这个意思 往上来 曹操说了 富虎焉得不及 绑老虎 能松了吗 对不对 一说这话 吕布也没话了 把吕布压上来 搁在旁边这儿 游打底下 有人就先把这高顺压上来 高顺是吕布手下的大将 往这一站 利而不跪 曹操看看他 叫什么名字 高顺没话 不说话 旁边人说了 他叫高顺 是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讲吗 高顺是个英雄 一语不发 曹操点点头 好汉子 推下去 你也不说话 你这个态度 就是打算跟我作对 我留你干嘛 斩 高顺微微一笑 转身就走 这个不容易 走上干嘛 下楼 这不上了城楼了吗 一说斩得下去 城楼底下上那儿杀去 人家没含糊 转身就走 往楼下去 曹操点点头 按条大事 心说这是个英雄 不容易 这儿下去了 尤打底下 登登登登登登登 徐晃上来了 陈公布 拿到 好 好好好 快请来 你看这个词 快请来 曹操爱惜贤财 谁夺得能得心有数 快请来 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底下 陈公上来 陈公现在心如止水 什么都不用想 他的事是跟曹操站一对脸 没有表情 就看着曹操 因为这个心情太复杂了 看着曹操 曹操站起来了 曹操这个状态 两军对垒 我现在是获胜家 我是应该高高在上的 审问你们怎样 但是曹操没有 站起来了 满面寒春 公台兄 别来 无恙风 好朋友之间才这么问 哥们 我可看见你了 你挺好的 这叫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风 满面春风 陈公台看了看他 哼了一声 就这一个哼 这是极大的侮辱 这么些人看着 这是什么身份的人 曹操不恼 公台兄 公台兄 我盼你一如汉苗 盼春雨 来来来 我有话对你 演讲 好 书接上文 我也不用问你们 因为你们忘了 我没问你们 我管你忘不忘 这书已经说到白门楼了 其实到这儿 听吕布难受 但是没有办法 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 听完他整个过往 回去您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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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势 其实有些东西对人来说还是有帮助 说书 不敢说高台教化 但是劝人向善 教人学好 从书中可能您能悟出点什么道理来 没什么好多做生意人愿研究三国 看完三国在做生意时候 你会有用处 当然 看您学的是谁 你看完三国 你学的是赤兔马 那就落一个好体格了 跑去吧 讲理 对不对 曹操吩咐把陈公带上来 曹操很爱陈公 你想当年他刺董卓的时候 往外一跑 跑到中包县 人家陈公是当地的县官 听了之后 他自个儿的雄伟壮志 我不是为了刺董卓 我曹操光明磊落 我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我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 拿这个打动陈公 陈公说 我让放了你怎么办 曹操说放了我河北班兵 我要如何 让百姓们幸福 把奸臣除境 他立了这么一个伏来个 所以人家陈公 把自己的官抛弃了 已经坐到周眸县的县太爷了 那正经是有前途的体制内的公务员的 这件事 挨着首都的地方官 人不干了 跟他一块逃跑 后来出了这么些个事 所以他们俩之间就这种情分 剪不断理患乱 互相较劲 互相纠结 他每个人坐的位置不一样 每个人的三观又都不一样 所以注定这两个人这一辈子走不到一块 但是这一见面 曹操还是觉得发自肺腑的那么亲 龚台兄别来无恙 这是带着感情的 这可不是说见侯城那个拍不见面 兄弟辛苦了 那可不是 那是腰买人心 这个是发自肺腑的哥们 我可看见你了 你挺好的 还有这么一句问候 龚台兄别来无恙 说了这么句话 陈龚台哼了一声 看了看曹操 其实心中也是百感交集 咬着牙说 乳心术不正 乌才其容 就是我呀 就觉得你这人品有问题 你心术不正 所以呀 我那会儿才离开你 抛弃了你 不跟你在一起工作 得说这个 曹操乐了 龚台兄 无心术不正 君和独氏吕不 其实这话挺野人的 你说我不怎么的 是吧 你给他打工 那边还不计我呢 就这么简单 你说我心术不正 那你干嘛给他干活呢 独氏吕不 对吧 为什么呢 就是你就看三国 你别一看是过 别跟看西游记似的 孙悟空逃着棍子来 一动腰就打死了 然后如何如何 那一说一乐 哼小孩开心 你看三国 你看他字里行间 你透过他这张纸 看他背后 就研究人物 此时此刻 他为什么没公子挑了一下 说完这话 他为什么斜眼看了一下张三 他都是有目的的 你得这么样才能看三国 品三国 研究三国背后的东西 曹子说了这么句话 陈公呢 也是微微笑 这个身份的人 就不能跟这又哭哭嚎 坐地撒泼打滚 那就没意思了 陈公微微笑 也料到曹子有这么一问 眼睁吕不跟这捆着呢 捆着吕不那状态 随时等着投降 陈公的心里也不是资本 人家问了 我不行 你干嘛 给他干活呢 叹了口气 吕不 虽有勇无谋 但不似你 阴险狡诈 陈公回了这么句话 你干嘛跟他 他是缺心眼 但没有你坏 没有你坚诈 这谁跟谁 这话不能掉地下 有来言就得有去语 这说完那句话没介绍 这个你就输了 就在这儿了 不能掉地下 他有勇无谋 但不是你狡诈阴险 曹曹乐乐 安曹梦德出世以来 曹天行道 何来奸诈二字 他其实很怕听人说的这一点 为什么呢 他现在歇天子已令诸侯 他以王朝正统自居 我代表着朝廷 皇上跟我是一波 当然真实现象 大家知道 歇天子已令诸侯吗 皇上在我手里攥着 我告诉皇上乐 皇上就乐了 告诉皇上哭 皇上就哭了 但是意思不一样 皇上是我的傀儡 我代表王朝正宗 就怕人说的奸诈 就怕人说的是反叛 不爱听 得问问我怎么把奸诈了 陈公叹了口气 孟德 孟德 这两句孟德喊得很有感情 把话又拉回来了 不管怎么说 我死不死不重要 咱们是哥们 既然说到这儿了 你听我说两句 是这意思 孟德 孟德 按陈公出世以来 行不做奸诈之事 口不论他人是非 你言道你 替天行道何间之有 你可细得想当初 董卓作乱 祸乱朝廷 那时节 你跟王司徒定下了 献剑诸卓之计 那董卓一剑这口宝剑 长不过一尺 宽不过二寸 有刀无鞘 问你怎样的收藏 是你言道 虽然此剑长不过一尺 短不过二寸 有刀无鞘 今儿献刀明日赠俏 也未可知 董卓仰天长孝 赠了你一记两马 你得了这匹马之后 如同是 鲤鱼入水 蒙虎归山 到后来 鲤鱼看破了 你行刺的心肠 这才话影徒刑 天下捉拿于你 那时节 安陈公台 在忠谋县 身为县令 南门以外 柳林之下 拿火于你大堂之上 审了又问 问了又审 才知道 你也有这浮汗的心肠 是我 寡官封印 随你河北搬兵 前行路远 投诉在吕家的庄上 那时节 你疑心太大 守着宝剑 大门以礼 二门以外 将吕家大小 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出的门来 又遇见吕伯舍 故久而回 是你一剑将他赐死 在家中杀他一家老小 是你乌尔杀之 出的庄来杀人 是你故而杀之 乌尔杀之 是你不仁 乌尔杀之 是你不义 那时间 你对我言道 你说宁叫天下人妇 你不叫你妇天下人 夜晚投诉 在东庄小店 我手持宝剑 就要劫过你的性命 是你睡梦之中 说出这么两句话 你说的是 难报恩的君王 难见面的爹娘 这两句话 打动于我 饶你一条性命 事到如今博门楼上 我恨只恨 夏匹城下一只凋零 没要了你这性命 叫我毁制 晚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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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工才 噔噔噔噔噔噔 背了一个罐 好 好 说完了 草腿鼓掌 好 好 好 来不了一个了 来一个得了 把话说完了 整个白门楼上 没人说话了 怎么呢 人家这个话都说到家了 还能说什么呀 曹操愣了一下 哦 公才兄 这之后家中老母妻儿 又当如何呀 把这话茬避开了 说我肩不肩 怎样 那也不重要了 你现在你这么耿直 咔嚓一刀 死都不能再死了 然后你家里你妈 媳妇孩子们 怎么办呢 得问问这个呀 公才乐了 任凭于你 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不是每个人到这会儿 都能说这话 任凭于你 你看着办 只求一死 说完一转身 就往这白门楼下边走 往哪去呢 往刑场上走 他不能走到底下 打一车就跑了 走是走不了 转身下楼 往楼下就走 早早站起来了 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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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声供台出口 曹操眼圈都红了 原文上说他 弃而送之 您翻了三国 说曹操弃而送之 留着眼泪往下追 送这个人 一边走 一边 曹操还说 公台 你回头看我一眼 我就不杀你了 列位 咱不管曹操其他的事情 就在这件事情上 曹操是这份的 人质易尽 还让人家怎么着 你们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闹也闹了 对吧 而且两军对垒 你现在是街下丘 人家说了 你就回头看我一眼 这事就拉倒了 你就不用死了 我认为曹蒙德做的 已经挑不出毛病来了 这是真正的 拿哥们当朋友 拿朋友当交警 就这状态 撂着跑到往外追 公台 公台 陈公就都没回过头看 怎么呢 万一回头 曹操说了 好 回头了 不杀了 不落 必须我得死 陈公在前面抖 曹操在后边 撂着这衣裳 一边追 一边跟着下楼梯 同时还吩咐两边 来人 好好的照应 公台兄的妻子老母 替我搬到许都 好好的照应 为令者斩 第一 知道陈公活不了了 他求死 这你拦不住 第二 死之前 我得把心里话说 你放心 你妈 我养着 你媳妇 我找人侧候着 而且告诉两边 谁不听话 一定会杀他们 让你死的踏实 陈公听见了吗 听见了 也没回头 面带微笑 点了点头 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再说别人 没有意义 一直往下走 走到白门楼下 那是杀人的地方 来了底下 咔嚓一刀 陈公死了 曹操站在这 眼泪哗哗的 吩咐人准备官果 准备官果 这就不一样了 官是官 果是果呀 官是装死尸的 果是装棺材的 陪葬品都搁到果里头 你打个小好家伙 里边什么扇子醒目了 你把子 死一说书了 这是我尊敬你 我要把你的丧事办好 并且把陈公的死尸 运回许都安葬 许都是当时的所谓的国都 皇上都在那 那是最好的地 把他运到那安葬 大伙又劝 曹操这才擦擦眼泪 往白门楼上走 曹操下楼的功夫 吕布在上面已经等不了了 因为什么 白门楼上还有侯承 宋献 魏旭都在这了 他恨他们 我待儿等不薄 何人心背叛 我对你们那么吼 你们凭什么造反 是这意思 这几个人也没人再跟他客气了 听妻妾言 不听将计 何来不薄 就是我们说那些专业性的建议 你没听过 你一天到晚听你媳妇话 还对我们不薄 把吼称打成那样 你告诉我你好在哪了 你不听你有道理 嗯 行 可不有道理呗 让人家给问的一愣一愣的 这才一回头 这儿坐着刘备 你要说刘备啊 这是个人物 你为什么三国里面最后他占取一国呢 他这个人有两下子 刚才这一切 杀这个 砍那个 劝成功 他就跟这坐着 老是面带微笑 就这么看着 吕布看看刘备 功为座上客 不为皆下秋 您现在大马金道耀武扬威 坐在上面挨着草草 一会儿你们喝啤酒撸串 你们庆祝 我现在捆着跟个粽子似的 对吧 功为座上客 不为皆下秋 何不发一言以宽之 什么意思 您给求求请 说两句好话 别让曹操杀我们 是这意思 何不发一言而宽之 满脸期待 看着刘备 刘备点点头 看吧 原文上没这么说 我是揣测了一下 刘备的心态 我不止一次在台上提到过 看吧这两个字 男孩追女孩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可以吗 看吧 是行是不行 看吧 我这出事了 我病人躺着 需两千块钱治病 借我两千块钱 看吧 是借是不借 对不对 看吧 这俩字特别值得咀嚼 看吧 这说着呢 曹操回来了 再回来 曹操跟刚才不一样了 第一 见陈公的时候 那个状态 老婆相逢 这是一种心情 陈公死了之后 心里边纠结难受 这又是一个状态 这又是一个状态 赶等再回来 再看见吕布 跟刚才都不一样了 很正经的办公脸 坐在这儿 看看吕布 吕布满脸对欢 乐得跟要咬人似的 哎呀 您呐 所睿者不闻 说你其实触头的不就是我吗 你害怕不害怕我吗 现在呢 你看我这个造型你还满意吧 已经把我捆上了 我服了 打天下你离不开我 以后咱们这样 你给我松开 松开之后呢 凡事你做主 我呢 辅助你 我在你手里听话 天下唾手可得 唾手 伸出手来 吐唾沫 这多简单 当然不干净 就形容吧 拿天下就简单了 所以说您放着我吧 从他的角度出发 他认为这个不叫事 一定会成功的 可不可以 曹操微微笑 回头看看刘备 宣德功以为然佛 你看他这状态 饶他不饶他 这个地方是曹操的奸诈 曹操来的时候 连吕布买哪都想好了 这两天没事 给吕布的道词都写好了 我问你 为什么问你 就问你 跟我是不是一条心 这是曹操奸诈的地方 宣德功以为然佛 刘备是干嘛的 房屋一间 地屋一拢 家里就趁着点草鞋 后来三国有他一国 你不服 对不对 他不像孙权 也不像曹操 这俩是换门子弟 家里有底 他可没有 大树楼桑知习饭吕 他妈跟家里边 织良心 打草鞋 他挑挑出去卖去 到时候三国有他一国 那是一般人 对不对 看看曹操 曹操等着呢 那意思 您给画得到不 是饶是不饶 刘备乐了 可记得 丁建阳 董卓 吃骨 就这一句话 就把吕布送进去了 吕布有一个称号 三姓家奴 一个很有杀伤力的名词 他管谁叫爸爸 谁就离死不远了 三姓家奴 他自己姓吕 头一个干爹姓丁 第二个干爹姓董 后边还憋着任王允当干爹 但是干爹未遂 没成功 没成功 可能王允害怕死了 就躲过去了 俩干爹都死了 他跟谁投降 跟吃蹦斗似的 快急了 所以说您琢磨琢磨 曹子乐了 一边乐一边说 这家伙不好乐 这个刘备 他真贼活 乐了 他一乐 刘备也就乐了 随和尊重的乐 因为这会儿寄人篱下 不能激怒了曹操 不能让他认为我怎样怎样 他也乐 吕布翻脸了 大儿贼 你看这玩意儿 刚才还客气呢 马上翻脸就骂戒 大儿贼 刘备你耳朵大 其实也未必能有多大 说书的人过去 说说刘备你耳朵都搭了到肩板上来了 双手过膝 一人之相 过去都形容这个 有帝王材料的人 这都长得跟不一样 就跟说项羽似的 项羽伸同 一边有俩同志多肾腾 咱一个黑眼珠他俩 四个你这玩意儿 过去人家相信这个 相信这个生有异象 反正过去人是这么说 说这就算是生有异象 刘备大耳朵 但是刘备这个大耳朵被人经常的叫骂 就无论谁恨的都是大耳贼 不好听 吕布翻脸了 大耳贼 你刚才还答应我看吧 看来看去没怎么看出来 打个耳贼 你忘了圆门射击吗 圆门射击 袁树派纪灵来 打刘备 刘备害怕了 吕布出于主意 来你们都来 你在这儿 刘备 纪灵你在这儿 吕布把自己那方天化己 戳到圆门口上了 拿着弓箭 我这一箭出去 只要射中了我的己 纪灵带兵走 不许打刘备 听见了吗 咆哒一箭出去 射中了 纪灵没辙了 回去了 算是把刘备救了 这在历史上叫圆门射己 当天又没这回 那刘备确实够巧的 又得开始奔跑 他一定是 能跑就好事 所以说 吕布对刘备 是有救命之恩 这个不佳 到这会儿 翻联了 打儿子 你忘了冤门射己 刘备也对得起 如果按照正经的舞台设计来说 这场戏 曹操应该是一个红脸的汉子 刘备应该抹一大白脸 很奸诈 就看刚才这个对话 他那个心思 他那个状态 微微一笑 没有可说的 还有说什么 你就死去吧 曹操点了点头 来 将吕布压下去 开刀文斩 两个人上来 愿着往下走 吕布不干 还回头来 再给个机会 那还给什么机会 拉拉扯扯 他不干 一直回着头 咱们前文书讲过力大无穷 这是多少个勇士摁着他 要打上门就推下去 所有人就这么看着 为什么呢 三国第一勇将这是 死在了儿女情长上 打白门楼上面推下来 一直推着底下去 打刀举起来 咔嚓 人头切下来 那么大的一个吕凤仙 死尸倒地 自古将军轮流丧 哪管兴邦与丧邦 瓦罐不离井口破 将军难免 阵头亡 好 好 好 来一个 来一个 吕布都死了 你们还闹啊 有点同情心没有 然后你们应该说看吧 哈哈哈哈 吕布 去世了 三国第一勇将 那么大的英雄 身有三宝 赤铜马 方天己 树发子金棍 这三样全完了 这马呢 落着曹营了 后来给了一个大英雄了 方天己呢 曹子后来铜炉子用了 树发金棍呢 送了当铺去了 这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哎呀 大伙都很感慨 在这个时候 又打白门楼下边 又押上一位将军来 来了往这一站 怒气冲天 他上来的时候 吕布正要死 吕布还跟着闹呢 再给个机会吧 他上来他骂吕布来 打丈夫 死就死也 何惧之有 那意思死就死吧 你叫我什么呀 怕什么怕呀 上来了 谁呢 张辽 张文元 张辽 站在这儿 利而不贵 曹操这么一抬头 怎么呢 有点眼熟 此人面善得狠 说了这么几话 我看他眼熟 没想起来 此人面善得狠 张辽乐了 浮阳城中 怎不相识 浮阳咱们见过呀 之前咱们说过打浮阳的时候 放一把火 差点被曹操烧死 咱们在那儿见过呀 曹操 噢 想起来了 张辽说了 可惜火小 没烧死你 太不给人面子了 曹操站起来一伸手 把宝剑撑出来了 这是人家的主场 那么高的身份 这么多军人都看着呢 你来了丁光五四的 卷我一顿 凭什么呀 你要说成功 我认了 谁来都骂我 这不行啊 对不对啊 把宝剑撑出来了 出来 举剑就砍 我弄死你 这宝剑举起来了 有打证 出来一个人 一聊一声 跪倒在地拿手 一脱曹操这腕子 文远忠义 说张辽 文远忠义 我愿以性命担保 曹操低头一看 关羽关云长 这个交朋友啊 他什么学问 三国里边你看就这么些个武将 这么些个人 涉及这个地儿那么大 但谁跟谁说真正有交情的 没有多少位 战乱年代呀 那玩怎么交往 他不是说国泰民安太平景象 闲着没事 你住这湖村 我住马路对贵 平常咱们出去喝个酒 撸个串 一块打个牌好交朋友 这玩意哪有谱 对不对 你们跟着部队呸奔山西了 你死那了 我又带人奔湖南了 可能这辈子就见不着了 他没法交朋友 但是关羽跟张辽之间 就这份交情很值得称道 往根上说两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都是老乡都是山西人 这是共同点 但是其实并没有在一块说什么 咱们共过事如何如何 不用 只是觉得我欣赏你 你欣赏我 所以之前咱们有一回书 您记得吗 在城头之上 关羽跟张辽俩人对话 就说了那么几句话 张辽撤兵就走了 不打这个门 为什么呢 关羽在这 关羽说了几句话 我听完之后挺好 我觉得我跟他是朋友 人就这么简单 这仨人我们的同学 打四岁在一块 到七十五了 我还互相恨得很 也很正常 但这个不一样 你看这个朋友到这会儿用声 关羽给他讲情 其实没有交情 说以后 关云长关二爷被困在土山 敦土山约三世的时候 张辽来求情来讲 怎么怎么样 那是之后的事情 到这会儿这可是刚开始 这就是那句老话 交朋友得早交 得有铺垫 为什么要交朋友 好多人说交朋友是为了用得上 我交他 他是卖苹果的 我想吃苹果的时候 我就可以找他去交 交朋友得早交 他有一铺垫 现用现交 那来不及 这会儿想吃苹果了 我要跟卖苹果的交朋友 这不现实 官二爷跪下了 我素知文远忠义 愿以性命担包 他说您别杀他了 这人了不起 曹操低头看看关羽 哈哈哈哈 一转身 把剑就扔了 无一知文远忠义 故相惜而 你说他忠义 我也听说了 我早知道他忠义 我是跟他闹着玩的 你就说曹操这个人 为什么他能成事 那是必有原因 性格决定一切 好的性格 再加上你的能力 和你天生的这些个智慧 捆在一块 遇见合适的机会 你才能成大事 我早就知道他 我也喜欢他 我是跟他闹着玩的 宝剑一扔 曹操身上 胚着一件大红袍 这是记者的 一伸手把扣解开了 一转身 大红袍拿到手里 往前来 给张辽胚在身上 伸双手相缠 将军受惊了 一下就收服 你看天下事就这么简单 你就说 把他顿下 打四十板子 打完了顿回来 服不服 不服 再打十个嘴巴 服吗 还不服 来踢他 服吗 他不会服 最后一定是死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从刚才说 我也知道他忠义 文远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你看这乌人不大 你看 俩人说我忠义 我这个名声在外 谁都说我好 我是个好人 我很忠义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大一关雨 为我跪下了 求人别杀 让人感动 情绪就到这了 再看这曹曹 我跟他闹着玩 那么大的曹曹 都跟我闹着玩 对不对 可不就是这 还脱他的外套 给我穿上 还双手服 我没有理由不感动 很感动 曹曹乐乐 将军牛花青江 能给我解开吗 捆着 配这红走朋友不好看 解开之后 张辽正经跪下 参见曹曹 打这起 愿意给曹曹效力 你这是三百个嘴巴 你也收不来的人 怎么打都没用 行了 整个的这就算是 皆大欢喜 接下来 谁有功劳 该怎么升官 怎么给奖励 谁有过错 怎么惩罚 这个咱们就不再细说了 没有意义 把一切都安顿好了 连城里城外 整顿之后 班师还朝 边敲金邓响 其唱凯歌欢 这两句词很老 但是搁在这很贴切 往回走吧 往回走 得先走到徐州 得路过徐州 大队人马往前走 草草骑着马 旁边跟着刘备 后边是众将 这往前一走 兵丁就报了 说前边有百姓在这拦路 要感谢一下 另外要有些个水果 点心 就这类东西 很好 曹操很喜欢这个 好好好 往前来看看 到这一瞧果不其然 这马路边上 老百姓 这个有一部分 是官方组织的 徐州的地方官 乡绅们准备的 大伙都得去 弄点吃的喝的 准备点茶水 煮点鸡蛋 刮过点心 反正是个态度 跪着两边等着 曹操来了 一瞧这些老头们 都跟着跪着 为什么老头相身居多 谢谢曹丞相 除掉了吕布 地方上铲除一害 其实前些日子 他们跟吕布也这么说了 感谢吕将军在这里 保我徐州安宁 也是他们说的 都客气客气 这都说完之后 老百姓们提出一个要求来 能不能把玄德宫留下来 做徐州牧 徐州牧 就是徐州这儿的最高行政长官 那个官叫牧 能不能留他做徐州牧 这句话一出口 有两个人很紧张 一个是曹操 一个是刘本 这就是听书听得金尖的地方 刘备是担心坏 你们这会儿捧我可不应该 糊涂糊涂过去就完了 你们这么一说 让曹操多想 那是 曹操一定会多想 此人在此颇有民心 要留他这可不行 当然脸上不能带出来 谢谢父老 你们想的很周到 只不过此番班师还朝 玄德宫要面见圣上 到时候看看天子的意思 就把这事推出去了 把三句两句 老头们也就是客气客气 但是曹操心里咯噔一下子 就记了一个记号 我得留审他 他得民心 刘备还得装出来傻憨厚的状态 不行 能力有先 不行 谢谢 我要去见天子 见皇上庶直 我还要跟着曹丞相一起 打这马虎眼 但是在这 曹操心里面给刘备记上一笔 我得留审你 辞别了徐州的众父老 大伙就回到了许都 先歇兵吧 连着打这些日子了 文臣武将都不容易 大家都休息 休息完了之后 给天子说一声 说这回我们回来了 您看看您哪天接见我们 其实这就是一个流程 曹操要想见皇上 那是随时的 哪怕皇上睡着了 他半夜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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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 同志大家要有这个流程 给你们看 我尊重皇上 另外跟皇上说 这回我们还带回了一个叫刘备的人 两军阵前 他立的功劳可是不小 怎样怎样 要见一见 守本地上去 转过天来 皇上来信了 皇上说随时可以来 因为皇上在功劣实在是没什么事干 另外曹操回来了 也不敢不见 安排明天吧 明天来吧 转过天来 曹操带着刘备 面见汉县帝 留邪 皇上不容易 这些年什么都没有 就留一双邪 这个皇上东奔西走 哪都去 这些年不容易 从董卓作乱到李觉郭瑟 再到曹操 他自个儿就没有说话算话的时候 都是别人通知他 你要怎样 挺不容易的 今天一听说曹操回来了 赶紧请 坐在了金殿之上 曹操来了 先说 这次打吕布如何如何 吕布最后被杀了 这场战役怎样怎样 另外 我们这有一份手本 把战争的详细的经过都写下来 给皇上看看 其实皇上看不看也不吃什么劲 只不过是一个流程而已 皇上接过来看看 得夸 曹操相棒棒的 你好厉害 给你点赞 夸完之后 就介绍到刘备这 曹操得给介绍 这是谁 之前怎么回事 什么经历 他的履历是怎样 如何如何的 刘备过来 见价 参见皇上 皇上得问 问了这么句话 清祖和人 干嘛问清祖和人 就是你 祖宗是谁 说怎么问这么一句 因为之前也听到了 说他跟汉氏宗亲这儿有关系 跟皇上应该可能还沾亲 但是皇上家的亲戚可不是咱们家 他一说这你大舅 你表哥就完了 皇上你知那是一辈一辈往下颤颤的 这玩意他不看宗谱 不知道谁对谁 所以问了一句 清祖和人 你到底哪支的呀 刘备赶紧 你看这得跪那说 跟皇上 中山静王之后 汉景帝宣孙 刘雄之孙 刘虹之子 就是他爸爸叫刘虹 他爷叫刘雄 那行嘞 来呀 宣这个宗正清上殿 宗正清是一个官的名字 他负责皇家户籍 就说一查 查皇上家 这谁谁儿子 谁谁孙子 谁你年死的 谁怎么着 他们有记录 看这个记录的官叫宗正清 宣宗正清上殿 平时没有用这个官 因为皇上不是天天藩折 上殿来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拿我姓刘了去 突然间来刘备 说出来 中山静王之后 汉景帝宣孙 查吧 告诉宗正清 查去吧 宗正清这恨 没人查 裤里边都是土 抱疼 打开一本一本的 好家伙 翻来翻去 最后找着了 还真找着刘备这根了 顺着他那条往下捋 捋来捋去 最后找着了 室友 按着家谱这一对 他比皇上大一辈 哎呀 汉先帝眼泪都快下来了 娘呀 我可看见亲人了 这些年来呀 就我一个外人呐 金殿上没有亲人呐 当年你说董卓 李觉国寺闹长安 带着我东奔西跑 两渡黄河 这从那去 到后来落着曹子手里边了 从那给我搬到这儿来 这儿还讲方言 我都听不懂 金殿上下 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现如今可来一个沾血缘亲戚了 皇上高兴坏了 这就是朕的皇叔 朕说至此 刘备才能叫刘皇叔 皇家认证 之前那个叫皇叔 那是叫着玩 你随便说 你皇叔皇过皇大也叫什么都行 到今天皇家正式认定 你是刘皇叔 所以您听三国记着 你看之前咱们提老是刘备如何 谁跟他一聊天也是 玄德公怎样 没有人提过刘皇叔 但从这往后 就会经常有人说这个了 皇叔皇叔 还能开始提 那这封客官封了个左将军 宜成廷侯 又在偏殿这设宴 没有旁人 这叫家宴 皇上跟自己的叔叔 要一起吃饭 金殿上这叫君臣之礼 偏殿里边这个 叔之情分 哎呦发肆肺腑的那么亲 看刘备哪都好 叔叔你这大耳朵好棒 高兴了 皇叔爱看 你看我这个叔叔长得这俩大耳朵跟如来佛似的 黄叔太棒了 黄叔家菜都夹到我盘子里来了 哥被推长了 高兴聊天 刘备也很开心 怎么呢 有归属感 你之前这么些年来房屋一间地屋一笼什么都没有 就有卖草鞋的手艺 那不管用 我今天得到皇家认证 这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提升 很开心 他俩开心 曹操不开心 哪这事去 皇上是我的 我一个人控制的 小刘这一来可不成了 可不吗 他从心里边他不会很认同刘备 而且他不希望刘备能够如何如何有发展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现在这个 我把他带来了 他上殿见了皇上 皇上很爱他 查了家谱 他们是一家子 那我就是外人了 那很正常 他们会走得很近 他俩占亲去 那之后怎么办呢 这些个谋臣也都来了 咱可能不该带他来 显如今听说了 天子龙颜大悦 这个恐怕以后刘备会有着不成之心 那您看怎么办 曹操手碾常然 似乐似不乐 你们也别担心 其实这么说带他来也对了 带他来之后 我名义上是讲 让他守护天子 跟万岁多亲多近 但其实也是让他守在咱的跟前 是 他是皇叔 但是皇上在咱们手里算着 皇上想说什么做什么办什么事 那不得我说了算 我说完了 皇上才同意 把他搁在许都 不让他上别处去 其实也就是把刘备控制起来了 所以说你们稍安勿躁 不用担心 我心里有数 好 是 大伙提醒是应该的 再有一个 也确实觉得就是烙一提醒 也不会有人把刘备往心里去 因为这会儿 朝里边其实对曹操来说有很多不利的地方 为什么 太横了 实在是不拿皇上当回事 很多大臣被地里都伤了 这怎么办 有的就直接的找天子弹劾曹操 他这样做不对 他这要造反 他怎样怎样 但是这样的大臣 曹操弄死好几个了 你看我不顺眼那就不用看了 咔嚓一刀装盒里就埋了就完了 你不看是不是就眼不见心不敬了 所以这个东西全清朝野 他其实现在他比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不过他的素质高 他不像董卓那么浑那么粗也 但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朝里边文臣武将有敢而发 但是也不敢再说话了 谁说话就得弄死你 这怎么办呢 谋臣们每天跟曹操聚在一块 咱下一步怎么办 曹操说这事简单 我们需要看一下 就满朝文武都算上 到底有多少人跟咱们一条心 到底有多少人看咱不顺眼 咱们把这数弄明白了 咱们好下家伙 咱们好安排 是咱的人拉拢过来 不是咱的人 咱们把他们清理了 也就是了 大伙说 好 那您说咱们怎么办 曹操乐了 我出了一个主意 咱们带着天子出去行为采烈 过去皇上们都好这个 你看乾隆也好 谁也好 皇上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分别不一样的时候 出去连踏青再打猎 玩的可开心了 说咱们带着皇上出去打猎 满朝文武都得跟着 大伙说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你们哪知道 明这是打猎 暗这是看人心 我得让满朝文武都知道知道 顺我者唱者逆我者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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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想一想 上回书咱们说到哪里了 王 这话说的不对 我得问你们 你们才能说 忘了 我自言自语你们也忘了 你们这态度叫排不及待 我想想啊 呂布死了 回来之后 刘备正式认证当了皇叔了 是不是 哎 这就对了 我其实也是给你们提醒啊 我也提个醒 显如今在朝里边 曹操是最厉害的 歇天子以令诸侯 他是假皇上 但是呢 比真皇上能力要大 因为真皇上没有实权 汉献帝留邪 这个皇上他可不是昏君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能力 但是天不随人愿 打小到现在一步一步的 他一直是一个傀儡的人设 没办法 曹操太厉害 曹操想干点门 那说了算 说完之后才通知皇上呢 我打算如何如何 您看行不行 其实事都办完了 皇上也没辙 所以朝中的文武群臣就有不服的 因为好多人呢 人家的心是摆在这儿的 忠君保国 皇上得有皇上样子 你这样做 你无人臣之理啊 所以说对曹操有意见 曹操这点也好 谁有意见呢 就杀谁 这样很快从根本上就解决了不同的意见 这样的好处就是表面上四海生平 但实际上好多人内心的仇恨越来越大 只不过暂时咱别说了 咱别闹了 闹完让他给杀了 那不让讲理那别讲了 可是这底下暗潮涌动 曹操也不是不知道 那是多聪明的人 手底下这些个文臣们 你比如说成玉这些位 有时候跟曹操聊天也劝了 说现如今整个的汉室江山就在您的手中算着了 何不趁此良机成其王霸大业 您可听清楚了 王霸大业 王是国王的王 霸是霸气的霸 曹操点点头 咱们慢慢的来 现在也不是着急的时候 曹操是怎么想的 这个事情是早晚的 我要做王 我要做皇上 我要怎样 但是不能草率 他很谨慎 你看曹操这辈子 他到死 他都没正式的说我是皇上 他死了之后 他儿子当皇上了 我早才说我爸爸是皇上 他活着一天 他都没有这么做过 他很谨慎 但是现在朝中的文武 有的人让我看不透 我不知道谁是忠心跟咱们的 所以说我觉得 接下来咱们得筛查一下文武 看看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想一主意 什么主意 接下来要搞一个大型的活动 就是要带着汉县帝 带着满朝文武 咱们打猎去 打猎去 看一看你们的状态 我心里就有数了 那就安排吧 在哪打猎 这个地名叫许田 我不知道你那位熟 到河南许昌 出了许昌 大概五十来里地 这个地名叫许田 现在肯定是打不了猎了 那会儿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什么小动物 野兽 还都有 就在那安排 第一 让人先去安排 安排好了 通知文武群臣 然后做各种的准备 都准备完了之后 再去请示皇上 那其实没有什么请示 这不是请示 这叫通知 就是告诉你一声 打猎去 带你去玩 开心不开心 汉县帝留邪这些日子 心情比较美丽 其中有一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刘备 觉得自己有帮手了 这么先连来 孤苦伶伶就是我一个人 身边没有什么人值得我相信 满朝文武都姓曹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刘备来了 他是我的叔叔 是皇叔 这是跟我有骨血关系的 在朝里边他能保着我 所以小皇上还挺高兴 这一听曹子说了 请您去打猎 万岁您心意如何 皇上壮着胆子就问上了 这大冬天的打猎合适吗 要是往常一说走就走了 当时他头一个 但是现在就觉得点底气了 大冬天的打什么猎 草草都想着他前辈的 万岁 春搜下苗 秋显冬寿 这个皇上啊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得打猎 你看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打猎 这个名词还不一样 春搜 春天打猎叫搜 为什么叫搜呢 这个字是草子头底下一个鬼 这字念搜 当然了 有的文献上也写是搜补的搜 这俩都对 为什么呢 通甲字 通甲字就是这个可以代替他 这叫通甲 那个可能是比较麻烦 不好写 三千多个笔画 这个换两笔 反正这俩字是一样 音也是一样 这叫通甲字 春天打猎 这叫搜 春搜 春搜下苗 那么秋天叫秋显 显字本身也当杀鹿讲 冬天叫兽 就是狩猎的兽 兽字单讲就是冬天放火烧山 让动物出来 这叫兽 春搜下苗 秋显冬兽 这是帝王家四季都要打猎 彰显皇家的武力 曹他说的很对 因为这个一直到后来到乾隆年间到清朝还是秉承这四个字 乾隆出去哪打江南围 上承德 上哪打猎去 也是按照这四个字来的 帝王家的专用 老百姓不行 咱出去打个兔子 咱们险一下去 那不行 你就险了 所以说 微臣都安排好了 请陛下咱们一起 咱们先去许天 涉猎 这个话说完之后 你就没有回贤的余地 说讨价还价 咱不去 这不成 皇上也知道 不去不行 去吧 到了这天 文武群臣保着 三国原文书 说曹操率十万之众 与天子前去打猎 带十万人 这里边就包括刘关章 满朝文武 老驾的 各式各样的人物 文臣 武将 都跟着 在前边 汉县帝是头一个 坐在逍遥马上 带着自己这个 保调供金匹剑 皇上得头一个 皇上在前边 皇上后边就是曹操 曹操跟皇上差多远呢 差一个马脑袋 其实两个人几乎就是并排了 差一个马头 曹操稍微往后让了一点 这就表示尊重皇上 再往后边紧挨着 使人曹操的亲支禁牌 这些个心腹保护着 再往后是其他的文武群臣 十万人马浩浩荡荡 这儿出去了 又打这儿出来 五十来里地 那还叫事吗 一眨眼的功夫可就到了 皇上出来打猎 皇上心气并不高 这如同我似的 你告诉我 过得刚才喝酒去 我不会开心 我得问问 为什么呀 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啊 跟谁咱们一块喝去 人家给我讲怎样怎样 哎呀 不去不合适 那咱走吧 他是一种心情 千尔哥咱喝酒去吧 好嘞 是吧 不一样 他高兴了 是吧 所以来在聊许田这儿 安排好了一切 这就准备打猎 刘备 关羽张飞离这还不远 因为刘备的身份在这儿了 他是皇叔 天子也愿意他在跟前待着 哎 一会儿的功夫 这就开始了 汉县帝还特意的跟皇叔说 皇叔 您看这儿啊 看有什么猎物没有 好嘞 正说着呢 窜出一只小白兔来 汉县帝 皇叔 有小兔 小兔 好嘞 都被拿着弓 拿着剑搜 啪 忍神扣一撒手 剑似肥黄 出去之后 把小白兔射死在那儿 皇上很难过 为什么要吃兔兔 兔好可爱 还挺高兴啊 好棒好棒 哎呀 看我叔叔多厉害啊 射死了一只小兔兔 高兴 接着来吧 一会儿的功夫 又打草丛里边 蹭 蹿出一只鹿来 因为像这种狩猎 提前会准备 你十万人出来了 有恐龙不也在吓跑了吗 所以说他提前准备 会准备一些个 章袍野兽啊 鹿啊兔子什么的 到时候远远的一放 然后有兵丁嘛 他就往这儿轰 他游戏的成分大 哄皇上开心呗 哪怕是大老虎 甭管是什么 提前准备 到时候往这儿送 皇上那就是一花架子 跟着玩 所以说 由大远处 窜出来一只鹿 连曹操啊 在刘备啊 都跟皇上说了 陛下啊 陛下您看 那有一只鹿 好我来 韩仙帝手里拿着保雕弓 拿过自个儿的筋疲剑来 嗖 曹操鼓掌好好好 哎呀太棒了 才离这三米多远啊 我再来一个 人儿啪 没射中 我再来一个 人儿嗖疼 没射中 难为他 他没练过这个 他竟练着逃跑了 有打出生以来 是不是 你说从董卓那会儿 李觉郭四 到后来这一番一番的 他就是逃命 你要说比赛 跑步他准行 从这到那儿 百米冲刺 一个他一个刘备 这跑了多快点呢 别的他不灵啊 他哪辈子练过这个呀 连射三剑 也没人敢说话 终归他不好听啊 这玩意儿 一回头看看曹操 专相你试试吧 曹操你设一剑呗 曹操乐 借陛下的宝雕工一用 这个话就不能说 为什么呢 这叫剑阅 借您的宝雕工 皇上也好说话 怎么呢 命都是人家的 何况功何剑呢 好 给好几个好魂在家不难 拿过手里来 来曹蒙德 认寇大功 送车 这剑带着金风就出去了 那路刚开始来的时候挺害怕的 这么些人 怕怕 他们是不是打猎的 但愿不是打猎的 又剑来了 呦呼 好家伙真是打猎的 我得跑 呦呼 要掉那儿一个 呦呼 这儿过去了 三剑过去路不害怕了 来了一帮票友 外行打猎 我不怕 顶多他们说点闲话 不能有实质性的伤害 正高兴呢 曹操这剑来了 走 披 郑重这剑 打脖子这儿 穿过去 汪当就躺下去了 呼 不 文武群臣打刚才就憋着叫吼 是憋着给皇上叫吼 就等着酝酿半天了 都到跟前来 这不行 没射中 连这三剑没射中 第四剑出来了 啪一下子 正中这路 光当就扔去了 大伙一瞧好家伙 金匹剑 金匹剑别人没有 这就说明是皇上射中的 满朝文武山呼万岁 你记住了 有了地说这个说是三呼万岁 评书也好 古典小说 您无论听哪位老师跟您念头 老说这个文武来了 三呼万岁 他说那三呼是三一二三 那怎么叫三呼 就喊三声 是吧 不对 山呼 哎呀 像山一样 山呼海哨那山呼 大伙一块 万岁万岁 想万岁学习 万岁设立一只小鹿鹿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欢呼雀跃 曹梦德一拍这马 这马往前来 这个位置是整整好好把皇上挡在自己的身后 这么些个人 满朝文武大小的冰冰都跟那儿 万岁万岁 曹梦德在前面 哈哈哈哈哈哈 这叫什么呀 武仁臣之礼 第一 你用皇上的攻克箭 这就是犯罪 第二 百官不跟这喊万岁你上前 接受大家的祝贺 你这就叫造反 文武群臣都跟那儿 刚开始还喊 喊了最后不敢喊了 怎么呢 那是曹操 但是有的人就是故意的 跟曹操一挡着就成心这么喊 哎呆呆呆呆呆喊声而高 汉县帝在后头 眼泪都快下来了 皇上当不当不吃什么劲 事不大 也不叫事 但是伤害性及侮辱性极强 就在人群的后边怒恼了一个人 官与官云长 官二爷眼里不如沙子 当时就急了 现在他保着刘备一起 跟天子朝朝暮暮 他知道我大哥现在是皇叔 所以说汉氏江山是我们的 曹操这样做无人臣之礼 他这就是谋窜 看手里边攥着 这口青龙雁月刀 刀一攥 没公子望上一挑 就准备催马望前来 他那意思望前来又打 后边这一刀下去咔嚓 就把曹操切在那儿了 挨着不远就是刘备 咳嗽一声 二爷一回头 刘备摇了摇头 轻轻地瞪了自己兄弟眼 那意思不要莽撞 叹了口气 一扭头 我不看他 把这刀也放下 百官们喊万岁喊会就得了呗 不能总喊 喊到最后曹操一听都差音了 可以了 嗓子都劈了 差不多得了 那就行了 赶紧接着玩 接着射烈 皇上在后面扫目大眼的跟着 简短接说 在许田这打了一天的烈 到晚上就在这住宿 吃饭喝酒聊天 其实也就是满朝文武 连汉县地碰着曹操 一个人开心 这待了两天 大家伙又都回到了许渡 别人不说 咱们单说刘关张 回来之后 把马有人接过去 兵器都放好了 哥仨进屋 有人沏上茶水 坐在这 官二爷这口气还没下去了 大哥 您为什么拦着我 云长 在许田的时候 你意欲何为 哥哥 曹操上期天子下压群臣 无人臣之理 我看不过去 您拦着我 您不拦着我 我一刀就给他劈了 兄弟 你没看见吗 在许田猎厂的时候 前前后后 那都是曹操的人 咱们将寡兵威 况且有句话说得好 投鼠济气 我这桌子上摆着好些个玻璃瓶子 八千一个 一万五一个 然后这来一小老鼠跟那跑 我恨着老鼠来大板转歇老鼠 我这点玻璃瓶子就全呆了 这叫投鼠济气 你糊涂 那会哪能动手 你一动手身边都是曹家的人 人家不能看着 打起来之后 如果伤到了天子 你想没想到 最后这个祸是咱们的 所有的罪名也都是咱们的 难道就让他这样无法无天吗 兄弟 咱们慢慢的来 天下的事 忌讳的就是着急两个字 好 那听哥哥您的 你看了吗 官章二帝最大的好处是听大哥的 只要一说二爷准听 说不说老三也听 因为老三听也听不明白 反正大哥不让我就不干这事 等着吧 其实得亏了又留备了 要不然好多事情还会处理的不这么美丽 这都完事之后 汉县帝心里头别扭 尤打许田回来之后委屈的都不行了 跟谁说 跟谁也不能说 你是皇上 一朝的天子哪能那样的 受了天大的委屈 捅着人 还得装着满面春风 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的大 一直到回来 回到了后宫 文武群臣也都走了 没人了 面前就是皇上跟皇后 眼泪才下来 还叫皇后姓福 一个丹丽人一个犬 姓这个福 皇后姓福叫福寿 寿命的寿 俩人感情很好 结婚的时候 汉县帝十四 这个福后十五 比他还大一岁 这些年来这个皇后没想过福 因为什么呢 静跟着他满处锻炼 东奔西跑 弄弄一回头皇上就没了 不定让谁给逃走了 皇后后还赶紧得追 挺不容易的 所以两个人感情很好 这回了一瞧 皇上坐在这 这眼泪扒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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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 前心都快湿了 就准知道受委屈了 赶紧得问陛下 这又是怎么了 我心里都委屈 你是不知道 在许田的时候 老曹他又欺负我 借我的功 借我的建设 我的路 到现在功和建还没还给我 他拿走了 他不给我 我就这一套功和建 你说这怎么弄 他设中了路 文物群臣以为是我 大伙珊瑚万岁 他上头里边摇头晃定的 我有心过去揪他去 我又怕他催我 不可能 这皇上这么说 我是借用皇上的心情 给大伙卡通一下这段故事 反正您明白这心情就可以了 皇上很委屈 把这话说完了 一朝人王地主 现在混得连地主都不如 对吧 哪提人王呢 哎呦 眼泪啪啪啪啪的 他这难过 皇后更难过 怎么呢 因为很爱自己的丈夫 知道他所受的委屈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那个陛下 您也别难过 战战清天 自有分晓 难道说咱们就任凭曹操 如此胆大妄为吗 皇后说了这么句话 皇上还是很警觉的 别说话 别说话 耳目众多 倘若被旁人听见 你我君妃性命修仪 花音刚落 这搭茬了 我听见了 上文书咱们说到哪了 忘了 想一想吧 想一想 这是个惊喜 是不是 不能老让你们说话 说惯了之后拦不住 许田舍路 曹梦德在皇上面前摆着摆自己的威风 汉贤帝留邪 回了后宫之后 眼泪汪汪 跟自己的皇后 扶寿 就是扶皇后 一般来说都提就是扶后 两口子说说心里话 现在这事儿脑子 没想到曹梦德五人臣之礼已到极点 照这样发展 不定哪天他就能把咱们杀了 俩人说这事儿 说完之后 说这轻易的别跟别人说 而且这皇宫内院也不保险 你知道谁听见了 别说了 话音刚落 这儿有人搭茬了 我听见了 好可怕 就要是电影的手法 配上那个音乐 很音森 那就不可怕了 那竹八戒来了 有什么可怕的 两口子吓坏了 一回头 吓死我了 来的是谁呢 来的是皇上的岳父 扶皇后的父亲 他叫扶丸 姓扶的扶 丸 丸了的丸 有时候你也不能不相信 这个名起来就不这么大吉大利 所以说中国人起名的 讲就是 吉利一点 顺序一点 这叫扶丸 过来了 身识一礼 他是大辈 那也不行 先叙君臣之礼 再诉家族之情 见皇上也得行礼 这完事儿坐下了 刚才说的话 我可听见几句 陛下一定要谨慎 皇上擦了眼泪 是啊 谁说不是呢 许田涉猎 你也去了 我也去了 好多人都看在眼里边了 曹孟德 飞扬跋扈 无人臣之礼 认证岂有此礼 话虽如此 老人家 有办法没有 忍着 只能忍着 咱们现在没有办法 孤孤单单 冷冷清清 困困唠唠 气气凉凉 独自一个人闷座相归 改了大西乡了 现如今咱们没有办法 福后看了看他爸爸 应该出一个主意 因为光忍耐 已经不是解决问题了 长此以往下去 曹孟德得寸进尺 以后咱们想这么忍着 都没有机会了 所以必须想主意 老头点了点头 说其实这些日子 我也反复的思量 必须找一个胆大心细 忠君保国的人 他有能力 才能扭转千坤 但这个人不好找 我想了又想 只有一个人 有可能能做到 皇上站起来了 您告诉我 这个人是谁 车骑将军 董成 熟悉三国的人 可能您会有点印象 董成 董成也算是跟汉朝千丝百缕的关系 之前有一位皇上灵帝 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 董太后是董成亲切 他管他叫侄子 您就明白这意思了吧 是董太后的侄子 董成还有一个妹妹 现在是朝里的贵人 这个福后不是皇后吗 皇上不能就一个媳妇 还有其他的 其中有一个贵人 是董成的妹子 从这个角度出发 他其实董成是国舅 这么一说 您就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董成这个人可以 嗯 皇上点点头 为什么 皇上对他有好印象 因为往回岛 就那些年 不管是李觉国四闹 皇上四处奔跑的时候 在身边保驾的 一直是由董成 他一直跟着 所以他是忠臣 哦 您觉得董成可以 我考虑再三 没有比他更合适的 为什么呢 第一 他跟皇上共患过难 这个很重要 第一 第二 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 这个人心很正 第三 他跟皇上沾亲戚 他跟皇上沾亲戚 这就行了 你说来一种 他在贵州山里边卖糖葫芦 他跟皇上就没有什么关系 他妹妹跟皇上是两口子 他是国舅 他是皇上家的亲戚 所以这几点合了一块 他有可能办成这个事 好 那么这个事怎么办呢 陛下 老臣我想了又想 此事如此赠般 赠般如曾 好 那咱们就照记而行 老头儿走了 吃饭吧 皇上 贴饼子 粥 咸菜都端上来了 吃饭不重要 关键之后 吃完饭 有大事要做 吃完了晚饭 坐这聊了会天 天不早了 公额才女 全部退下去 不用你们伺候 门窗都关盐 是把帘都拉上了 皇上开始干秘密工作 找出一块白铃子来 你看这个了吗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找出块白铃子来 皇上拿这针 把这手指头扎破 找一小钉 这里边挤着个血 挤着个血 然后找了一个很细的毛笔 小铠的 站着血 跟着血 亲爱的老董 不能这么写 这么写太浪费血了 这信写完了皇上贫血了也不行 大概是这意思 曹操现在很讨厌 我们对他没有办法 所以想来想去 只有你是大忠臣 你想个办法 把他除了 匡扶设计 怎样怎样 你多受累 辛苦了 皇上写字 写 这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多 写完之后 找了一圈玉带 腰里记着玉带 找了这么一圈玉带 这带还不错 外边这一圈 是白玉雕的团的小龙 它这么一圈 带大伙都知道 你现在看京剧舞台那带 那些都见过 但是明朝朱元璋开始 他跟之前的带有区别 区别在哪 以前那个带就真是腰带 穿上了官衣 把这腰带束在腰里边 它是紧实的 到朱元璋那会儿 这带是松的 所以您看戏剧舞台上 那带不都在这端着吗 那个是真实写照 它那是装饰品 它不是为了寄腰的 所以说朱元璋 文献记载 朱元璋寄这带 坐在金殿上 文武群臣看他这带 就知道今天要干嘛 他今天憋着杀人了 他这带撩得特别高 就跟拉洋车那把似的 跟这攥着 拧眉瞪眼 就憋着杀人了 今天没钻这带 这带搭了下来 说明他今儿心情好 所以他那个带 是可以上下活动的 不是紧身的 您记着这边 那么汉宪帝这个带 是紧身的 它是有一个圈 这个圈有竹子的 也有木头的 先销好一个圈 圈上再绷上这么一层 真织品 甭管是什么料子 绫络的 绸缎的 刻丝的 甭管是什么的 还有这么一层布 然后再上面再绷这些个 您看的各式各样的 方的 圆的 有团笼的 什么都有 大概是这么东西 然后再把它弄上 所以皇上这活就细致在这儿 他写这东西怎么给它 就得把它绷在玉带里边 把玉带摘下来 外边那层不是相似一些玉片吗 它就在里头 把它打开了 把里边这层撕开之后 把刚才写的这个叠好了 顺到里边去 再把字在缝上 记好了 不就看不见了吗 等于是在一带里边有一个招书 所以这个叫一带招 您记住了 皇上这写 娘娘就在旁边 准备干针线活 这活不能让别人来 只有他两口子来 皇上写 一边写 一边叹气 一朝历代的君王 谁像我似的 还得偷偷摸摸干这个事 还得写这血书 这弄完了 娘娘把这带撕开了 把它搓小卷 让里边顺 娘娘这认真 大概是这意思 缝吧 缝得结结实实 不能让人看出来有问题 看完之后 没事了 两口子端详半天 这才放心 睡觉吧 天不早了 转过天来 吩咐人去 宣国就董城入内 是 去了 一会儿就叫来 车骑将军 国舅 董城 来了之后 皇上等着他 跪去先见价 参见五皇万岁 国舅快快请起 宣昭微臣 有何国事商议 您叫我干嘛 昨夜与皇后谈及当年倾驾旧驾之功 有感而发 故此相召前来素一素心情 昨天晚上我跟皇后 我们俩聊闲天了 就说当年你保着我们 吃那些苦受那些罪 特别感慨 所以今儿叫你来 咱们聊 这个话如果传出去 传到曹子那 说得过去 你得有原因 得让人一听这事对 让人听这里边不可能 是不是 昨天院里老母鸡打名了 我想让你来 不挨着 最要紧的是得挨着 董城赶紧跪下谢恩 臣子保着万岁 这是我的荣幸 得说点个客气话 这完事之后 站起来又聊了几句家常 皇上带着董城 又打这儿出来 往前一走 出这儿去 前面是功臣楼 就是另一个建筑物 里边各种开国的帝王 文武大臣 了不起的人物 供奉的地方 到了唐朝之后 不叫灵烟阁了吗 这会是功臣阁 功臣楼 都这么叫 来 随寡人前往 是 董城也不知道 这好面的想起什么来了 让去就去吧 这儿进来了 你瞧 正当中这供着汉高祖刘邦 大汉朝开国的王子 皇上吩咐人拿过香来 焚香 礼拜 他拜 他拜完了 董城也得拜 拜完了 这儿站起来了 皇上看看 哎 亲家 陛下 可晓得高祖皇帝出身之故儿吗 你知道我们家这老祖宗想当年怎么出身怎么成的事吗 东城就纳闷了 怎么呢 没有不知道了 天下谁不知道 对吧 四岁亭长 斩蛇起义 后来跟这个项羽怎么闹如何如何开创了天下 这都知道 这都知道 为什么会问我呢 当时就愣住了 他愣着 皇上没往心里去 皇上注意力老在后头 就看这些个后边跟着的太监了 兵丁 侍卫啊 那意思就是 我得看他们有没有听见我说的是什么 一直看他们 瞻仰着 看着看着 哎 亲家 这是张良 萧和吧 张良萧和那是汉高祖的左膀右背 成就汉家天下离不开这两位 两位是 张良 萧和吧 是 陛下 他人辅佐高祖 成其伟业 就说点客气话 官样文章没有一句有用的 顺口大音 您说的太对了 这俩人很厉害 就是不知道皇上想干嘛 皇上点点头 很感慨 回头看看那些人 这会儿就已经离得稍微远一点了 因为一进门 这帮人都跟着 但是这俩人跟游客似的往里边溜达着 就看着 就逐渐的多甩开几步 他们在这儿那些人也没有玩命的追过来 所以皇上觉得 高祖如此疯之后代 懦弱不堪 我祖宗厉害啊 我祖宗厉害啊 到最后人家当皇上了 开创天下 多厉害 我们家祖宗 你看我现在都怂成这样的 懦弱不堪 说这么一句话 说这么一句话 董成就没搭茬 没说话 就时刻观察着 哎呀 可惜我身边无有 张良萧何呀 我祖宗成事 是因为有那俩人保着 我没有啊 董成也不说话 就看着 皇上往前来 倾家 你就是朕的 张良萧何 说了这么一句话 董成这汉就下来了 就这个场合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俩人这个身份 当时这个环境状态 这句话说完了 这不是一般的 这是国家大事 哪句话都是掉脑袋的话 你就是我的张良萧何 这话就有话 说完之后 君臣二人都稍微回头撇了撇 怎么呢 谁也不能听见 猛然间皇上的声音大了 爱卿 国舅 臣在 皇上挡掉门 他也掌掉门 这就是聪明 因为这是给那些人听的 臣在 昨晚思想起当年爱卿护驾 风里雨里受了那些委屈 朕心不安 这好些年了 那年你对我不错 我今天想起来了 一直也没有封赏于你 来人哪 说一声来人哪 呼噜呼噜呼噜都过来了 陛下 来 将我这锦袍玉带赐予国舅 你瞧 皇上是这么设计的 这就来人了 皇上这就解裤腰带 解扣 穿 皇上赐的 不穿不行 先跪地磕头谢恩 站起来有人给拿着衣裳 赐给你穿 现在就得穿 不穿不行 这穿好了 系上扣 系上腰带 皇上点点头 真可体 挺好 又往这边溜达溜达 后边跟这些人自觉的往后退了退 他俩又看看 就跟真事似的 你瞧瞧这儿 这儿瞧来瞧去 皇上说了 秦家回府之后好好地看一看 紧袍玉带 不要辜负阵公之意 我可告诉你了 这里边有东西 不是随便给你挑腰带 给你这样 不是 你好好看看 这里边是我的心血 董承就明白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趴在地上又磕了一个头 陛下放心 臣万死不辞 这都是话六话 您放心吧 我是忠臣 站起来 君臣二人往外就走 出了这个功臣楼 汉县帝回后宫 他这儿也转身要回府 走东华门 打东华门这儿一出来 就这么一抬头 就在路边这儿 站着一大帮人 得有二百来人为首的 就是曹操曹孟德 在这儿等着你 怎么曹操来 他一进宫 人家就知道了 报告 皇上叫董承去了 叫他干嘛 也没说什么 说昨天聊天 跟皇后念叨了 想当年董承救驾有功 皇上说想着 那是哪年的事了 对吧 那是哪年的事了 然后呢 说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功臣楼了 好 来啊 东华门外等他 是这么着 人家曹操来了 来到这儿 有人给搬一凳子 曹孟德坐在这儿 这一帮人 这一帮人 好不围着 就瞧打里边 董承出来了 眉头紧锁 出来的时候 他可没注意 他以为这儿出来 外表自个儿加着叫 就回去了 走到这儿 当时就愣了 要拿电影来表现 就得扑一个鬼 一直推着 推在脸上 然后紧跟着 他一定得是那样 是吧 就愣了 但是这个愣的过程 不能太久 你这愣十分钟 那就必须当时死 因为没有解释 就稍微这么一愣 赶紧就乐 早上先身诗一礼 承想 曹子也乐 你这玩意 不怕你哭 就怕你乐 你看天下事就是如此 你怎么哭 怎么好 那你就输一半了 就怕这脸 对脸乐得跟要咬人似的 不好乐 他乐他也乐 曹子乐得比他还开心 发自肺服 解放天性 一点藏着叶着都没有 我就 懂成有礼 怎么今天进宫来了 哪句话都是找茬打架 但是乐着说 他就更可怕了 站住 你干嘛去 这没什么可怕 就事说事 但他这乐着问你 干嘛去了 陛下宣招 谈起当年护驾之事 真是龙恩太重 龙恩太重了 然后呢 然后又去了功臣楼 沾养了高所的豫荣 好好好 万岁爷真是很器重您的 哦呦 岂敢岂敢 多么的可怕 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 这俩人哈哈的乐着 这比拿出刀捅在脖子上都可怕 啊 再然后呢 再然后就一定让你自己说出来 今天都发生了些什么 你也明知的不说就走不了 你还得乐着说 啊 哎呀 啊 万岁爷赐了我一条玉带 一剑紧袍 哎呀 哎呀 假装往怀退了一步 哎呀 龙恩太重了 替你感慨 龙恩太重了 这就是陛下赐国舅的玉带吗 是啊 万岁爷赐我的玉带 哈哈哈哈 摘下来我看看 这个话说着都带金属印的 嗯 赐你的哈 摘我瞧瞧 哦 是是是是 说摘就得摘 摘下来 递过去 草草接过来 翻过来 调过去 看 拿手摸 捏着玉带的圈 嗯 旁边有人就接过去了 这件紧袍可是不错呀 啊 是是是 万岁赏的 拖下来 我试试 这不是我编的 原文上就是这么说的 曹操说 你拖下来 我试试 敢不拖吗 不敢 拖 解扣 也不用你解扣 一帮人等着呢 这有人过来解扣 退休 拿过来 递给曹操 曹操接在手里边 哎 要活着埋 哎 哎呀 这环境太紧张了啊 稍微的大家松弛一下啊 看了看 我举起来冲着太阳 来回的照 这会儿求一下董承的心理阴影面积 我就站在这 就算是心理素质好 换二一个人 就得吓坏了 曹操看了他 我试试 哦 专相请 来 穿上了 扣记好了 玉带拿过来记上 还挺合适 这句是瞎说 汉县帝又瘦又小 曹操又高又胖 那穿是能合适吗 也穿上了 记得了 我看挺合适的 送给我吧 呃 侧在陛下所赐 呃 下官不敢转赠 哈哈哈哈 你瞧你这样 啊 脱了给他 捷御带 捷着袍子 给你 穿上吧 哦 谢谢专相 穿 记上 好 国舅 告辞了 哦 专相 告辞 董承转身就走 董承新书 我走得得慢 我走得快 他就看出来 我心里有诈了 告别之后 转身就走 刚走了没三步 曹操乐了 你回来 这里面有诈 又到了 说三国的时候了 啊 这个话咱得挨着 又到了 说三国的时候 是的 这行 我要再问你们 咱们说的哪了 你们说忘了 这可 这都不挨 这样 对吧 你们这态度有点像 于老师玩微博了 这个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让玩不玩 不让玩疯了一样 我救不了你们了 这回书咱们已经说到了 一代招了 一代招还记得吧 这个态度我很满意 汉仙帝 出了如共通谈 又入了虎口 落在曹子手里边了 觉得自个儿的日子呀 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怎么办呢 就想找人帮助自己 找了朝中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 还不能是曹操 这个体系的 那你说你 打算跟郭子刚打架 你就不能找于谦帮忙 你找郭麒麟也不行 对吧 你找跟前 找谁他得告诉我 所以这是人之常情 那么汉仙帝就找了一个大臣 就帮助自己 就是国舅 董成 但国舅 就说明跟皇上 是亲戚 是亲三分热呀 终归人家是一家 又何况 这些年来 汉仙帝 无论多么的落魄 董成一直在跟前 好几次 救驾有功 想来想去 觉得也就是他 能帮助我 于是汉仙帝 定下一条计策 叫一代招 找了一块 白手绢 皇上刻破了手指头 拿那个血 在上面 写下来一份血书 把这叠好了 又把这个玉带拆开了 玉带里边的里儿 撕开了 把这叠好了 续进去 再把外边缝上 看不出来 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把这个玉带 和皇上身上 穿这件紧袍 就都给了 董成了 说清家回去 好好看一看 不要辜负振心 打这儿穿着带着 就出来往外一走 宫门一外 这儿一出来 曹操在那儿等着呢 有人说 怎么那么快 烈子爷 那不是个小事 从董成进宫 人家就告诉你 跟丞相就说了 说董成来了 然后呢 跟皇上聊天 然后两个人 怎样怎样 上哪个楼 两个人还 说什么话 听不清楚 但是现在逐渐的 要往外走了 好嘞 曹操跟这儿等着他 上文书 咱们是讲到这儿 已经让他脱下来了 紧袍脱下来了 玉带也摘下来了 曹操得看看 拿过来看 上下看 看完了没毛病 给你 好嘞 这个董成心理素质 是必须要强 为什么呢 就在这种环境下 稍微的有一丁点的差异 让曹操看出来 这条命就完了 而且说话的时候 就这个表情 这个状态 这必须得是个戏经啊 但凡差一点 那就完了 对面而战 曹操那是满面堆欢 笑得跟要咬人似的 你看 可怕就在这儿了 你看你跟谁一打架 一抬杠 你瞧这种 跺了脚跟那儿骂街 吹凶分 不可怕 他为什么喊 他是因为他害怕 他害怕 他才闹 你像这个 他明知道 弄死你跟假的一样 所以人家不着急 就冲着你 笑慕丝的 乐乐跟猫似的 看着你 尤其看你的眼睛 列位 眼为心中之苗 你跟谁谈事 你就看着眼睛 你就能看出来 他心里怎么想的 眼神是可以出卖一切 眼睛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来回的 来回学吗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 这脸上表情 一会儿这儿跳一下 一会儿那儿动一下 心中必有事 当然了 人跟人说话 看眼睛也是尊重 你要没事的话 就这么看着也挺好 说着聊着 都说完了 曹子乐乐 走吧 谢谢 转身要走 这一转身往外走 曹子在后边看着 看什么呀 看你的表情动作 看你脚底慌不慌 这儿一转身 稀了慌脏的 那就完了 一转身 后背的戏也很重要啊 要不说当个好演员 不容易呢 软软达达的 自己劝自己 坚持住了 拐个弯去 转到墙那边就没事了 正往前走呢 曹子后边喊着 回来 最可怕 最可怕 叫回来 愣住了 赶紧回来 两步就到跟前了 有何尖叫 这紧袍玉带 我真是十分的喜爱 你能不能把它送给我 这事挺难回答的 人家是不缺这个 曹子来说 天下都快是他的了 一条裤袄带 他能在乎吗 但是话说到这儿了 就看你怎么应付 董承选笑了 哈哈哈哈 丞相啊 您什么没见过 您要真喜欢 我就把它送给您 不过有一点 此乃遇刺之物 我就有了欺君之罪了 要是给了您 您可千万不能走漏风生 这话说得很周到 你要要给你 我咬住了牙叔不给 他就怀疑了 行什么不给 愣强 也得给 我给 但是确实我为难 这是欲刺 皇上给的 我现在欺君之罪 这么一说 曹子乐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就大人取笑了 快快回府吧 是 这才转身往外走 曹子就站着看着他 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这才回去了 打这儿往家走的路上 总成这心跳的呀 你膝和大鼓 那点儿还足 你琢磨呀 处在那个环境下 生死攸关哪 谁受得了啊 终于 他的失失了 回到了自己的府 而进来往屋里一坐 坐在这儿 就觉得这心呢 不在肚子里边 半天 才缓过这神来 看了看桌子上这东西 底下放的是锦袍 上面是这圈玉带 你回头旁边站着自己家里边的 葡童 这什么叫葡童呢 他不单纯是书童 要是一书童 十二岁 十三四岁 大不得这样 比那个岁数又大 既是仆人 也是童味 是贴身的这么一小子 十七八了 这人姓秦 叫秦庆童 庆童 庆祝的庆 儿童的童 庆童啊 郭舅大人 你出去 在外边看着点 是 秦庆童出去了 他坐在这儿 把这玉带拿过来了 仔细看 就想皇上说那话 看来看去 没觉得有问题 放下了 又把这紧袍抖了开了 看看领子 看看袖口 看看下摆 为什么呢 这都是容易藏东西的地方 上下看 又仔细地摸 捏这边 也没有什么呢 反复琢磨着 想不出来是因为什么 就放在这儿了 一会儿的功夫呢 天就黑了 秦庆童进来了 说晚饭齐备 您用餐吧 好 吃吧 也吃不下去 心里有事 好歹喝这么两杯酒 叨了几口菜 就撤下来 就撤下来 晚饭后 又回到刚才这房间 这点着灯 桌子上铺着这个紧袍 上面放着玉带 又翻灯一遍 仔细看 又举起来 冲着灯火 瞧 那会儿的灯 就是蜡烛 旁边的灯 是灯芯 尽量的就这点 都亮一点 拿回翻灯看 没有 放下来 看玉带 拿手摸着玉带 这圈 也没有 撂下了 说皇上跟我说话的时候 那个态度 那个表情 一定是话里有话 他不能皇上跟我开玩笑 是吧 你回去瞧去吧 看你猜着猜不着 我们也没有这个 盲盒的交情 哎呀 坐在这儿就犯愁 看一会儿啊 站起来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过来 又翻灯看 还是没有 就往这儿一放 自己站起来 站在窗子这儿 看着窗外的月色 心说 曹操啊曹操 些天子已令诸侯 显如今 一朝的人亡地主 让你挤兑成这样 真真的岂有此理 心里闷得慌 往回这么一回头 哎呦 坏了 怎么呢 出那儿的时候 没注意这儿 桌子上这灯啊 爆了灯花了 灯花都见过吧 不管是点的灯芯啊 还是蜡烛 烧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它上面啪 它会爆一下 那叫灯花 这灯花一爆呢 那火掉下来了 整掉在这玉带圈上 赶紧过 哎呦 哎呦 打磨打磨 这一打磨 发现了 这个玉带 它外边呢 是那个织紧的段子 这段子破了 这一葫芦呢 刚才不火苗烙上了吗 这一葫芦 烧出一个小洞来 通过这个洞 就发现里边 是白色的真枝的东西 就露出来 好像是个手绢 是什么 是块白布 心里边就一愣 哎 这好像是有东西 赶紧拿小刀 顺着边 往外踢 越踢越大 越踢越大 弄了一个口 打里边 露出来的 隔着一瞧 就知道有东西 而且 不是个小事情 因为这个布 是个白的 上面隐隐约约 有红颜色 它是黄上的鲜血 也写着字 这赶紧 撑出来 打开一看 东城 眼泪就下了 跪在地上 望着皇宫的方向 磕了三个头 为什么呢 这是皇上的东西 这不是普通百姓 不是说 国德纲 给你写封信 是吧 赶紧来 那个饭馆 替我接账 你也不会搭理我的 我也不会找你的 打开一看 就是咱们前文书 所讲的 一带招 也没有别的 言简易改 就是 亲爱的大舅子 曹操欺负我 你带点人来 帮我弄死他 有人说 这事皇上说的话 那不可能 你买本三国 原文上什么都有 拿他那对照 我这听 我这是字典 写太多 也不像话 他们有的说 写得特别特别多 那皇上哪 那么些个写啊 是不是啊 包括这个 战场上也好啊 评书上 不经常有这个吗 大英雄被困在哪了 写下血书 这个就几种说法 有人就说了 看看一块 衣服上吧 撕一块白领 撕在这 这手拿着 这开始咬 这开始写 我老觉得 这个不是特别现实 咱各位 咱都有一学常识 你把这咬破了 是一边挤一边弄 他也不足以让你说 写多少字 一个个 你想过去 又繁体字 反定是啊 繁体字又占墨 又浪费 费血 好家伙 叫他们说的 那个好一大片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把这个布铺好了 咬破这个手 把这血挤在手心里边 然后占着手心 这个血 这个程序上听着挺好 但是细琢磨 其实还都是有问题 所以咱们就 孤妄言之 孤妄听之 意思您明白了 皇上把心里话 写在这上面了 现在要紧的事就是 你 带着人来救我 拯救江山 至于那些个细节 咱们就不矫情了 信着矫情那个 咱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 这看完了 终成眼泪就下来 一朝人亡地主 何堪于此啊 让奸贼给挤得成这样 就这一晚上 捧着皇上的血书 看了又看 一遍遍看 一边看 一边咬牙切齿 看一会哭一会 心里不是姿势 这一宿也没睡觉 到早上起来也没睡觉 这人啊 心里有事啊 睡不着 说心里有事 躺下还能打呼噜睡觉 那不是一般人 就这一宿 翻过来掉过去 没睡觉 一直到 天都亮了 那早饭都预备好了 您吃饭吧 哎 吃 垫不了一口 吃完了 还坐在这 为什么呢 这是军命 皇上交给你的大事情啊 这事了不得呀 皇上这么信任我 我必须把事情办好 所以说拿起来 又看了又看 哎呀 看完愁疼 铺的桌子上 自个儿心说 这可怎么办 一宿没睡觉 好受得了吗 你走 一会儿的功夫啊 就觉得眼睛也不是滋味 心口窝也难受 就扶着这脑袋 这胳膊肘 就枕着这块白鳞子 就在桌子上 哎呀 想事 想着想着 睡着了 这个很正常 一宿没睡了 对吧 到这会儿乏了 迷迷噔噔 就睡着了 家里人也不敢打扰啊 那个秦庆彤 看了看呢 就出去了 把门带上 在外边盯着 他万一喊自己 现在说终点 大概有半个来钟头 来一串门的 谁呢 这人叫王子福 也是朝里的一个侍郎 是做官的 这王子福王的人呢 跟董诚是好朋友 没事就来 一天来八回 两一块烤串喝酒啊 聊玄天啊 好朋友 而且除了进去 都不用说 你给我通病医生 到人家这儿没有 因为太好了 家里人不拦着 前面进来 一直来在这门口 你瞧啊 秦庆彤跟这儿站着 干嘛呢 我救大人呢 冲嘴呢 夜里没睡好啊 不知道 刚才到迟早点来着 好像心情不好 我也没敢问 刚才跟这儿看东西呢 然后枕在那儿 睡着了是怎么着呢 那我是在门口伺候着 你去吧 我进去看看他 那行 要是换别人 不能让进 为什么呢 主人睡觉呢 在通病之后 但是他常来常往 王子福 王大人 那您请吧 王子福就过来了 推着门 乐了 怎么呢 看着跟那儿呢 枕着这儿 睡着了已经 这会儿睡得挺踏实 越是这个觉 睡得越时着 王子福进来 一挥手把这门带上 往跟前走 他俩好 他还想跟他开个玩笑呢 就看见桌子上 这块白铃子了 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东西 为什么呢 咱们之间写信 谁会拿红笔写 是不是 所以说这就有问题 他就转过来了 转到这边 虽然说这儿挡着了 但几乎也能看得明白 上上下下 打量完了 点了点头 拿手一拍 董诚这肩膀 啪 你好大的胆 按相上眼的讲话 胆小还闹不到这儿来呢 那有句老话是吧 你好大的胆 就这一句话 董诚 机灵灵一下就行了 那还不行 哪那么宽的心呢 好 醒了 醒了反应不过来 就愣在这儿 面前站定一人 自己的好朋友 铜殿成臣 王子福 王子福就站着跟前着 拿手指着桌子 你好大地胆 是得啊呀 那还说什么呀 因为不知道你跟我是 什么样的立场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朋友了 说咱俩出去考串去 喝啤酒去 出去干嘛去 都好办 这个已经是造反了呀 当然你要从 汉县地的角度出发 这是捍卫正义 但你要站着曹操角度呢 你这就是造反的 360行没有造反这个行业 为什么呢 这行代价太大 成功了还得罢了 成功不好 那连本都割了一本 所以说这个 咱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 就愣了 王子福坐下来 坐对脸有一凳子 坐下来 你说怎么办吧 说下的腹蹄了 你说怎么办吧 董成说 那你说怎么办呗 是吧 你打算怎么办 王子福说 那给我冲二百千花费 我就这么一说 因为当时气氛太紧张了 我们稍微缓和一下 说完之后 你好大胆 面对面坐下来 就看着董成 董成就看着他 因为董成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自己也是 但在皇上角度 要如何如何干点大事 但是这活干得很危险 并且被人发现了 就俩眼看着王子福 王子福 看最后王子福乐了 你若杀曹操啊 算我一个 你看 天下的事儿变化多大 算我一个 董成看看他 给我冲二百元画位 这个玩笑话 咱不能提也不能不提 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情绪卸下来 到最后我会给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对待董成的问题上 我开玩笑的成分更大一些 俩人坐下来了 你给我讲一讲 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好 董成说这事儿是这样的 我尽得宫去 万岁召见 怎么来怎么去 把事儿全说一遍 说完之后 现如今 我拿贤弟你不当外人 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 咱们共灭 国贼 好 得了 那先解救一下 董国舅吧 董国舅还记得吧 爸 爸聊 我不给你们这句话 你们没劲儿说去 我们这编导也白教你们了 董成 跟王子福 俩人坐在一块 那是 发自肺腑的说了 这事儿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 康福社稷 铲灭全奸 现如今这个事儿 你同意不同意 王子福说我愿意 我也看见 曹操飞扬跋扈这个状态 不能再留着他 咱们俩商量商量 这事儿怎么办 董成站起来了 你跟我来 咱们别在这儿说 这还是挺聪明的 在这儿说 从外边谁听见了 是吧 你跟我到里边来 俩人转过弯来 奔后边去 再往里边 单有这么一间小房子 平时这个屋不来人 俩人进来 把门一关 王子福说这是哪儿啊 董成说这是密室 那咱们逃脱吗 哎呀 这都谁交给我的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这是密室 此处说话 没人知道 老话说得好 法不传路耳 路耳 路是六 上口念路 就是咱俩说这话 不能再有别人听见了 就是咱俩 俩人研究这个事儿 都商量完了之后 为了彼此之间信任 就在这屋里边 这老二位立下了义状 什么叫义状啊 拿一张纸来 我们要干的事儿写上 然后咱们签上名 摁上手印 这叫义状 都写完了 董成先签字 王子福再签字 都写完了 有这个 就说明咱俩人 是焦心的 从屋里出来 坐在外头 你看我 我看你 愣了大概有一分钟 王子福问上 这么大的事情 就咱俩吗 对吧 俩人还造反啊 造个溜啊 接下来 这哥俩开始 翻通讯路 你去看这边 得找帮忙的呀 是吧 咱俩人不管用啊 三分半 俩人掏出手机来跟着 哪年都是没有啊 找吧 说这人行 这人可以 昭信将军 吴子兰 他可以 他平日里跟咱们很好 算他一个 嗯 一郎 吴朔 吴朔也行 吴朔这个人也非常的正直 这就俩了 吴子兰 吴朔 又翻 又找 还有一位 尝水 孝位 虫鸡 虫鸡可以 虫 就是种植的种 种地 那个种 哥的信 他念虫 您看这个水浒传 陆志深 他们不老说吗 说这谁谁 老虫精略相公 小虫精略相公 精略相公 是一个官名字 虫是信 老虫 因为那有俩 一个老的 一个小的 就是老虫精略相公 小虫精略相公 是这个意思 那个信 姓虫 虫鸡 这人也行 好 再有呢 再有别着急 这个事不是小事啊 敲着罗初纪喊去 有套反弹上这来 连他带咱全晚 是吧 咱们这几个人 先把这事 弄明白了 嗯 好 俩人伤了这细节 正说着呢 在外边 这秦庆童报信 是来串门的了 谁呢 一个是虫鸡 一个是乌朔 呵 你瞧这个玩儿啊 想谁谁来 哈哈哈哈 好 有请 王子福说 我呀 先别见他们俩 我上屏风后边躲一躲 他们俩来 你们先聊会儿 看什么状态 嗯 王子福站起来了 上后边去了 董成迎接到门口 这两位来了 哎呦呦呦呦呦 我就哎呦呦呦 二位人兄 快快快 快坐 坐在这儿吧 秦庆童给汽水 都安顿好了 打发他 你出去吧 秦庆童出去了 坐在这儿聊闲天 聊来聊去 就聊到前些日子 许田设路 许田设路 汉县帝啊 跟曹操 满朝文武 到许田去打猎 曹操借天子的弓箭 设立之路 文武群臣喊万岁 曹操往前站 挡着皇上 接受满朝文武的祝贺 许田设路 说从那天回来 这俩人啊 表情就凝重起来了 我们就恨得都不行了 吴朔说 我跟你讲 我要手里有把刀 我现在我就把曹操杀了 吴朔说这个 冲击点点头 兄台 我要助你一臂之力 行风后边 王子福出来了 你们好大地胆 二百块钱花费 这个越紧张的时候 我们也得缓和一下 不让你们大伙害怕 就坐下了 这个坐下之后 董诚得说呀 您二位来的正是时候 在你们来之前 我跟子福正商了这事 这俩点点头 一指王子福 你好大地胆 接下来的话题呢 就是坐了一块 骂曹操了 为什么呢 志同道合呀 曹操这些年 干的这些个事 哪不对 一五一十 一五一十全说 气得四个人啊 心口力都疼 哎呀哥 他怎么这样呢 是不是 那咱们干这个事 算上我们两个人 没问题 来 请到密室 到密室 打开刚才的义状 啊 签字吧 这俩人纳逢说了 拿起来叉叉叉 写上自己的名字 哎 吴硕 这儿写上这个 重击 这儿都写完了 啊 写完了 出来之后说 刚才我们还商量了 说这个 赵信将军吴子兰 也能参与这个事 派人去请 急不如快 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耽误 啊 请 打发人去了 一会儿功夫 乌子兰就来了 王子福说 我上屏风后边去啊 他说不去啊 乌子兰这儿来 一进门 撩仙天 说来说去 把话题引过来 最后就说到这儿了 怎么能够 诸灭草草 啊 匡扶设计 乌子兰一拍胸脯 算我一个 哎 屏风后边出来了 你好大地胆 哈哈 是不是好过瘾啊 你们不是听书 你们是说书来的 好大地胆 从二个家 都说完了 完事了 说到这儿了 那接下来呢 顺理成章 叫您来 就是没拿您当外人 我们大伙有一个 除贼小分队 啊 我是队长啊 这几个是副队长啊 请您也参加 您当个副队长 好不好 好 来请到密室 请到密室 嗯 密室签字呗 签完字 这儿出来 几个人高兴 哼 咱们这个势力 是越来越大 啊 其实呢 咱们要跳出来说呢 这几个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势力 你别听着 也是侍郎啊 义郎啊 这个将军 那个校尾 在当时的朝廷来说 基本上都是贤职 为什么呢 他没有这么大的兵权呢 手里没什么人呢 想打曹操 其实是很难 只能说这几位 有心气 但离实际操作 还是欠一点 商量吧 正商量了 大门外边来串门的了 谁呢 西凉太守 马腾 喜欢三国的人 都会听我这个名字 马腾很厉害 在西凉 西凉可不是说 咱们现在说这个 离得多近多方便 当年他要来趟可不容易 西凉太守 在甘肃往那边去 他是进京述职 述职之后 准备回西凉了 走之前 上这儿 要见见国秀 马腾到门口这儿一说 在不在 我要串门 门口呢 已经得了里边信了 里边正开会呢 就告诉 谁来也不见 为什么呢 好 这么重要时刻 没有时间再聊天了 我们谈正事 我们要造反了 谁来都不见 谁一说 马腾 马腾要来 不见 就说我不舒服 好吧 编个瞎话 哎 这儿出来了 跟您这么说 国舅爷身体不舒服 病 马腾是武将 体气也大 一听就窜了 不能 不能 昨天我还看见了 他大宫里边 穿着新衣裳 系着新裤腰带 对吧 高高兴兴就出来了 他今儿就病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 你跟他说 就是我说的 见也得见 不见也得见 赶紧回来了 这个怎么办呢 这要见的 脾气还挺大 哎呀 行 您几位密室 密室你们上那玩去 我见见马太守 好嘞 这几位呼噜呼噜呼噜 都走了 打外边 马腾进来了 这一进来 一见面先上下 打量着 看看董成 看看你有病没病 董成有点不好意思 快坐快坐 哎呀 这个见趋危样 您修怪 见趋危样 见趋就说自己 趋体 客气嘛 加个见字 见趋危样 有点小病 这个实在对不起 快坐快坐 马腾坐在这 嗨 董成吓一跳 跟谁呀这是 看着他 马腾 我就 你记得吗 那一天 徐天涉鹿 曹贼 无法无天 我看朝中 无有人能除了 这个奸贼 就这一下 就给董成 宾在这 怎么说 对吧 这是个难事啊 他要是跟我们一条心 我说这都行 就怕这 我跟人 当朋友 我一说完了 他一喊 来人哪 捆着他 就坏了 对吧 拿我 轻功受赏去了 啊 哈哈 哎呀 这个 兄台 严重了 啊 曹丞相 郭之 动良啊 哈 下前排一跳 马腾不爱听了 他是 郭之 动良 他上妻天子 下压万民的 难为你 难为你是汉氏宗亲 怎么呢 你是国旧啊 你跟皇上沾亲去啊 你妹妹跟皇上是两口子 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嗨 就是跺脚 董成心说 这种脾气太大了 还让人说话 不让人说话呢啊 可是真不敢 跟人家掏心摸刺啊 尤其像这个事 说完之后 那有可能人间的大喜大悲 都是瞬间的 那来得可快了 当时翻脸啊 是是是 兄台所言极是 奈何这个事情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呀 这个话就 说得要巧妙 也不能上来 你怎么这样说呢 你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这话说了之后 按他来说 说得很周到 其实呢 是为了试探 这话说完了 马腾回头看看他 上下打量着 上一眼 下一眼 左一眼 右一眼 打量八八六四眼 董成心说 这是干嘛呀 爱上我了 这是怎么着 这么重看我 一拍桌子 马腾站起来 此处 我就不该来 什么 你这儿 我就不该来 说的话 站起来 往外就走 董国就过去 一把就拉住了 兄台 匡复汉石 你果实真心吗 先问一句呀 您别闹着玩 是不是啊 刚才跟我演戏 那不行 是不是真心 再回头 一瞧这马腾啊 眼圈都糊了 眼泪都快下来了 这个态度 这个眼睛 可以说是 恶狠狠的看着 那意思 你怎么还能 这么问我呢 而且他是个 武将粗人呢 你让他说了 多闷得冠冕堂皇 他说不出来 就一回头 四目相对 我就心说 我得跟他说实话 他要咬我 啊 说您别着急 我给您看一眼东西 有大怀里边 就把这雪招 拿出来了 刚才来的时候 不给那几位 都参观了吗 是吧 都看完了 一说这来人了 先卷起来 揣在怀里边 那几个不上礼物啊 上密室那儿 去游戏去了吗 他正进来 所以这东西在这儿 这才掏出来 打开了 这马腾看 原文上说 说马腾这个时候 就看雪招的时候 把牙和嘴唇都咬破了 三国演义上形容 说他满口鲜血 这个情绪激动的不行了 一边看 咬了牙切齿 满嘴的鲜血 看完之后 巴刘 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算我一个 我西凉的冰匠 愿意给你们使用 这是最关键的事情 刚才你们这哥几个 四十多的 五十多六十多的 你们几个老大爷 你们就是痛哭痛哭嘴 真打起来怎么办呢 人家这话说的根上 我西凉的冰匠 愿意借给你们用 话音刚刚落 大屏风后 呼噜呼噜 这几个都出来了 你好大地胆 一带招不能按照 单口相上那么处理 几个人出来了 下马腾一跳 哟哗 往下了啊 你这屋里藏这么些人 都很激动 先把这个 异状打开了 您瞧瞧 我们在您来之前 都签文字 你得让人家放心呐 马腾看了看 很感动 拿起笔来 把自个儿写上 西凉太守 马腾 算我一个 坐这儿数一数吧 永成算是一个 王子福算是一个 吴子兰 乌术 再加上重极 现在 又有了马腾 这是六个人 这就有人说 说咱应该凑十个 这不是我编的 您看看三国 三国就是 这几个人商量 要不要凑十个 凑十个人多力量大呀 哎呀 我就懂成摇了摇手 这个也不见得 非得在数量上取胜 所托非人 诸成大错 你要找这种 跟咱不一条心的 没有意义 说那怎么办 说咱们还得尽量的 拉拢一些个 朝中有用的人呢 让他跟咱们一块 干这件事情啊 大伙就想 说这个怎么样 这个不行 这人嘴不好 你跟他说了 他满大街喊 他受不了 说这个 这个没义气 跟他爸爸都不来往 挨个宅呗 宅来宅去 西凉太守马腾一拍桌子 啪 我又想起一个人来 董成说 你看看我这桌子 我这桌子以后啊 有个叫王海的 得送给郭德纲 就是那张桌子 现在在我们家了 其实卖的那个还好 我又想起一个人来 说谁啊 刘备 刘宣德 这个 你回去翻一份资料啊 说是啊 马腾提醒 这人行不行 大伙一琢磨呀 够呛 为什么呢 因为马腾说 这个汉室宗亲啊 皇上管的叫叔叔 大汉江山姓刘啊 他就姓刘啊 咱们几人 你看谁姓刘是不是 对吧 他姓刘啊 江山是他们家的 所以说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并且天子很器重他 挺好 这几人就说 未必 两回事 汉室宗亲多了 对不对 你要往哥上捣 汉室宗亲出去找去 多了没有 三万人也得有吧 姓刘的不有的是吗 对不对 不管用 而且来说 他上这儿来 你可别忘了 是曹操带来的呀 他走投无路了 他投奔着曹操 曹操把他救了 带到这儿来 对得很好 据说一天到晚找他喝酒 这不可信 商量来商量去 国舅说这样吧 咱别说死了 我去一趟 我见面跟他聊一聊 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如果呢 能跟咱们是一条心 咱就把他拉上 有了他 这个事更好办 他姓刘 传扬出去 这个事情 光明正大 根是正的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事 是村里边 王大爷挑的头 不管用 这有汉室宗亲 再有天子的雪招 一切都是名正言顺的 好嘞 大伙又商量一下 具体的细节 商量完了 分别告辞 回家 董承这两天 走心死了 尤其在家里想 我怎么面见刘备 我跟他说什么 多么透了 转过天的晚上 去见刘备 为什么白天不去呢 白天耳目多呀 你上那串门去了 保不齐 有人瞧见面 跟曹地说 他俩在一块了啊 他俩今天晚上吃饭 不带你 馋不馋 对不对 晚上去 晚上来到这儿呢 门口一说 哎呦 董国就来了 快请吧 就让进来了 来到里边 刘备 出了迎接 你看刘备 无论跟谁 态度都是特别好的 呦呦呦 快请 快请 让到里边去 说我有心里话 要跟您说 请您 平退左右 跟前没有人 刘备说 好 你们大伙该休息休息 该出去就出去吧 出去了 屋里边就剩他们两个人 刘备是多聪明的人呐 就瞧着 董成 有什么 见教吗 您有什么 要给我上上课的吗 您说说吧 什么事啊 这意思 还没说话呢 董成的眼泪就下来了 哎 哎呦 他先哭了啊 刘备看着 董成擦擦眼泪 哎 王叔啊 现如今 朝中大势 威 威 刘备聪明啊 您就记住了 不管谈什么事 别轻易发表了意见 好多人倒门就倒门在这 逞能 人还没说了 我知道 我懂 你懂个六啊你 你就听他说 让他说 他说的没话了 就该你说了 看着 江山威 那一日 许田涉鹿 曹子这许田涉鹿倒了没了 谁上来都提这茬 那一日 许田涉鹿 曹操 站在天子前边 接受百官的祝贺 我在后面 我可看见了 您的二弟 官云长 提着刀 要过去 杀曹操 您怎么还拦着呢 这句话打动了 为什么呢 刘备以为没人看见 确实是 这帮人在后头呢 官云长 第一刀 我滚 要杀 他这 拦住了 他也没人知道 他万没想到 董晨看见了 我就 怎么您 您在身旁吗 是啊 我在身旁 我看得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心里就知道 桃园弟兄 你们要杀 曹操 上回书咱们说到 够意思吧 因为你们这肯定是有人培训过 哎呀 你们忘了我也得记着呀 要不然咱们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东城 来找刘备 说那一日 许田涉鹿 我们亲眼得见 官云长 拿着刀 要过去杀曹操 是你拿眼睛制止了 我在旁边看得真真的 我在想 要是天下的人 朝中的文武 都像云长似的 何愁天下 不太平 夸了这么几句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啊 哎 我先赞美你 给你们摆到一个非常正义的位置上 但我话里的意思就是 曹操该死 他是这个意思 玄德一听这个话 是心里边咯噔一下的 不好回答 你说什么呀 是您看得真好 这个 您眼神不错 挺好 希望您好好保护您的势力 不像话 云长是拿刀要去 那我怎么点评呢 是拿刀对 是拿刀不对 是该杀曹操 是不该杀曹操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该拦着 我还是不该拦着 这眼瞅着就好几个问题 要不说做人难就难在这儿呢 想了一下 哎呀 这个云长啊 也是莽撞 这个曹丞相 乃是朝中的 栋梁啊 就您听他们说的话 其实每句都是废话 每句话都是可以来回的颠倒说 对吧 那个曹操是朝中的栋梁 怎么个栋梁呢 是好是坏呢 他这话能两说着 你要问好处听 确实是 全清朝野还不是栋梁吗 皇上都归他负责了 他想怎样就怎样 文武群臣 想升官的 人家一句话 想让你死的 一句话 朝廷是人家的 没问题 朝廷栋梁 但这个话潜意词 也可以说是把持朝政啊 他是大奸臣的 所以说 就干他们这个工作的 这个说话就是个学问 曹丞相 国之栋梁 说了这么句话 说完之后 等着国舅董成 董成半天没说话 这头啊 稍微有点往下低 猛人间再一抬头 眼泪下来了 宣德公 刘皇叔 我跟您 抛肝力胆 我跟你掏心窝子 这叫抛肝力胆 您跟我 躲躲杉杉 您对得起 天子喊一声 皇叔吗 这话就说白了 你看我跟你 我没有藏着掖着 好 您跟我这儿 静变气法了 那话里边 套着圈 晃来晃去的 你没有意思 你跟我干嘛 使这一套啊 对吧 您是谁 您是天子的皇叔啊 汉氏宗亲呢 你跟我大可不必 对不对 其实不能怪人家刘备 这会儿是互相猜门 谁知道谁呀 人家上来 发自肺腑跟你说了 万一你喊一句 你好大胆 这怎么办 不得不防啊 是不是啊 哎 这两句话说完之后 宣德没说话 刘备聪明就聪明在这儿 你激动 那是你的事情 你说什么 那是你的事情 我得踏实住了 看你要干嘛 这话说完了 董诚站起来了 那 你都对不起 天子叫你一声叔叔 说的话一伸手 又打怀里边 就把这雪昭套出来 往桌上一放 您自己看看 啊 刘备赶紧接过来 就扫了一眼 就看明白了 再瞧 董诚 这儿就解裤子 哎呦 我笑您太冲动了 还有一东西给你看看啊 把那义状套出来了 大伙那通讯录 启示的那个啊 塞裤子里边 看 往桌上一摊 刘夕赶紧接过 仔细看了看 就明白了 啊 这雪昭 此乃天子所写 让我懂成 召集一些个文武中 有雪性的汉子 拯救设计 您看看 连西梁太守 马腾在内 我们几个人 都签了字 你看看 好好好 刘备旁边就有笔 拿起来 写上自己的名字 左将军刘备 马上就签了个字 我就很感动啊 义工到地 怎么呢 这是最大的支持我呀 义工到地 为江山 为设计 说的话 深师一礼 刘备赶紧相掺 说此事 咱们 从长计议 简单客气了两句 国舅把这东西收拾好了 都揣得了 告辞 而去 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撕得明白一点 刘备 签字 说这里边有我 一带昭事件中有我 但是 刘备是不是发自肺腑的 要参与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说 汉县地 跟曹操之间这个关系到此时 对这个矛盾 是不可化解的 为什么呢 拿人来说 任何一个人啊 这个人生啊 他是有不同的需求 首先说 人需求的是什么呀 是生理问题 我得吃饱 我渴了 我得有水 我得是干净水 天凉了 我得有棉衣上 晚上 我得有个床吧 我得躺那 这儿不舒服 我得来个枕头 夜里冷 我得有被窝 这是人最基本的 生理需求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头一步 那么这一关过了之后 就是安全 安全需求 荒调野外啊 我也吃饱了 我也喝足了 我也穿暖了 这都没问题了 接下来 我得防着点大老虎吧 来一群狼 把我吃了怎么办 这不行 打这给我四百个土匪 拿刀给我剁了怎么办 这不行 我得安全 这是第二 要安全 安全解决了 哎呀放心了 我死不了了 那么接下来 他是有社交需求的 吃饱了 穿暖了 也死不了 没事了 我得交几个朋友吧 这俩练武术的跟我好 这说相的跟我也好 他需要社交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 需要尊重 尊重社交 尊重的需要 就在这社交圈里边 他们得拿我当回事啊 他是需要尊重 这些都具备了之后 那么需要的就是实现自我 我得有我的目标啊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是最高的了 按皇上来说 他要成就大事 文臣来说 我得升官 武将来说 将场上我得怎样怎样 有功名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顶级的需求 这是最后 那么把这个摆在这儿了 我们就看见汉贤帝了 汉贤帝留邪 就这半辈子过得不容易 他跟曹操刚认识的时候 他正是东奔西袍 连饭都没有的时候 您翻篇历史 你不管是三国演义 还是三国制 您去看去吧 那段时间 汉贤帝最要紧的是一口热饭 没有饭 没有热水 所以说这个对他来说 哎呀我得吃得饱 穿得暖 我很重要 而且那会儿 不管是李爵啊 国四啊 天下 刀兵四起 处处 谁都拿刀拿枪 憋着找着皇上弄死他 这就是前两点吗 这个安全 跟这个生理上的需要 这两个是必须需要的 那么遇见曹操之后 迎刃而起 解决了 吃着饱穿着暖 也穿着皇上的衣裳了 啊 很棒 很好 啊 而且有曹操的兵 保护着我死不了了 那么 这会儿是他跟曹操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可是再往后就是问题 怎么呢 皇上需要社交 我得有文臣 有武将 我得有这些人如何如何 我才能做皇上呢 那么皇上需要社交需求 这些人从哪来 你这个朋友圈是哪的 你的朋友圈就是你 挖曹操的朋友圈 天下是曹操的 你需要这些个 对你好的 了不起的这些个文臣武将 那人曹操了 你不得从那儿弄来吗 来来来 跟我来 跟我来 给我磕头 你们尊重我 对不对 他势必要架空曹操 他只有架空曹操 才能得到皇上心中满意的现状 曹操还不愿意呢 对不对 为什么会发生一代招事件 皇上知道 我从曹操那儿把人弄过来 什么叫文臣了 武将啊 这些个兵丁啊 我把他弄过来 曹操不会同意 我只能从我自己 有限的社交圈里面 找人帮帮 他有限的社交圈 就是国舅 没有几个人听他的呀 就是董成他们 需要你们出面 打跑曹操 或者杀掉曹操 因为曹操 现在是我的阻碍 他拦着我 实现我更高级的需求目标 所以我之前 我就吃碗热饭 有口热水 他的身上穿大棉袄 那个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 汉县帝与曹操之间 这种矛盾 它不单纯是矛盾问题 它是权力归属 和心态方面的 一个巨大的矛盾 这个东西是 谁也劝不了的 它最终结果就是 你死我活 它不可能说 谁给劝劝吧 德拉您往开手想吧 你别搭理他 这就过去 那过不去 所以它不可避免的 会发生一代昭事件 这是躲不开的 但是一代昭事件 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您记住了啊 这个历史不能假设 那你再假设 你除非就盼着曹子猝死 在当时那个过程当中 这些人处理不了 老天爷收的 老天爷让他得点什么病 砰一下他死了 这能解决 就单纯按照现地的想法 按照董承的主意 再加上内阁姐跟着一块 不管怎么喊加油 都不管用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第一 你这帮人不行 马腾是愿意帮你 他的兵在西凉 大队人马 有打甘肃往这来 这一路上会发生多少事情 他能不能在你最需要 用兵的时候 他的兵从甘肃 赶到河南 说可以啊 对不对 啊我这个 我在北极那儿 我还安排这十万人马了 人马快来啊 你就想象就得了 你说今儿子到 他到不了啊 那就等于没用 剩下这几个人 都是朝里的闲人呢 他没有用 他不掌握兵权 所以说这就是一时的冲动 那么对刘备来说 他知道这事成不了 他知道 他一看就知道 董承你们这事成不了 别看你叫董承 你应该叫董不承 为什么要签字呢 这么主动 人还没说呢 他就拿出笔来写上了 左将军刘备 我如果不签这个字 不认同跟你一起 我现在就是董承的仇人 曹操不会把我怎么样 董承会先把我杀掉 这叫造反啊 哥们儿咱一块造反吧 你要同意 咱们就是一家人 你要不同意 你是我的仇人呢 而且你知道了 你就不能活 刘备那多聪明的人呢 对不对 我必须要写上我的名字 先让董承不怀疑我 那我同意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那写完之后 曹所要知道呢 您往后听 您就会知道 刘备的心思 整个一代昭事件中 只有一个人最后 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就是刘备 为什么说诺大的天下 最后三分之一是他的呢 人拼 拼的是智力 就跟说相似的 我给孩子上课 我也这么说 有的老艺术家 人家不会背灌口 你倒录音 倒一辈子 你听不出一段灌口来 但是依然是大师 有的老艺术家 你听录音去 他一段都没唱过 他不会 他唱不了 不耽误成为大师 有的大师说话 还带方言呢 不是标准普通话 依然成为了了不起的大师 为什么 是脑子够 你站这 被四个钟头不带泪着 你顶多算是一个技术工人 对吧 人拼拼的是脑子 总成这就是 一时冲动 带着这几人要造反 你这几个人 他造得了反吗 这就跟干商演似的 我还准备 在传一帮说相呢 带这帮人全世界巡演去 咱们得看看呢 这里有谁啊 有郭瑜 行 鱼虽说爱闹也可以带去 有岳孙 可以 有孟州 有九辫 什么鲁朗 有高伦 这可以 这出去演去吧 应该没问题 所以一看这个人头 一看这个状态 刘备就知道 疼不了 另外咱们还要说点 提拜话 就是翻遍了中国历史 也查不出来 汉县帝 写血书这件事情 我翻过 我连资质通线 我都看了 历史我也看了 三国志我也翻了 没有 唯一历史记载 说这雪带昭 皇上写的这个 只是 董成 称寿 你要记住 这称寿 称 自称 寿 就是他说的 有有限的文字 写的这个 这段故事的时候 都说了 董成 称寿 现帝给的这个诏书 就没有一个证据说 皇上给他写了 都是他自个说的 哥们 皇上可给我写信了 皇上给我写了 皇上他自己说的 所以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这个说三国难就难在这 为什么我爱说辽斋 不爱说三国呢 辽斋我怎么说都行 哗 飞起来四十五米 大妖精 明儿忘了 飞起五十二米 没有区别 我怎么说怎么对 对吧 我说妖精掉地 便宜老太太也行 便宜老头都行 但这个 有的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演绎 终归是演绎 怎么跳出来 跳到外边来 再把这个事情 咱们得说清楚 当时大概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只不过 刘备聪明 刘备是多灵的人呐 凭什么人家 以后上四川当皇上 那些酸辣粉都是他的 是不是 这说完了 我就告辞 走 家里边 刘备坐在这 就想这个事 关张二弟 都过来了 得问问呀 大哥 刚才董承来什么事 刘备也不瞒着 他来说的是什么 怎么来怎么去 如何如何 把事全说了 哦 这哥俩这点好 就听大哥了 大哥让干嘛就干嘛 您看 咱们之后呢 刘备点了点头 刘备说我要给自己 立一个flag 那flag呢 就是打精气啊 你们哥俩看着我 我就不出门了 我不出门了 我在家待着 哪儿我也不去 谁叫我喝酒我也不去 什么事我也不参与 为什么呢 刘备就琢磨这个事 不是好兆头 从哪儿看出来呢 从董承身上 第一 这么大的事 你逮谁跟谁说呀 上我这儿串门来 我要给你个画瓣也行 连画瓣都没有 自己一激动就说了 就掏出来给人看 他能跟我这样 他就能跟别人也这样 他说的这些人里边 但凡有一个人动动脑子 这事就完了 曹特要知道 那谁也活不了 二一个就这封异账 每人都签名 造反最要紧的事 就是保密 他这上面什么都有 这落着曹子手里 人就点名了开始啊 赵三李四的好家伙 手机号地址 你们都写上了 二维码都画上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咱们要谨慎 咱们随时找机会 要离开这里 另外呢 这个谁找来 你们就替我挡着 我就说我在家呢 说您不出去 不像话 您在家谁来串门 不见 那什么理由呢 哎 刘备想一主意 不出去不要紧的 在这个后院 开了快递 跟这种菜 这是三国里边说的 天天跟着种菜 摆上这个 这时间长了呀 关羽张飞就 看不下去了 天到晚的这个 公事也不办了 也不出门了 什么都没有 刘一睁眼 大哥就扛着厨师 就出来了 今天没有事啊 现在去旁旁地啊 哥俩站着看着他 看着看着也问 大哥 这个咱们哥撒 桃园结役以来 您一直说 树雄心力壮志 解救天下苍生 您现在怎么 种了菜了呢 这怎么解决天下苍生呢 刘备勒来 行吧 大哥说了 就是呗 但是关张 没事的时候 还出去 得练练武啊 俩人武将啊 有时骑着马 到郊外去练武去 这一天 关张不在 刘备这府门以外 来人了 两员大将 徐楚张辽 带着十几个人 这就进来了 要面见刘皇叔 直接就到后院了 你瞧 皇叔这正忙着呢 一出二出练三出 刨到了底层 不用出 正忙着这 这一回头 来了参观的了 徐楚张辽过来 彭叔 二位将军 快坐 丞相 让我们来请您 过府议事 什么 曹操叫去 哎呀 你看看 心说一身土 好 二位先回 我收拾收拾 即刻就来 哎呀 丞相说了 让您马上就去 刘备原来想的是 等会儿 因为什么呢 二弟三弟不在 等他俩回来 我们仨一块去 有这哥俩在 我还踏实点 说想撑一会儿 没想到 人家就说了 不等 现在就跟我们走 玄德这心 就到了嗓子眼了 第一件事 就想起来 一带招 亲说 董国舅啊 董国舅 你是不是一激动 又满出去找人去了 对谁跟谁说 这事传到曹操那 完了 如果 真是因为这个事 曹操要找我 完了 我这条命算扔到这 这琢磨着的 张辽跟许首说 方叔 咱们走吧 丞相等着您呢 哦哦 好 我换换衣服 咱们就走啊 这洗手啊 刚才种地弄一身泥啊 洗不洗吧 换不换吧 想拖点时间 等着关羽张飞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这哥俩玩命催 说咱走吧 好好好 咱们走 咱们走 这跟着二将出来 敢奔曹操这 这一路上这心 都到嗓子眼了 眼瞅着来到了相府 往里边一进 曹操迎出来了 仰天长笑 哈哈哈哈 到了关键的回幕了啊 要青梅猪酒论英雄 刘玄德 来到曹操这儿 一见曹操 曹操乐了 哈哈哈哈 啪 不是那个啊 这个啪 是抓住了刘备的手 拿手一指 刘备 你好大地胆 曹操这会儿是 王子福附天 拉着刘备 就往后边走 刘备这心哪 他这儿啊 紧闭着嘴 怕吐出来 在嘴里痕着呢 有打前厅 一直就拉到了后院 来到后院这儿 曹操这才一松手 哈哈哈哈 你干的好事 刘备都快跪去了 我错了 我上他们当了 还没等说呢 曹操就问了 天天种菜啊 这都对上了 你干的好事 人家种菜呢 是吧 这就对上了 是是是 这个刘备无能 种点菜 也算是陶冶情操吧 哈哈哈哈 园中青梅熟了 我这个园子里边啊 你看我那树了吗 种的那青梅熟了 我请您来 多谢丞相 那一年带兵 正张秀 行至中途 兵俗们口渴 是我灵机一动 说到你们看呢 前方支头累累 青梅熟透 咱们过去 吃点青梅吧 兵俗们一听啊 口内发酸 就把这茬 褶过去了 打这儿起 还留下来 望梅止渴 哈哈 是是是是 曹操说这是真的 你到今天 咱们有这成语吗 望梅止渴 不也是吗 哎 渴了渴了 前面有卖蜂蜂的 啊 到前面一人横一块 是吧 谁在说渴 那蜂蜂蜂谢你 是不是 那都不重要啊 聊会闲话 来吧 快坐吧 在曹操这后院里边呢 有一亭子 亭子当件 摆着案子 哎 这儿有这个 摘下来的青梅 旁边呢 有这个煮酒用的东西 铜的 哎 这叫铜方 啊 确实是四方的 金字边 一个方才的方 就是装酒的器具 就这一个呢 大概能装个 六斗左右的酒 一斗 一斗差不多十升 一升有这么 一点五公斤左右吧 反正这不少啊 打好几十斤 上百斤 这么一桶玩意儿 煮酒 为什么煮酒呢 汉代这个酿酒的技术 不发达 不像咱们现在 和过滤了 一遍一遍 那酒很清澈 当年没有 我估计就跟那个 胡辣汤差不多 也容易馊 也容易酸 这样的话呢 它加热一下呢 口感也好 还能过滤 是这么一个原因 那个青梅呢 是当下酒的菜 啊 那不是说 一想青梅煮酒 就是 那这个青梅煮的酒 应该不是 我理解应该不是 反正后来有 拿青梅酿酒了 那是另一回事 坐坐坐坐 哎 坐这了 刘备这心呢 在这儿啊 但是表情上 还得很淡定 很坦然 曹操看看呢 哈哈哈哈 宣德公 丞相 哈哈哈哈 今天是个好日子 青梅也熟了 啊 酒也煮上了 难得清先 孟德 要跟宣德公 咱们好好的聊聊天 哎呀 荣幸 荣幸 哈哈哈哈 清清清清 咱们现在说 这就相当于下午茶 不是正经吃饭啊 煮点酒 摘点青梅 弄俩凉菜 聊会儿天 是干热的 坐着聊吧 聊宣天 一般聊事 其实都是有目的的 但是聊事 没有一上来 就直接说 您家来朋友不也是吗 挺好的 我看你最近气色不错呀 啊 好久没见了 那天我看见咱老同学了 谁谁 怎么怎么样 他们还串闲话了 啊 说到贵后 你借我两千块钱吧 啊 这非得这样 对不对 你要说这微信直接喊 你明日在不在 我找你借钱去 那就不回你了 啊 聊闲天 这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去草草 大军事家 政治家 大诗人呢 那不是说您看京剧地方戏 抹一大白脸 这曹子就那么奸诈 不是 那么奸诈 最后能得了天下吗 你聊心天啊 也随便瞎说呗 哥俩聊天 做诗了没有啊 啊 曹子说我做一诗 你听我这个 难难难倒的拳 不对之音不可谈 对了之音谈起句 不对之音 刘备说 这不是刘备说 这是你们说的 你也来一个吧 刘备说我给您对一个啊 听我这个 马兽毛肠蹄子肥 儿子偷爹不算贼 瞎子也娶个瞎子奶奶 老两口过了多半辈 曹子说了 谁也没看见谁啊 那天你们在是吧 说着玩聊闲天 这个种菜好玩吗 刘备说好玩 喜欢啊 都种什么了 种西兰花啊 那天都是有西兰花嘛 种糖蒜啊 种烟螺呗啊 说呗啊 种菜有什么心得没有吗 刘备说有 最近在研究向日葵呢 向日葵有什么可研究的 啊 丞相 您想这道理啊 这个为什么叫向日葵呢 曹子说 他跟着太阳走啊 对啊 由东往西跟着太阳走 太阳落山之后 他回头不回头 这对啊 种着一片向日葵 跟着太阳 太阳下山了 这帮怎么办 一块回来 刘备说 您琢磨琢磨 你要半夜走到这 他突然回头 你害怕不害怕 哦 对对对 你反正瞎聊呗 诚乡啊 就跟您在一起工作 觉得很棒 长知识啊 您有什么要发 教导教导我呀 我好好学学 老子说没有什么呀 人活着可不就这点事呗 好好工作啊 好好上班 是不是啊 人活一辈子也无外乎就是 专业和人品 这点很重要 专业决定你的存在 人品决定你的人脉 剩下的就是这个 等待了 对不对啊 哎呦 您说太对了啊 这句话我得记上这儿 您说太好了 嗯 这儿聊着天 说着话 喝着酒 一会儿的功夫 闹天气了 就远处 阴云密布 跟前伺候的那几个人呢 就赶紧过来 丞相您看看 那儿有龙挂 龙挂 你说这个您就糊涂了吧 哎 我用简单的话告诉您 您看那龙卷风 那离这远处 哇啦啦 上了下下的啊 龙卷风 古代人都不懂啊 他哪知道什么叫龙卷风啊 他以为是有龙在那儿 要下雨呢 我说您看看 龙挂 在亭子里嘛 曹操就站起来了 刘备也站起来了 俩人站着亭子边 往外看 曹操点点头 嗯 龙这个东西很奇怪啊 可大可小 可隐 可藏 人都说 拿龙 是比作英雄啊 玄德公 丞相 您是个了不起的人 走过南 闯过北 火车道上压过腿 对不起啊 有人说这是曹操说的吗 我一说您一乐 别跟我较真儿 说像是没有文化 我觉得他那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得捧两句 走南闯北 经得多 见得广 天下的英雄 您也都见过 刘世军 宣德公 黄叔 丞相 丞相 你说说 天下 都谁是英雄 要在综艺节目里 这就该出音乐了 谁是英雄 曹操故意这么说 谁是英雄 这个话出了口 入了刘备的心 就在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事 像这种对话 这种聊天 他不是聊天啊 不是说郭德纲 于谦坐在一块 他在那胡说 我这一乐就完了 不是那么简单啊 一个字 一个表情 就会暴露你的所有 就被这赶紧喊 被财书学浅 承蒙 丞相庇佑 在此吃晚安乐茶饭 我哪见过什么英雄 会说话 我任门都不是 就是您疼喝我 叫我来了 在这儿 我能吃完饱饭 很知足了 英雄没见过 不知道 草草乐了 您过谦了 知道他是客家 您过谦了 纵使 没见过 听你总会听过吧 说两个听听吧 这就是几个人 没见过 没见过 不要紧呢 对吧 你听还没听过吗 对吧 你再说没听过 那就欺负人了 说说吧 刘卫乔这关过不去了 不说不行啊 淮南 原树 此人可称得起英雄风 原树可以 曹斯乐了 哈哈哈哈 种中枯骨 何止一提 种中 本里边 枯骨 皮肉都烂没了 剩了那股头架子 你说他之前吗 本里边的枯骨 对不对 一铁锹就完 不算英雄 几周 袁绍 四十三宫 门声固吏 遍地都是 可算得 英雄 佛 袁绍 所以刚才那种中枯骨 是哥们 不是一个妈 但是一个爹 之前咱们介绍过 咱们不再说了 这也太复杂了 袁绍 曹子回头看 看看 色力胆薄 什么叫色力胆薄呀 你看这个脸上啊 杀七个仔八个 比谁都横 那个胆比谁都小 色力胆薄 欲大事而惜命 沾小力 则忘死 说袁绍 什么意思呢 正打仗的 马上要突围 只要出去了 天下就是你的 都准备好了 他想的是 往外一跑 我这个鞋 会不会摘上土 这是 甭大事 小事呢 零下四十五度 水面上 漂着三毛钱 他得拖一光网 下河捞着三毛钱去 就是这么个祸 当然你 曹操没那么说啊 这是我用我的语言 给您解释 您就知道 袁绍这个人了 你果然后来干的事 都是这个事吗 所以 不算英雄 雪棋方刚 江东领袖 孙策 孙策呀 很厉害了 这算不算英雄 淘瘦撇撇嘴 仰仗复威 他没能呢 拿他爸爸说声 不算什么 这也不行 人称八郡 刘景生 刘表啊 不知一提 我早晚得灭了他 一周 刘继瑜 刘章啊 刘章虽为汉氏宗亲 不过守护之权 汉氏宗亲 皇上本家 在我心里边 看家的狗 张秀 张鲁 汉随 打酱油的 不知一提 哦 还有吗 实在是没有了 眼睁就是 市面上摆着呢 就是这些位了 说得出来的 你再让刘备说 刘备也确实说不出来的 曹操乐 一转身 面对着刘备 天下英雄 为使君与曹尔 天下英雄 就是你跟我 刘备这会儿啊 正拿着筷子 正要加这青梅呢 不好加 滑溜 正要加 还没加 他那来这么一句 看着你啊 天下英雄 为使君 五曹尔 这句话一出口 刘备手一软 这筷子 啪啦就掉地上 害怕吗 害怕 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曹操在捧我 曹操说我是英雄 他为什么要说我是英雄 这个你看啊 我不知道您听别人说说 怎么介绍这一段的啊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 要分析的话 刘备很难 曹操现在是完全是好 为什么叫我喝酒来 为什么又说英雄 就是咱俩 这是捧刘备 捧你 你接着不接着 你是个英雄 好嘞 别人都说我不信 你一说 咱们老哥俩就是英雄 除了你就是我 咱俩是英雄 你瘦了啊 你要瘦了之后 曹操一定会对你非常好 因为你就是曹操的人了 吃香的喝辣的 传绫罗绸缎 要怎样就怎样 但是比如过些天 曹操跟你说了 接下来准备废掉 汉献帝 请你站起来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你是汉室宗亲 皇上本尖 这个仁义道德 是你刘备的人设 你同意了 你的人设就崩塌了 那么刘皇叔除了人设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 他唯一拿手的东西就是这个人设 仁义 你同意了 那就完了 那你要不同意呢 你在曹操这儿你就待不下去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所以说今天曹操一说这个话 刘备真没办法 确实心里面一机灵啪啦一下子 筷子扔了 就在这会儿与此同时 卡 一个炸雷 刘备借着这雷 把这雷跟刚才这筷子搁在一块 哎哟 曹操乐了 一阵之危 何至于此吗 一阵之危 一个猴阵的威风 当时这个环境太紧急了啊 我给大伙撤下这儿了啊 一阵之危 打个雷你至于吗 哎 不是剪筷子 很尴尬 哎呀 恐生人 尚且害怕大雷下雨呢 何况玄德 哈哈哈哈 折过去了 不再提 你刚才说那个 说我是英雄 说你是英雄 人就是这样嘛 在你尴尬的时候 不要迎着上 你也说不清楚 你也说不明白 说明白之后 对你来说不利 就赶紧找一茬 把他差过去 啊 就这伙的功夫 有大圆子外边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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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喝酒去了 那哪成 我们得去 我们得保护 这就跟着来了 到这人门口拦着 哪你这推门就进呢 是吧 你进园子还得有票呢 是吧 俩人不听 推推嗓嗓 这就进来了 这帮人跟着 来到里边 到亭子这 曹操一回头 看见了 哦 二位将军 别来无恙啊 再一看呢 大哥在那站着 就知道没事 他俩人的状态 官长爷说 文婷兄长与丞相饮酒 我弟兄特来 武剑助兴 打桃圆三结义 到今天 官长爷这是第一句 特别多的词 那您哥俩喝酒呢 我们俩人来 武剑助兴 在那个年头 冷兵器时代 武剑助兴 很失心 您看三国 还看好多 不都有这个吗 那喝着酒了 也没有什么娱乐 来吧 拿出剑来 耍一耍 捂一捂的 大伙都高兴 冷兵器时代性 后来就没有了 草草乐了 哈哈哈哈 此处 不是鸿门盛宴 何用想壮想博 没有比人家聪明的 我叫你哥哥 就是来喝酒 不是鸿门宴的 出汉相争 鸿门宴 范增出的主意 相装无限 意在佩宫吧 樊快保驾 不是那个时候啊 哎呀 此处不是 来来来 给两位樊快满酒 有人过来 也敬酒 这喝了几杯酒 刘备告辞 老子说 那就改天再聊吧 这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玄德这心里边 七上八下 为什么呢 今天发生的事情 有点诡异 就说明草草这心里边 有很多想法 此地 不亦久留 当天没事 转过天来 起床 刚起来 来人报告 就跟您说一声 曹丞相 又请您喝酒 上文书咱们讲到 有时你们大伙说着齐 我就高兴 就怕有想起来的 那就大杀风景了 大伙得保持一个智力 上文书咱们讲到 曹操刘备 两个人在一块喝酒 这叫青梅煮酒 论英雄 头一天就算是 折过去了 回来之后 刘玄德这心里边 挺嘀咕 为什么呢 跟曹操所聊的 每一句话 其实都让人很后怕 听过上文书的各位 您也想一想 就他们俩聊 第一先聊的定场诗 第二聊的向日葵 这都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这不是人俩人说的 这是我说的 把这个说完了之后 他们俩人谈论天下英雄 刘备说一个 曹操否一个 说到最后了 天下谁是英雄 韦时俊 与曹文 要是你跟我 刘备吓一跳 手里那筷子 啪就扔了 很好 赶上大雷了 算把这茬解释过去 待会儿 关张二将来了 说了会儿闲话 这才回来 回到自己的住处 哥仨关上门 把今天事说了一遍 这哥来的觉着 咱们得多留神 曹操不好惹 当天过去了 转过天来 曹操又派人来 说请玄德公 过府饮宴 昨天不喝了吗 今儿还让去 像这个呢 无论是谁都能想到 它无外乎是两个结果 第一就是真好 还有一个就是 头天我憋着害你 没害成 被耽误了 没说你还来 我还得害你 天下事就这么两种呗 对不对啊 这一说又请咱们去喝酒 刘玄德坐在这 就愣了一下 旁边这哥来 你看我我看你 你看这哥仨感情 是特别的好的 真是发自肺腑的 尊重大哥 也不说话 就看着刘备 刘备把这头低下来 琢磨了半天 一抬头 看看他俩人 仨人对视 张飞乐了 我明白了 都说张飞粗鲁 其实按照咱们这套书来讲 咱没说过张飞粗鲁 只不过是愣 有的时候干的事想不周到 但是历史上的张飞 那是能文能武 写字还写小凯 画画画美人呢 对吧 那不是闹着玩的 不是你想戏台上那样 出于愣头惊 特别愣啊 这抄家伙打人 他有过这个事 但是不像您想象的那样 张飞看了看大哥这表情 我明白了 昨天他跟您论英雄 您无意中手中的快竹落地 天上打雷了 您拿这褶子去了 您是看今天天气情和 不闹天气 不下雨 打不了雷 不要紧的 我跟您去 他在问谁是英雄 我打屁股你扔筷子 这也不像话 刘备点点头 二位先帝 没事 兵来将党 水来土屯 咱们走啊 好嘞 好嘞 哥俩保着 一起就来在了 曹操的府邸 来在这了 还是聊闲天 其实为什么曹操又找他呢 曹操的本意是要跟他好 愿意增进感情 两人交交心 是这个意思 这聊了会儿 闲天 刘备呢 回答的也非常谨慎 不管是表情 微动作 都让对方过得去 不能让对方多想 本来曹操就善猜多疑嘛 这刚说了几句闲话 刘打外边 进了一个随从 就在曹操的耳边 嘀嘀的声音说了几句 曹操一抬头 哦 满先生回来了 快快有请 一说满先生呢 刘备就知道了 满宠回来了 往门口一看 一会儿的功夫 又打外边 满宠进来的 风尘仆仆 进来之后先见李 见见曹操 又见见皇叔 快坐着吧 这坐去了 有人呢 给倒了杯水来 坐在这 曹操就问 怎么样了呀 欺命丞相 公孙赞 死了 干嘛去了呢 两军阵前 探听虚实 袁绍 打公孙赞 公孙赞呢 当然不能让他打了 可是天下的事难说得很 你怎么对待 进犯的兵将 公孙赞 公孙赞想了一办法 他盖了一楼 叫义精楼 荣义的义 京成的京 在里边堆满了 基因财宝 粮食 草料 烤串 腰子 国普蜜饯 他爱吃的东西都堆好了 连孩子带媳妇 全都在这待着 他那意思 我在这不出去 袁绍乐坏了 那就堵着家门打呗 对吧 人家带着兵就来了 这一打 公孙赞说这不行 万一给我哥子这出不去 我得写点信 请朋友帮我 头一封信 就写给曹曹了 没想到送信的半路途中 让人家袁绍给劫着了 干嘛的 送信的 拿来看看吧 请 你看 哗哗哗 给撕了 也没成功 公孙赞跟楼上等着 怎么还没来人呢 我再写封信吧 又写了一封信 写给张燕 张燕派兵救我来 这信又去了 又让这个袁绍结住了 袁绍一瞧 前期日子来了一个送信的 这又来送信的 你这是给谁 说给张燕 你认识我吗 我不认识 我叫你认识认识 打个一瞧 也是这个 他跟人商量 你们来吧 你们来呀 你们大伙想个办法 怎么救我 来的时候 你们夜里来 举着火把 我就知道是你了 这样就行了 袁绍一看 那咱们去吧 通知咱怎么去了 带着兵来 三打五打的 他更不敢出来了 不敢出来 在楼上待着 这怎么办呢 袁绍说不行 挖地道吧 挖地道 打碗挖地道 一直挖在这楼根底下 挖透了 那还打什么仗啊 公孙赞没办法 拔出剑来 连媳妇 在孩子 骑着咔嚓 全杀了 自己最后 上吊死了 大队人员 大队人 所有这一切 全归了袁绍 这是蛮宠 探听来的消息 把这话一说 刘备坐在边上 眼泪下来了 有人说 刘备这哭是家常便饭 他倒是总哭 哭可是哭呢 假的居动 很多时候就是表演 给大伙看 一看这情况不妙了 该哭了 刘的爷就开始了 戏经覆提 他跟人一哭 但是呢 有限那么几回啊 是真哭 你比如说今天 哭公孙范 就是真哭 他俩人啊 从小就认识 15岁那年 在一起上学 同窗子友谊 老同学 俩人很好 而且呢 刘备这种人 别看他汉氏宗亲 但是因为从他父亲啊 再往后这些人呢 已经跟朝廷 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不过往上倒 倒多少辈 和皇上是本家 他这什么都不是了 为什么两军阵前一打仗 人家一骂他 说你知习饭驴 你们家知良型 卖草鞋的 还是这个出身 在那个年头 这个出身 他不能做官呢 当年也没有科举 科举得到了隋朝啊 杨广他爸爸他有呢 隋文帝杨建 那会儿才有的科举啊 所以他没法做官 只能是有人推荐 那么推荐他的人 就是公孙赞 这些年来 公孙对他真好 而且从来是 单方面的对他好 人家没求过任何回报 刘备老想 我得对得起我大哥 我得回报他 等我统一了全世界 我给他买糖吃 他也没统一了全世界 公孙赞就死了 所以这会儿 刘备眼泪下来了 抛开别的不讲 此时此刻 这痛哭 我个人认为 是发自肺腑 真情实义 真难过 他这擦眼泪 曹操想的跟他就不一样 曹操想的是什么呢 现如今 袁绍胜利了 这个不好 我本来希望的是 公孙赞 跟袁绍 两家开打 他们打的时间 越长越好 把这个战线拉开了 到最后 他俩谁死谁活 不重要 欲奔相争 我愚人得利 这么快就结束战斗了 而且所有的粮草人马 都归了袁绍 这对我来说 不是好事 况且 袁绍有个弟弟 叫袁树 袁树在淮南 虽然说哥俩不合 哥俩是一个爹 不是一个娘 这叫隔海的兄弟 他俩不合 但是帕子就是 终归俩人是有血缘关系 一个父亲呢 如果他们两个人 冰河一处 降打一家 袁树袁绍 两家要联合了 对我来说 是个大麻烦 哎呀 琢磨这个事 满先生 丞相 淮南袁树 如今怎么样了 袁树倒不太好 您看他哥哥袁绍嘛 现在行了 春风得意了 公孙赞的人马都归他了 很好 但他弟弟不行 他这个人 交涉妄为 交涉 又骄傲 过日子呢 大手大脚 办事谁也不听 很狂妄 胡作非为 他现在这毛病不好 导致手下的大将 离去了很多 听说他呢 身体也不太好 据传说 他是准备 让他哥哥 当皇上 这个袁家呀 在袁树这儿 手里有传国的玉玺 前文书咱们曾经拿过将近半集的时间 给大伙介绍这个传国玉玺 系统的咱不说了 您要想知道 您往回倒 但是这个东西后来就落在袁树手里边 所以 他才准备要做皇上 做了一段时间 觉得这皇上不灵 心说我这不是皇上 必食我这是 那怎么办呢 得了 让我哥哥当吧 他就跟他哥说了 您当皇上吧 然后这个处处的 您保护着我 袁绍说那可以 那你把玉玺拿来呀 终归咱俩是哥们 所以现如今有这么一个岔头 蛮宠一说这个 曹子这眉头皱在一块了 这可不好 万一二元要是连了手了 对我们来说 麻烦就大了 这可不行 还有什么细致的消息吗 蓝宠说 我已经让人家在查着 据说 袁树在整顿人马即刻 就要兵进徐州 为什么要兵进徐州啊 打徐州那往这边来 就奔许昌了 所以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来跟您说 也是要说这个 曹操点了点头 就这么一挫神的功夫 刘备站起来了 丞相 不能让袁树投奔袁绍啊 那哪成啊 宣德不才 愿讨一支令箭 将那袁树首级献上 我请令 您让我去 我来干这活 哦 哈哈哈哈 曹操很开心呐 好 好好好 那么 有劳 刘诗君 曹操几乎没过脑子 因为在他心里边 他觉得刘备是我的人 当初很落魄呀 我收留了他 我带他来的这儿啊 我带他见到皇上 皇上才喊到叔叔 对吧 这几二连三呢 我没有喝酒 我又请他吃青梅的 所以说下酒刺寒沉点吧 咱们俩聊得很开心呐 对不对 他一定是我的人 曹操是这么想的 好 有劳刘诗君 转过天来 上殿请旨 见皇上 其实呢 这是一个程序的问题 按说不用 按说不用 他自己能做了主啊 还在乎这个吗 可是表面上文章 还是要做的 面前汉县帝 跟皇上说了 玄德要带兵去徐州 征讨元术 为国报效 这来请旨来了 所谓的请旨 其实都安顿好了 曹操安顿完了 让刘玄德带着五万人马 带着官章二将 还给派了俩人 朱灵陆昭 两位将军陪着一起 上殿来走个形势 皇上也不得不批了 当殿上又把帅印 给了刘备 往外送的时候 皇上眼泪都下来了 叔叔你要早回来用 他不能这样说呀 只不过气氛太沉重了 我就说这意思是 皇上不希望他走 但是没有办法 刘备压低了声音 陛下安心 臣自有安排 您踏实住了 都有我呢 打这儿出来 收拾东西 转天 就发兵 干嘛那么着急呢 一天都不能等 池则生变 这儿都收拾好了 转过天来 带着几员大将 率领着五万人马 尤打许都出来往外走 走到十里长庭这儿 有人来送行 国舅董城 董城挺不愿意让他走的 为什么呢 马腾回去了 整个这单子上 就这么几个人 就俩有用的 都走了 剩下那几位 跟着吃庆功宴还可以 干活不灵啊 在长庭上 拉着手 你可别忘了 万岁的那件事情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好好好 两军阵前多多的保重 国家大势 全靠皇叔了 这儿说完了 又安慰安慰董城 大队人马 兵发虚众 他这兵刚走 曹曹那屋就来人了 成谕 国家 两大谋士 两位一进门 看过说相了吧 听说大贝贝走了 怎么让他走了呢 两人进门 得直跺脚啊 成谕说 您怎么让他走了呢 之前我就劝您 把他杀了呀 您不听我了 您非得留着 国家在旁边的 不杀也行 你也别放了他呀 不杀就不杀 留着他 您怎么让他走呢 曹曹说 我 我不是这么让他走的呀 我还给了他五万兵呢 国家看看成谕 成谕看国家 心说叫换二一个人 我们就得骂出声来 还给五万兵呢 哎呀 给五万兵 那谁 朱陵鲁昭二位将军 也跟着了 那管什么用啊 那俩能活着回来就不赖呀 您怎么 哎呦 您怎么能让他走呢 曹曹道听圈 那让他回来吧 那他能回来吗 试试呗 你们俩说的有道理 跟我想的差不多啊 差不多你能让人走啊 徐楚 喊徐楚 你旁边假叶子哗愣愣 徐楚来了啊 参见成乡 带五百人 先去追赶刘备 让他回来 说我找他有事了 他里根 徐楚带五百人 追那五万多人去了 那已经出去了 这一上路 刘备就吩咐快快快 越快越不嫌快 赶紧 关于张飞还问呢 大哥 干嘛那么着急 哎 你们哪知道 咱们这一走啊 哎 鱼游大海 湖上高山 熬鱼吞了 金沟吊 摇头白尾 再不来啊 咱们这走 咱们不回来了 啊 这天天 我是怎么想的啊 我跟你们念头着 一边走一边说那些事 还得留神 啊 怕他反悔 正说着呢 后边报信的来了 哦 徐楚将军追来了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后悔了不是啊 来吧 先安营扎寨 把人马安顿好了 请徐楚到营中回话 徐楚过来了 现在客气客气呗 辛苦了啊 辛苦辛苦 不客气 快坐快坐 坐下了 将军一路封尘 为何而来啊 问徐楚 呃 丞相让我请你们回去 为什么请我回去 哎呀 这个 征战虚州 十分辛苦 回去休息 还没到呢 也没打仗啊 这不刚出来吗 啊 不是 我也不知道啊 徐楚愣啊 反正是让我找您来 让您回去 哈哈哈哈 刘备勒 现有天子旨意 丞相口谕 并且你往这儿看 拿手一指 帅印在此 自古老话说的呀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就是大将军出去打仗去了 皇上来圣旨了 说今儿别打仗 今儿你们休息一天 大伙儿炖肉吃 他就得告诉皇上 你别瞎掺我 这儿的事你不知道 我们先打仗 回来之后再解释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所以说 您回去替我转告丞相 就说 玄德一定不辱使命 我一定历见你 原数 许楚我就琢磨这事啊 人说都对 圣旨也在 丞相口谕也在 对吧 帅印也在 他跟丞相又好 就说天天喝酒 别看没菜 狠个酸梅也喝 他俩太好了 他叫他回去 他说他不回去 他得打仗去 他也没告诉我 说不回去就捆上啊 那可能也是 可能就是问候问候 嗯 好好 宣德宫为国中心 啊 这个太棒了啊 辛苦吧 好 回来 回来咱们喝酒 回来喝酒啊 骑着马回来了 呐 带着五百人 人家这儿 拔营起债 快快快 跟飞一样的 万人马 直奔徐州 徐楚就回来了 啊 挺高兴啊 带着五百人 这个 很顺利的完成任务 送去了曹丞相的祝福 啊 回来了啊 告诉这五百人 好好好 坐回去吧 没事啊 呃 呃 丞相在哪呢 有人说 丞相在 厅里边那 议事呢 跟几位军士 好 展开了 不要面见丞相 有人进去给通病 呃 丞相 徐楚将军 回来了 曹子挺高兴 好啊 哈哈哈哈 这就行了 啊 等他看着进来 是来几个人 啊 要是 连刘备一块进来 说明刘备没有问题 啊 进来吧 又打门外边 徐楚进来了 曹子还往后看呢 啊 一瞧后边没人 回过头来 看个国家 看个成语 仨人一拍巴掌 耶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请教各位 你们都会抢答了 哈哈哈哈 徐楚回来了 哎 你看 灵不灵 一句话就得到家 徐楚回来了 曹子 郭家 成语 仨人一拍手 耶 怎么呢 一日回来了 没成功啊 没说话 徐楚来了 刘夯书这份的 他说他保证完成任务 给刘备点赞 老子我看看 你累了去吧 好 谢谢丞相 再让我送信 我还去 你出去 你出去 这儿出去了 屋里边这几位呢 你看我 我看你 除了这个 国家呀 寻狱呀 还有别人了 都在这儿了 成狱呀 这些仙人们都在 曹子 手脸常人 好尴尬 我会看错人吗 会 会看错人吗 大伙就劝 你也别着急 咱们看看 看看他 到了徐州之后 倒是怎样 事情别说太绝对了 哎呀 曹子说 这话我爱听 也许到那儿 凯旋而归 宣德带人回来呢 是不是 等着吧 他这等消息 刘备带着人 可就兵进徐州 徐州这儿有地方官 徐州刺史 叫车咒 咒 就是假咒的咒 咒是当 头盔甲 两军阵前 配着铠甲 戴头盔 这盔叫咒 他叫车咒 他是曹操的人 这一听说 来的五万曹兵 刘皇叔带着 到这来 很高兴 亮队相迎 到外边接 接完了回来 坐在屋里边 见了礼 客气话说完了 得讨论军情 说现如今有消息 车咒说有消息 已经在路上 您来的正好 估计 再有个一两天的功夫 啊 袁树的大兵 就到了 我们还净发愁呢 这可怎么办呢 有您来了 这回方宝徐州 无余爷 我们没有担心的了 把这情况介绍完了 刘备这开始 安排兵将 你马上就到了 他们来了之后 咱们谁打头阵 谁盯哪 都安顿好了 吩咐三军赶紧多休息 一半天准备交账 很快 两天 袁树的人就来了 袁树确实现在 日子过得不得意 为什么呢 他这个人又浑又愣 仗着自己 有传国的玉玺 他认为我就是皇上 这个事不是你认为就认为的呀 对不对 而且对待手下人很苛刻 很多有能力的大将 都走了 大将一走 胜葱就没用了 因为他辣 哎 还有一员大将跟着他 谁呢 纪灵 不知道您还记得前文书吗 原门涉及 吕凤仙涉及的时候 那个大将就是纪灵 他对这个袁树是忠心耿耿 他还跟着呢 简单皆说 清晨起来 两旁边 就分别排列好了阵势 刘备坐在马上看着看 对面营里边 纪灵已经出来了 咳 坐在马上 凶揪揪气囊囊 他这一仗很关键 因为他是 头一仗 关系到士气 他也出来 过去讲就骂朕嘛 还没等到骂朕呢 有打这边队伍里边 张飞就出来了 说书这个东西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有的时候 可能喝一杯茶 这杯茶 咱们就得莫分三天 有的时候 三千万人跟着开打 一句话就得带过 没有意义 不能耽误大伙的功夫 简单皆说 张飞大战纪灵 未走石河 张义德枪挑来将 机灵死了 死尸栽倒马下 士气大振 那还了得呀 袁树在后边了 别骑着马 身体不好 但是像这个打仗 他才出现 一催斩马 来的阵前 破口大骂 骂谁呀 骂刘备 我倒谁人 原来是大耳贼 这个话很伤人 再一个打仗嘛 别说打仗 就是俩人打架 不也是如此吗 骂人呐 没有好嘴 打架没有好腿 客客气气的 就打不起来了 对不对 来的是大耳贼吧 你这个你那个 知习犯驴之辈 怎样怎样 骂难听的话 没有说两军阵前一打 来的那是面白如玉 没分八彩 特别精神的嘛 那你还跟人打什么打呀 不能赞美呀 还这一骂 那刘备不能等他骂透了呀 是吧 上 大小三军 望上一冲 咱们简短结束 袁术 这兵可就败了 打仗有一半是心理问题 你要看这要败了 就全完 为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呢 就在这儿啊 袁术这可就败了 这一下 往下的车 往哪车呢 往家的方向车 家在哪儿啊 在寿春 但是很遗憾 到不了寿春 最后兵败江亭 逮那么些人出来 到最后 袁术身边 还剩下一千来人 您可记得 前几回书 他可是做了皇上的人了 现在是黄瓜了 哎呀 兵就败在这儿了 在江亭这儿 天也热 好家伙 五十来度 这是我猜的啊 反正是个酱香型的天 天热 剩下的呢 这些人也不灵了 能打仗了都死得道上了 跟着跑回来的这些个 有点太监 有点宫女 有点做饭的 就这个人 他不管用啊 一千来人 陆陆续续呢 因为没吃没喝 又跑了点 跑不动的呢 又死了点 有些个要跑没跑了呢 让他又杀了点 最后没剩什么人 这个袁术啊 这个病啊 越来越重 坐在这儿 哎 哎 来呀 旁边有厨子 说怎么这样了 娶你那样 就娶人家那样 哎呀 口渴呀 取一点蜜水来 蜜水 蜂蜜条的汁 我要喝蜜水解渴 取一点蜜水来 厨子看看他 啊 蜜水啊 有血水 你喝吗 到这会儿 咱有什么说什么 也就快over了 厨子都敢这么 跟皇上说话 没有 你凑合 有血水 这句话说完了 袁术 口吐鲜血 厨子吓一跳 呦呼 我一说 有血水 他也有 吐血 数声 而亡 就哇哇吐血 吐了好几声 按声吐血 各位啊 我不知道你哪位科学家啊 一声等于多少来着 差不多1.5公斤 没准 因为他有的时候 这杜梁恒他会调整啊 咱就算二斤吧 吐了好几个二斤啊 吐完了 死了 小时候得出字幕啊 袁术杀青 嗯 不得杀青吗 啊 这就完了 他这一死呢 赶紧处理后事吧 营里边呢 有袁术的侄子 叫袁印 就是赵匡印的印 袁印 弄棺材吧 他死尸装棺材 说往哪儿去呢 咱奔炉江吧 带着死尸往炉江走 走到半道上 他这个部队里边啊 有一个将官姓徐 叫徐囚 徐囚一看 这个玩意不是事啊 啊 而且这个少元爷 一天到晚的多辛苦啊 带着棺材 一边哭 啊 流着眼泪 还得带着我们这帮人 看得怪可怜的 我杀了他吧 解决他的痛苦啊 对 越想越对 拔出箭来 扑 扎了俩眼 说怎么一箭扎俩眼呢 您糊涂 这边进去不在那边出来吗 扑一下子 扎了啊 少元爷 傻青 翻弄翻弄吧 看看他们家有什么遗物啊 哎 找出来了 他们家有传家宝 叫玉玺 哎呦 这是他们家 抢来的传家宝啊 什么叫抢来的传家宝 那不是他们家传下来的啊 哎呦 这太棒了 啊 这将军徐囚 抱着这块玉玺 自个儿就琢磨 这么些年来 多少个朝代 都仗了他 谁拿着这块玉玺 谁就是真命天子 对吧 当年何时弊啊 从这开始 为了这东西出了多少事 死了多少人 多少个朝代 说这玩意他就给了真龙天子 你说我是不是能用一下 想想不行 我这个耳朵太好识了 我算不了真龙 干嘛用呢 我拿着车珠子 可惜了 送了当铺去吧 兵狂马乱了 拿我当铺啊 摆个摊吧 也没个老百姓 我送人吧 送谁呢 我得送一个厉害的珠 想来想去 我送曹操吧 只有他担得起这块传国玉玺 打这儿出来 徐琼 赶奔许度 到这儿来说 我要见曹丞相 你是卖什么地 我是卖玉玺地 胡说八道 跟丞相说 我是谁是谁 两军阵前 我得了传国玉玺了 我认为只有曹丞相 才能得到他 好 看这儿 别走啊 别让他跑了 进去 跟曹子一说 曹子乐着 逼丁炮都快出来了 太开心了 快请 请进来了 进来往这一跪 看见曹丞相 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琼 你有什么徐琼 我没有徐琼 你没徐琼 你来干嘛来 我来献宝 哦 什么献士宝 不是献士宝 等一下啊 你也是太高兴了 我叫徐琼 我原来啊 是在这个 袁树的挥钱 在他那儿听调 显如今两军阵前 他已经死了 他侄子呢 带着死尸 要回如江 半路途中呢 让我帮他解决了 很多疑难问题 他现在没有任何痛苦了 结果在他们家 这个东西里边 发现有这个 传国玉玺 啊 有得者 才能得到他 所以 我给您献上来了 现在哪里 在这儿呢 把怀里掏出来 往事一举 有人接过来 递给曹操 打开包一看 曹操乐坏了 哈哈哈哈 太棒了 翻过来看 果然 后边这几个字也对 啊 云鹤九霄 这下说呢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打个字 啊 哦 哈哈 高兴了 这个 献保有功啊 不能人白来一趟啊 封官吧 哎 封了一个太守 在哪呢 在这个 叫高陵太守 就是现在来说 西安边上 有这么快地 让他在那 去当地方官 这个人的出现 就干这个屎了 以后也不会再提了 挺高兴 曹操看了看 不错呀 这东西到手了 也就没交给皇上 为什么呢 他怕皇上弄丢了 搁得我这儿吧 这回更得意了 为什么 再写圣旨 都不用跟皇上说 人家里有戳子 想干嘛干嘛 啊 连合同章都在他这儿了 啊 他可得意了 啊 按下他 回过头来 我们再说刘备 大获全胜 你想啊 跑去死的 跑去跑的 剩下元树的人马 就都归了刘备了 他到曹子那儿出来 还框出五万人呢 显如今 哎呀 很富足的样子 啊 很开心 回来之后 大排宴宴吧 兵兵们也有赏 啊 将官们也有赏 开怀唱饮 歇了三天 这天清晨起来 把朱陵路昭 两位将军请过来 朱陵路昭 这是临出来的时候 曹操安排的两位将官 说是在军中听调 其实就是监视着刘备 哥俩线人 把两位将军请来 两位将军来了 客气完了 请坐 此番争杀 二位将军多受风霜之苦 岂敢 为国尽忠和谈新郎二字 说点客气话 都说完了之后 说我这写了一封信 把这次打仗 正讨袁术的事情 详详细细的 都写在里边了 二位将军 回得许多面见丞相 把此信呈上 哦 好好好 黄叔 那您呢 我在徐州 小住几日 你们回去送信 我在这歇几天 哦哦哦 那兵马呢 什么兵马 元术的这些兵马 还有咱们带来的五万兵马 怎么处置呢 刘备乐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的 那我们俩 你们回去吧 俩杀了 你看我 我看你 任兄 坚定 咱们 跑吧 啊 怎么呢 就知道完了 带不走 那一翻脸 说弄死你们 很正常的事啊 俩赶紧出来了 说怎么办 那没办法 咱俩俩偏将 说了也不算呢 回去吧 赶紧 俩出来骑着马 挥许肚 这一回来 到门口 说两位将军回来了 曹子一愣 谁回来了 朱灵 陆昭 两位将军 跟谁一块回来的 朱灵 跟陆昭 回来的 陆昭呢 跟朱灵 除了他们俩 还有谁 还有两匹马 曹子回头 看看这几位 大伙 准之都完了 叫他们俩进来吧 俩人进来 咱见丞相 回来了 回来了 干嘛来的 有一封 刘备的信 逃出来了 递过去 曹子打开一看 差点没气死 就是奉您的命令 我们来打元术 我们都做到了 请您放心 好好的 完事呢 大功告成了 我在这呢 住些日子 给您安顿安顿地面 那两位将军也辛苦了 打不回去了 来人呐 我俩人推出去杀了 要杀这俩人 这俩人 哎 丞相 徐玉坐旁边 哎 丞相 不要动怒 不怪他俩呀 他俩没有别的作用啊 俩偏将啊 岂能左右得了玄德吗 大伙都讲情 曹子想也是 杀他俩没有理由 算了吧 哎 这儿进来怎么谢丞相啊 下来 去去去吧 去吧 是是是 两人出来了 再有送信的事 咱可不干 这屋子里边 一帮谋士 跟曹子这儿献计献策 我说成长 我说什么 曹子说你们小点声吧 一块说谁受得了啊 挨着最近的就是 徐玉 徐先生说 丞相 你别着急 没事 不管怎么说 借着刘备的手 不是把元树灭了吗 终归也是件好事 咱们接下来呢 就是伤了伤了 怎么把刘备除了的 啊 您说怎么办呢 您给车咒写封信吧 让他想办法处理一下 把刘备杀了也就是了 车咒咱们介绍了 徐州本地的刺史 他是曹子的人 给他写信呗 他们现在在一块呢 总会有机会的 好嘞 曹子这儿写封信 打扶人 上徐州 给车咒送 送信就没什么说的了 到这儿了 车咒看完了 车咒说 怎么办这玩儿 对吧 属于车咒的人 没有多少 就是徐州这点人 那五万人是刘备带来的 袁树这帮人 现如今也归着刘备馆 我说了不算 怎么办呢 一人拿不定主意 我得找人商量商量 找谁啊 陈登 听过钱文书的人 还有印象 陈登跟他父亲陈归 那是徐州这儿的老人了 这人俩一直 跟曹子那儿关系不错 竟出主意 里营外合什么的 这爷儿俩 我把他的儿子叫来 车咒就把陈登叫来 杀点事 什么事情 杀刘备 你去我去 你出主意吧 你出主意我去啊 谁让你杀的 丞相 你跟丞相说不好弄 废话 好弄 他不就弄了吗 对不对 但是你要这么说 我倒有一主意 最近刘备啊 不在城里 出去啊 安抚百姓去 一打仗 老百姓都跑了 现在刘备出去 跟大伙说 回来吧 太平无事了 安抚百姓 就这一半天 他就该回来了 咱们这样 他回来的时候啊 定个计能杀他 您哪 在瓮城迎接 什么叫瓮城 各位您看啊 一个城 不管是县城还是大城 四方方的 不是一个城吗 东西南北四个这儿 有四个城门 对不对 在城门的外头 还有一个半园 比如说啊 我这儿就是出了门了 出门之后 单有这么一个半园 这个半园呢 好像一个瓮 谈的不就是瓮吗 就像这么一个玩 圈住了 也有门 人从外边一进来 先进瓮城 进了瓮城之后 如果我城门关这儿的话 你可进不来 各位明白这意思吧 它其实就是城门外边 一个小城门 是这个意思 但是瓮城这个门 跟城门这个正门 还不能对齐了 一般都是歪的 有限的几个城市的 这个瓮城 是在城里头 是进来之后 里边有一个半园 不多啊 您看南京或者哪 有这么有限的几个 基本上来说 都是在外头 它有一个缓冲的位置 其实就是防备工程 你看工程打进这儿来 它这瓮城上面 还能有人射箭什么 干这个使的 说咱们在瓮城 结果刘备 那怎么结果呢 您得迎接他呀 您出了城门 你在瓮城等着他 他一进了瓮城 在瓮城里边 跟您马打对象 您上去就把他杀了 不管是拿刀还是拿枪 你把他杀了之后 我在上面放箭 放箭 把他的人压住了 您就撤回城来了 这就成了 太棒 这主意好 那咱们照此计行事 这儿说完了 陈登回家 回家看他爸爸去 他爸爸陈规 干嘛去了 刚回来 给人出主意去了 给人出什么主意啊 出主意怎么杀刘备 哎呦混账啊 你怎么那样做呢 那刘皇叔 那是皇亲贵州 汉氏宗亲呢 你怎么能出这种主意呢 哎 老爷子 您这个啊 怎么着 咱们家 那是坐着大汉江山的官啊 咱们怎么能听别人的话啊 好 那您别着急 这个事简单 那我把刚才的计策 一调就成 咱们上文书讲到 太棒了 哎 谢谢各位 有你们啊 我能吃一辈子这个 看回书 咱们讲到 讲到哪了呢 那不行 那我得记着啊 陈登定计 天哪 我都想起来了 陈登给出一主意 出什么主意呢 这不是曹操 给车咒写信吗 说你想个办法 把刘备那脑袋切下来 车咒说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你要说偷谁一双鞋 还好一点 脑袋不是这么容易的 就找这陈登 陈登给出主意 陈登脑子快 简单 这两天 刘备啊 不在徐州 出去安抚百姓去 这两天就回来 回来之后 咱们定个计策 就在瓮城就把他杀了 上文书咱们介绍了 城门以外 多一个小半园 这半园的这个城 这叫瓮城 其实就是出了正门之后 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有一个瓮城 他得进瓮城 他进了瓮城 还没进这个城门呢 您过去就把他杀了 我在城上面安排人 给您啊 狂躬乱建 一放箭 把他后边人挡住了 咱们大功就成就了 车咒很开心 召计而行 陈登回家来 跟他父亲一说 他父亲 陈龟 那是一个对大汉江山 极有感情的人 老头说这不行 咱哪能这么干呢 刘备 刘备那是皇上的叔叔 汉氏宗亲 咱们不能这样做 因为现在的曹操 跟原来的曹操不一样 咱们也介绍过 现在发生了一件 一代昭的事件 因为一代昭 是曹操从汉臣 到汉贼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之前的曹操 跟之后的不一样 是因为这件事情 正式的跟皇上翻脸了 没有交情 所以说从这起 他才能被称为是汉贼 好多人骂他 说你是个国贼 都是从这开始的 说咱们不一样 咱们世代是世受皇恩 咱们吃的人家大汉家 所以说不能这样做 老头这么一说 这儿子很听话 说不要紧的 您也别担心 我听您的就是了 忠臣孝子嘛 那你出那主意 我告诉刘备就得了 很简单 有个打仗 出来往外走 很巧 就碰见关羽 张飞了 碰见他们两位 说这个皇叔回来了没有 皇叔马上 大概还有这个半天 好嘞 我跟您二位说点事 我给车骤定了个计策 要把皇叔脑袋切下来 这俩眼珠都红了 你吃错了药了 你喝多少酒 几个菜你这样 我老看最近网上来我这句话 几个东北朋友也是 你喝几个菜 啥菜喝成这样 把这事一说 陈东说别担心 之前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打算定下这个计策 在瓮城杀人 现在我把这事跟您二位说了 我跟您是站在一起的 我得保护刘皇叔 那说怎么保护呢 不要紧呢 就把这个计策原封不动 咱们拧一个 咱们在瓮城 杀车咒就得了 你看他这个玩儿 他两边都能卖 好主意就是这样 万能的 怎么用都行 关于张飞说 你得说清楚了 你得告诉我们 这计策怎么实施 说这样 您哪 夜晚三经左右 带着兵就回来 来到这之后呢 在瓮城这就说 就说是 尤打许都来人了 比如说 您就说您是 大将张辽张文远 奉曹丞相的将领 您上这来了 车就得出来接 他一出来 在瓮城这 您二位无论是谁 咔嚓这一下子 给他脑子就窃下来了 然后我在上头放箭 我放箭的工作是一样的 我把这个阵势压住了 您这一冲进来 咱们就成功了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这哥儿大爷琢磨 倒是也是个好办法 那你可说好了 你放箭 你可别忘了 您踏实乎 吃谁像谁啊 你可是逮谁吃谁啊 这回您放心放心 没问题没问题 那你加走吧 陈登加走了 关二爷张三爷 两人上这事 说这 谁来冒充张文远呢 张辽啊 关羽说我来 我跟张辽有交情 我们哥俩最好 像这个露脸的事 那得我冒充他 那行吧 一切照记而行 说这话天可就晚了 二更天一过 就在城外边 就来了一艘人马 就跟着喊 开城啊开城啊 城上得问啊 找谁啊 说我们是跟着张辽 张将军到岁 奉了曹丞相的将领 前来见车咒 车刺使 好 我们去 回禀一声去 到里边去 跟车咒一说 车咒都躺下了 赶紧坐下来 谁来了 跟您回 说是张辽 张文远 张将军来 这会儿什么时候了 这会儿都 快三惊天了 还不到 差一点 之前也没听说 他们要来啊 你说一声 等天亮 去等天亮 这就回来了 小冰一报信 说城下的 这会儿太晚了 这会儿不方便 恐其有诈 天亮您再来吧 也说不行 等天亮 刘备就知道了 这话说的是实话 因为天亮 刘备就回来了 哎呀 不能让他知道啊 安心吧 回来报信 不行 天亮 万一刘备要知道 消息一走漏 不就坏了吗 让人不放心 怎么就突然间 就来了这么些个人呢 你们仔细看看 到底是不是曹营的兵 车咒响得很周到 小冰回来一看 千真万确 就是曹营的兵 他糊涂 因为有五万兵啊 是曹操给刘备的 那不用假装 那川上达本 所有一切就是曹营的兵 只不过是让刘备 框走的 看了半天 没错 这没错 这错不了 这错不了 又报信去了 说没错 您赶紧的 别让张将军等急了 好 来呀 呸挂 呸挂 就是得穿好了 终归是武将吗 万里有个一啊 顶盔冠甲 罩袍束带 计甲蓝裙 飞身上马 前面有人引着路 又打这出来 就奔城这 打开了这个城门 往外就走 外边是瓮城 城门在这 城门外头 是一个半圆的这么一个小城 这叫瓮城 城门这个门 跟瓮城的门 不能正对着 它是斜着的 这是过去在建筑上来说 它是也是为了安全 就怕正对着 冲进来 你这没法弄了 它进来之后 有一缓冲 它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儿骑着马一出来 哎呀 文元将军在哪里 文元将军在哪里 文元 张辽 张文元 文元将军在哪里 喊了三声 就打这儿过来了 哈哈哈哈 在这儿呢 哦 错了 一抬头不适啊 谁呀 关于 关云长 为什么呢 他太熟悉了 这些日子剑天在一块 只不过这里边有些个事情 不便明讲 但是黑净半夜 他炸了城了 哎 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关二爷心说 到这会儿 你也不必明白太多了 没有意义 手起刀路 这青龙刀 咔嚓一下子 斩车骤于马下 车骤杀青 那 大堆人马 他就进了城了 这个 其他的这个兵丁 根本就没有反驳了余地 因为眼瞅着张飞带着兵也来了 呼噜呼噜呼噜一进城 他好在哪呢 所有的兵丁 两边的兵丁 他是一家 车骤的兵丁 也是曹营的兵啊 张飞关羽带着人 那也是曹营的兵啊 所以自己人之间也别打了 只不过是主帅之间闹着玩 本脑袋闹没了 咱们没有必要 也没人让咱杀 也没人让咱打 就挺好啊 来 好 行 来 他进来了 兵不学任 把这事就平了 到这会儿天可就蒙蒙亮 就这会儿的功夫 刘备回来了 刘备出城 安抚万民 招服这些百姓 因为这些日子竟打仗 一打仗了 百姓都跑了 刘备你出去安民去 回来吧 没事了 一切都挺好 天安太平 请你们回来过日子 去了这么几天 这是刚回来 这儿一回来 整碰见关羽 关二爷把这事说了 我跟您说点事 什么事情 说我已经把车骤 杀了 你们怎么把他杀了呢 大哥 我不杀他 他要杀你啊 就把这事情说了 陈灯告诉我们 陈灯啊 给咱俩两边分别 定了一个计策 后来啊 这俩计策合了一块啊 归咱们实施 成功了 已经把车骤 斩了 哎呀 此事 妥不妥呀 妥不妥 已经这样了 正说着 又打这不 张飞回来了 张飞太高兴了 怎么呢 他上车骤 家里去了一趟 把车骤 家里人呢 全杀了 一个不留 斩草除根 回力说 我都切得干干净净的 您放心啊 没有活口 事已至此 刘备也说不了别的 因为眼睁 现在情况 非常的紧急 如果不杀车骤 这个后患无穷 但是 事情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 要谨慎对待 因为曹操 不会善罢干凶 徐州这儿 调养生息 大家怎么安排 咱们可以暂时 告一段落 刘皇叔 带着哥俩 在这儿踏踏实实 过日子 说书有这么句话吗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回过头来 咱们要说一说 国舅 董成 听过前文书的 您有印象 董成接了一个大工程 就是一代招 一代招就是汉县帝 拿一块白布 咬破了手指 写下血书 希望国舅董成 找几个能干的文武群臣 你们一起 想方设法 把曹操灭掉 一代招 但是这个事情 现在没有进展 因为这里边 这最重要的俩人都不在 一个是西凉太守马腾 西凉太守在甘肃那边 他的大队人马呀 都在那边 他进京是述职 这完事之后 你得走啊 你不走 老跟这待着 这违反纪律 所以马腾 回西凉了 然后就是刘备 一代招事件中 他进来的最晚 但是他是主心狗 因为他是大汉的皇叔 皇上管他叫叔叔 他代表着朝廷啊 但是现在他不在 他跑了 他跑到外边打仗去了 短期呢也回不来了 所以就剩这几个人 国舅董成 还有这王子福 乌子兰 乌朔 冲击 就剩这几位 这几位在朝里边 最大的特点就是啊 是个闲人 为什么说他们这事成功不了 就在这了 没有兵权 手下也没有什么人 就是有功夫 有的是时间 但是干这种事情 这时间是没有用处的 没有意义啊 所以说商量了几回 尤其是这个国舅董成 跟王子福 两人商量的事 怎么商量 也挺难受的 没有进展 心里着急 眼瞅着就到了元旦了 元旦的时候 在金殿上 百官们都得来 要朝贺天子 过年了嘛 跟皇上得客气客气 但是在金殿之上 所有人都感觉得出来 就曹操这个状态 这个气焰 是超过了天子 汉县帝留邪 坐在这儿 窝窝囊囊的 也不敢说话 加菜也不敢 喝酒也不敢 吃口东西 得看看别人 这皇上太窝囊了 坑 你再瞧曹操 铁着嘴 那嘴咧得跟八万似的 在金殿上挨个的招呼 他是当家主持人 其实也不怪草子 事实原本如此 连玉玺都在 人家手里算着的 你要说写个圣旨 不用通知皇上 人家自己 怕连合同章都有 想签什么就签什么 打算如何就如何 说你今天当官 你就当官 明天说不行 就给你弄去了 权倾朝野 他离着皇上就差一名字 他现在他这身份是管理着皇上 皇上脑子上坐着呢 所以在这个金殿之上 跟文物寻臣聊天啊 这个状态 董承看不了 董承看着他 又看着皇上 看着皇上 看看曹操 心口窝里觉得对不起皇上 你皇上把手咬破了 写下血书 让我想方设法的铲除曹操 要现在这状态看 曹操死不了 我得先气死 哎呀 心里窝火呀 好几次都想站起来 赤色一下 曹操 那你这样是不对礼 但是王子福 他们几个人还冲着实眼色 那意思没有意义 你这会儿窜起来 骂顿街 那管什么呀 大伙劝他 金殿上回来 董承就病了 什么病呢 气病 我不知你哪位有这个经验 真的啊 天下所有的这个病 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 咱不能说所有吧 你要说你得一脚气 这跟生气 没关系 但是生气确实能让人生病 快二年前我就经历过一次 也是因为跟他们说事啊 然后对方不讲理 那天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 天下有这么浑的人呢 当天就发烧了 后来我才知道 我这人生气是可以得病的 所以说老话说 气死人不偿命吗 你气死了没有用 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啊 但是董承 气坏了 回了家里边怎么都难受 哎呦 五脏六福也难受 怎么都不行 要死要活 唯一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死 那皇上还指着我呢 我得等着 这一得病的消息呢 就有人告诉皇上 汉县帝急坏了 那咋行去 我得指着他呢 朝中大师就盼着他来救我来呢 他死了 我怎么办呢 赶紧 派太医 给他治病去 太医 就是皇上加的御医啊 那御医是最不好单的 你看民间你要当一大夫 这是好 在宫里边当大夫 就很难 咱们瞧过那个一些个资料 也听过那个老大夫聊天 你比如说 清宫里边 那御医 很多大夫其实很有手艺 但是有手艺 他基本上 他还不给你使出来 因为给皇家治兵 难就难在这儿 这个药下完之后 药可能会猛 他可能管用 也可能会有些副作用 那有这副作用 谁坏了 给皇上治病 给娘上治病 有点什么事 那就是提脑袋来见的事 皇上在屋里边难受 门口站着一帮御医 再挨个进去 不是说 一个大夫看完了 去开方子抓药去 不是啊 因为这帮大夫 最后一共开那方子 这个好多官员 连娘娘还得一块会诊 审你这些方子 你还得给讲 这里边这些药 这个药是干嘛用的 这个药是干嘛用的 这个用多少 那用多少 你得说的这些人 心服口服 他们觉得行了 你才能抓药 熬药给皇上喝 为什么皇上 短命就因为这个呢 都耽误他们身上 一帮外行嘛 一帮外行管内行嘛 所以呢 大夫们为了保证自己 没有问题 他有暗号 进去之后 给皇上一号卖 比如皇上上火了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开方子 开那方子 要开那个差不多的方子 就前提是保证死不了 前提不是保证你好 是先保证你出不了事 因为这样能保证我们没事 你这就没有办法了 开完这方子 打屋里出来往外一走 外边好些大夫都在那跪着呢 挨个等着呢 就抬头看这个 这出来 你看他那手摸哪 他这一溜几个扣 他们提前上了好了 摸这个上火 摸这个闹肚子 摸这是咳嗽 摸这是什么 他们提前定好了 你看他摸哪个 心里有数 二一个再进去 开那方子 跟前面一样 我们大伙说你 说你上火 你就是上火 因为什么呢 这说跟那不一样 不一样 咱们怎么办呢 对不对 先保脑袋 你死与活 那是你的事情 这就在强权压迫下 没有办法 所以好多御医 有真能力 使不出来 关键是不敢使 但是汉宣帝 今天派这个御医 有能力 人叫什么呢 这人叫吉平 吉祥的吉 他的名字叫吉泰 姓吉异泰 自称平 称 就是称赞的称 他自 这么叫 但是多管他叫吉平 吉泰一 皇上把他找来了 平平啊 也跟我喊 大平啊 我就懂成病了 你赶紧看看他去 他很重要 他很重要 你一定把他治好 你一个人去 别带一帮人去 带一帮人去治不好 就你一个人去 遵旨 吉平这就来了 来来治病吧 到这耗耗脉 感觉出来了 急火攻心 一瞅急 哎呀 这点火 串的五脏六腑里都是 啊 不要去呢 我给您开点药吧 啊 这就开药 哎 连着这么两三天 确实真好 眼瞅着人 都见轻松 平时没事呢 也聊会儿天 说点闲话 吉平就感觉出来了 国舅董成心里有事 但是这个不能多问 上来就问这么些个 跟人也过不着 又何况那是朝里的官员 哎 简断皆说 这个日子一天天过来 基本上 他这个病就算好了 因为他不是什么 实在的病 你说这儿长四个大疙瘩了 出去摔那儿了 脑袋摔一大口子 那是另一回事 他是心病 拿药给他打一打 稍微一调理 就逐渐的好了 这天是元宵 正月十五 董成说 人家这个太医 忙活这么些日子了 有的时候夜里还不走在这儿 瞧着我 给我喝药 那个请过来一块吃个饭吧 就把吉平请来了 边仨朝俩 来几个菜 摆好了 啤酒黄酒 都马上了 俩人这儿 对脸一坐 谢谢您吧 吉太医 这个没有您 我这个病 好不了这么快呀 吉太医 哎呀 不敢当不敢当 喝酒喝酒来 我给您先炫一个 原来我不知有这么一词 后来看他们喝酒 好家伙拿着瓶子 还不知怎么想的 喝酒吧 喝着喝着聊着聊着 一会儿的功夫呢 这个董成就觉得 哎呀 身上好像有点乏了 因为什么呢 董成这些日子也没喝酒 就喝药了 有日子没喝酒 乍一喝酒 就有点想不住 反正是总不喝酒了 再加上身子呢 多少有点虚 喝了点酒 一会儿就觉得 有点晕乎 迷迷糊糊的呢 拿手啊 枕在这儿 哎在这儿 似睡似不睡 这么一个状态 一会儿的功夫 有点门外边 来人了 谁呀 王子福 王子福您都知道 就在这个 一代昭事件中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呢 他是最早期的加入者 进来了 哎 我就 给您道喜 董成说 仇有千万喜 从何来呀 跟您这么说 袁绍 刘表 发大军 五十万 打曹操 西凉菜手 马腾 勾起 谈随 发大兵 七十二万 打曹操 曹操 发许多 全部的人马 前去 遇敌 府中空虚 我刚才算了算 咱们哥几个 家中的人 聚了一块 咱们大概 有一千多人 今天是好日子 咱们一块去 我觉得凭咱们 就能把曹操给杀了 董成想了想 可能吧 人够不够 不要紧呢 我可不怕 这件事情 您别跟别说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我还有十万 天兵天将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王子福 来见 董成 说现如今 机会来了 我们可以杀曹操了 董国就说 行吗 人够吗 你放心 你放心 我还给你十万 天兵天将 听到这 那个不要诧异啊 你仔细听啊 有人说 十万天兵天将 这不是拿孙孔去吗 这个风格差不太多 说有天兵天将吗 你往这看 王子福以外 又打天上 来着十万天兵天将 拿手一拉这 董成 走 董成跟着 就块飞起来了 这帮人呢 踩着云彩 就一直飞到了 曹操的相府 曹操跟着坐着呢 怎么还没有人来杀我呀 董成说 刚才喝酒来晚了 现在开始 把宝剑拿过来 曹子 你哪里走 往前来 就这一箭捅下去 没抓着 一着急 醒了 这个三国演义啊 要是出来天兵天将了呀 也就不像话了 当然了 单有一个三国的说法 全是神话 也挺可乐 只不过 不符合咱们 这次说书的风格 你比如说赵云 按照那个书里边 说赵云呢 上辈子是王母娘娘的 一盏灯 一个灯 灯里边装着油 是王母娘的灯 天下大乱 这个灯 下凡 转化为赵云 长盛将军呢 从来没有人拿枪扎过他 拿刀打了他 没有 意外的如此 后来赵云结婚了 有一媳妇 聊闲天 长盛将军 他媳妇说好家伙 就没有人拿兵器碰着过你 那当然 我是长盛将军 他媳妇就是正做活呢 我拿针扎你一下行不行 好啊扎吧 扎着一针 转天照云死了 为什么呢 扎着一下油灯烈了 油流出来 他死了 这那个神话三国演义的 那里边的故事 还包括这诸葛亮 五百年前诸葛亮 五百年后刘伯温 之前他是江子牙 他也是孙斌 他为什么一辈一辈这样 哎 孙斌跟庞娟闹 不是把腿弄坏了吗 最后就坐着这个 跟轮椅上似的 对吧 哎 转成诸葛亮 诸葛亮为什么老出来坐车呀 就上辈子的记忆 啊 到后来因为这个火烧藤甲 损因得太大了 再下辈子又转成的刘伯温 刘伯温后来又到庙里去 又看见这个石碑 五百年前诸葛亮 五百年后刘伯温 这才恍然大悟 我不应该在朝廷待着 后面才是朱元璋火烧庆功楼 临走之前 这个刘伯温还告诉徐达 说我得走了 你也够呛 庆功楼哗一炮 就给你们轰霉了 徐达说咱哥俩那么好 那为什么你走 你不带着我 你走不了 你就得在这儿待着 我教你办法吧 火烧庆功楼的时候 你挨着朱元璋坐着 你把他那衣服脚 搁在你屁股底下 他想站站不起来 他走你就跟着 他走你就跟着 你就行了 这么着 朱元璋一会儿 拽着我医生呢 费了好大劲 邓开了 悄悄的朱元璋走了 徐达后边跟着 一会儿轰轰一下子 大炮一响 所有的功臣全完了 只有徐达跟出去了 朱元璋说 你跟出来你要干嘛 我保护你 我怕你出事 你看看那儿就出事了 朱元璋说这没法弄啊 执一大油锅 里边搁一大金钱 说你把那金钱捞上来 我就认同你是忠臣 徐达下去了 一手 把那金钱捞出来了 这胳膊也炸糊了 掉下来了 朱元璋拿红布 把这胳膊包好了 说你算是逃脱一死 这红布包着你的胳膊 是你们老徐家 传家之宝 不能说太多 这太多 这复杂了 不说了 东城做了一个梦 但是你得承认啊 我跟你说这个 别说你也听不着 因为一个民营烈 一个三国演义 分别有不一样的书道子 明营烈有一道书道子 就全是神话故事 从朱元璋那儿下凡 因为她是这 她跟马娘呢 是这个王母娘的身边的金童玉女 她俩怎么下凡 这些个事 这是一条一条线啊 这三国演绎也是 从开始到后来 整个的这些位 从西汉那儿演绎过来的 谁是谁转身投胎 谁是爸爸 谁是刘邦 如何如何 他是一整套 三国演绎神话版的 都有几乎我给你们念念念的啊 今天不行啊 今天因为董国就做梦了 董国就迷迷糊糊的啊 曹贼 我要杀了你啊 没有天兵天将 哪都是封建民信 一睁眼 还坐在这儿 里面这儿呢 是吉平 吉平看看他 你好大的胆 那个 现场有人乐呢 是因为他们听过前几回书 打王子福开始 这句话呀 就是一代昭事件当中 非常著名的语言 故乡一吓唬老是这句 你好大的胆 那么今天这句话 被吉太医给终结了 你好大的胆 乳 遇害曹公吗 乳就是你啊 你打算害曹操吗 我就是很尴尬 这个 他们带着我飞呀飞呀飞呀 这个 哎 也说不出什么来呀 低头无语 吉平乐了 我叫 五岁一人 不是我呀 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医生 然 未尝望却汉恩 我没有忘记大汉王朝 别看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医生 您若想除草草 我万死不死 好人哪 好人 而且干净利索快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 我看明白了 我知道 行 你如果想干这件事情 我愿意帮助你 有用我的地儿 您就说 人家是这意思 哎呀 董国就很感动 进那时就把雪昭拿出来了 就他这冲动这劲 他就成不了事 那年头是不发达 他要是有朋友圈 他准得拍下来发 真的 发微博 发这发男的大伙看看 皇上给我写的 多可怜啊 请母红拿出来 看 吉平看了一下 泪流满面 医疗医生跪在地上 冲着这雪昭 磕了三个头 为什么磕头呢 这是皇上 如同圣旨是一样 磕完头站起来 好 此事 有我一份 好嘞 董国又是很高兴啊 但是转着又一想 此事关系重大 吉先生万物走漏消息 你看这个玩意 不是你先拿出来给人看的吗 看完之后告诉他 你可别跟面说啊 所以注定这件事情很难成功 汉宪帝也是实在没有朋友了 找了这么几位大爷帮的本事 这话一说出来 这就对人家吉平来说 这就是把话冰在这儿 你当年吴子虚不也是吗 吴子虚逃到外头去 碰见那个换杀女吗 人家大姐在河边洗东西 她过去没吃饭 找人要饭吃 又这又那又问道 问完之后 我是谁谁怎样怎样 我打着走 再有过来问的 你可别说我过去了 人家大姐一头扎到水里死了 这不就是你问的人家吗 人家死给你看 拿我的清白让你放心吗 不就这么意思吗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 可不要走漏风生 吉平笑了 把手伸出来了 董国就纳闷 怎么着 见证奇迹吗 在乔人吉平 把这小纸含在嘴里面 一使劲咔嚓一下子 把这小纸咬下来了 这叫什么呀 明示 你还让我怎样 对吧 我跟您发誓 我把手都咬下来了 我不会对别人说 所以说今天吉太医 咬下一个纸头来 人家这是发自肺腑的 我对天明示 这个事情我也不会走漏 并且我要用我的生命 来帮助您 把这件事情做好 哎呦 总成感动坏了 眼泪哗哗的 那好 那您也出个主意吧 因为之前我跟子福 在一起商量 确实没有好的计策 曹操势力越来越大 而且气焰嚣张 咱们怎么办 吉平转过身去 走到门口那儿 看看窗户APP 有这么半分钟 出车就乐了 转身回来了 国舅 这个事情其实也很简单 啊 这么大的事还简单吗 您要听我的 我有个办法 不费一兵一卒 我就能把曹操结果了 哦 即将安出啊 什么好主意 您说说吧 曹操经常 患头疼 曹操啊 历史上也有记载 偏头疼 偏头疼 疼起来挺难受 说我一直给他治这个病 哪天他再闹病的时候呢 他得叫我 我就在他喝那药里边 下上点毒不就是了吗 喝完了 他就死了 咱们不费一刀一枪 哎呀 古诚心说这太好了 这个 这主意不错 你看不认识您就想不起来 那这个事就全拜托您了 倘若是一碗毒药 结果了曹贼 那这江山社稷 这全靠着您扶起来的 哎呀 不敢不敢 好好好 俩儿又喝了两杯酒 天也不早了 我看您恢复也挺好了 那我先回去告辞了 好好好 我送您 董国就有打屋里边 送这吉太医往外走 一直送到大门外头 送到台阶底下 要往常就返不上 你顶多出这个门 站院里 个去个去 回家里呢 就完了 今天不一样 就觉得这是亲人呢 有打屋出来 一直送到外头啊 走了 自己挺高兴 转身回来 他还要回到刚才那个屋 他想在那 我在琢磨琢磨这个事 往这走 走得进后堂这 拐弯这 就听着有人说话 顺声一瞧 就在这拐角这儿 好像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俩人在嘎栏那说话 这个说妹妹你坐船头 那个说哥哥你在岸上走 董国就差点都唱出来 何人大胆 怎么这么大脾气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您看咱们嘴里边 说到一带招的时候 有时候拿董国就调侃几句 是因为咱大伙站在一个 不相干的位置上 咱们看这个事件 但在那个年头 这可不是一般人呢 第一他又是国舅 第二又是皇上眼中的晋人 而且在当年那个年代来说 我前文书讲过 董成是个大军阀呀 他是仅次于曹操 这件事情上 他是为了争权夺势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 普通的很善良的邻居董大爷 他不是 在他的家里边夜见惊深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在嘎栏那说话 这可了不得 从各种角度出发 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喊了一声 何人大胆 这套书说了好些日子了 在他们家竟说这句话 你好大胆你好大胆 终于轮了他说一回了 何人大胆 这喊完之后 又打这嘎栏 出来俩人 这俩人呢 一边往外走 一边哆嗦 浑身颤抖 体似筛康 就跟歇了虎子 吃烟带油的似的 有人说歇了虎子 吃烟带油的什么样 没见过 听老人说的 歇了虎子就是壁虎 说壁虎啊 吃了烟带锅里面的油啊 他跟这抖了 现在这俩人东西都不多见 有机会再证实给大家看吧 反正就俩人跟这儿 哭疼一跪 这痛哆嗦呀 啊 董国舅走到跟前 顶经观桥 看这俩人 哎呀 不看明白 浑泽罢了 这一看明白了 活活气死 这女的呀 是自己的妾 侍妾 叫云英 旁边这男的呢 更可气了 这男的是 家里边的侍童 贤文书 咱们单独介绍过他 姓 秦庆童 叔童的活他也干 奴仆的活他也应着 十七八十八九 是他俩在嘎郎说话 哼 贵在这儿 俩人都说不出整话来了 董国舅气坏 来人哪 你说来人胡拉超 有咋这边 家里边那种兵兵啊 来这三十多个人 参加国舅议 把这两个人杀了 是 胡拉超这帮人冲出来 就抓这俩人 这俩人好家伙 这通喊呐 小明啊 我们错了 家里就乱了呗 紧跟着 就听这边 脚步声音 谁来了呢 董夫人 这国舅的夫人 本来都要睡觉了 听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什么事啊 丫鬟说 您不知道 那个 庆童啊 跟那个云英啊 在外头不知聊什么 让老爷看见了 老爷急了 说要给俩人杀了 呦 可别杀人呐 人命关天了 咱们瞧瞧吧 老太太赶紧穿鞋下地 哎 穿上衣裳 几个丫鬟掺着 这出来 来到一瞧 好家伙 董国就气坏了 脑门都绿了 气的 嗯 眼睛都绿 都绿 都绿 绿 生气 也不用问得太细致 准致的 这不是什么好事 是吧 夫人赶紧过来 怎么去了 这是啊 用管了 你看他俩人 你看他俩人 夫人看看 这不是挺般配的吗 杀杀杀杀杀 我让他俩般配啊 夫人就劝 别着急了 年轻轻的 谁不那样 谁那样啊 三说五说 最后劝着得了得了 饶他一命吧 这么些人都看着呢 总会就说 那就得了 每个人 仗机四十 仗机 有一棍 打后背 打四十 列位 这个挺难受 打后急 能打四十 这要是粗一点的板子 棍子 那一下 他就能贪了 这个人呢 就坏了呀 打吧 仗着 府里都是自己人 夫人那一劲 有奴嘴 轻轻的打了四十 打这四十 这俩人够巧的 把这云莹打完之后 这人都快 瘫在那了 把他搭走 搭走 紧跟着打这秦庆桐 秦庆桐人缘可能也不太好 这打起来 连腿在屁 有在后 精灵光灵 打了好几十 打完之后 把他锁在了冷房 冷房 不是专门有间房子 是关这种人的 你谁家里没事 老出这事 只不过就是堆杂物的呀 闲着没用的 割风光没的呀 不管是什么吧 有那么间破屋子 给他搁在那儿 原文上说 用铁锁锁好 哎呀 把董国就气坏了 真真岂有此理 没有我的话 谁也不许把他放出来 爱神 夫人这儿劝 得了 得了 别着急了 快歇着吧 天不早了 好家伙啊 走吧 走吧 弄回去了 该睡觉的睡觉 该休息的休息 冷房里边 秦庆桐趴在那儿 哎呀 人世间大喜大悲 来得太快了 刚才在嘎栏 我们俩人你知道多好吗 要多开心 有多开心 也怨我 我怎么在那儿 找这么一地呢 哪怕那会儿 我们俩来冷房 也没人知道啊 哎呦喂 可恨死我咯 疼啊 而且照这个样 我这个下场 好不了 把我关在这儿 也不会有人 给我讲情 要是连着好几天 没人送饭 饿也把我饿死了 这伤也没人给我上药 疼也把我疼死了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不行 想了又想 三十六兆走为上策 如其不然的话 我就跑了吧 对吧 我跑出去 我还能逃活命啊 强挣扎着 就起来了 就是说能起来吗 万幸 骨头没打蛇 就是这个 十七八 十八九 有着大小伙子 正足蹦的时候 而且打的时候 都是家里这些人 有的呢 跟他不错 反正是没往死里打 就算饶了条活命 虽然说 周身疼痛 勉强挣扎 还能站起来 活动活着 觉得周身上下 还可以 啊 行 站起来了 原文上说这点地方 特别简单 说他扭断铁锁 越墙而出 所以到后来 有人评三国勇将 说三国第一勇将 秦庆童 第二才是吕布 白门楼 吕布拿绳子捆上 就挣不开了 这哥们拿铁丝 绑上都跑了 其实呢 这也是没说明白 我认为啊 不会拿铁链子 把人锁上 只不过铁链子 把门锁上 顶多唠一这个 丁光五四大门 扔那把门锁上了 不可能为他 拿铁丝链子锁上人 这不现实 所以说他来到这儿 三下两下 把门就拧开了 趁着茫茫月色 逃出了东府 一边跑一边说 我上哪儿去 我呀 上曹岛那儿告密去 朝中出大事了 你们不知道吗 秦庆彤 跑掉了 列位 世界上很多大事 最后都是毁在 小人物身上 你看 秦庆彤 谁会拿他当回事 在整个三国演义里 你说他排得上吗 你要说曹操 刘备 关羽 张飞 孙权 汉献帝 有情可原 他是董家一个书童啊 所以说 故事就是这么设计 平常有时候聊天 我跟朋友们在一起 也谈谈工作 生活 学习 好多人也说 你看我们最近 我们单位这事 或者我们家里 这个感情的问题 如何如何 你说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你听书听得少 上下五千年的故事 是来回循环的 其实很多事 你想开了 就是 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个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必须如此 你说 如果没有秦庆彤的出现 可能曹操真是就出事了 那故事就完全改写了 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跑了 他挺聪明其实 还挺聪明 跑的时候自个儿就想 我往哪儿跑 往哪儿跑也跑不了 为什么呢 董国舅要对付他 根本不叫事 就得找谁能治得了董国舅 想来想去 曹操 这就对了 看病也是如此 你只要对了证 这一副药下去就管用 否则话没用 所以这小子 疯了一样的 傍晚就跑 直接就来再聊曹相府 到了这儿 门口吓一跳 来血人啊 你想啊 挨着打 浑身都是血 都没人样了 到了这儿 有人说他浑身是伤 还能跑得动吗 各位 求生的欲望 是可以支撑着一个人的 人在那种环境下 那个潜意识 是足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这个信念 如果放弃的话 他一步都走不动 他认同死 那就准动动不了 他想活 他就能活 跑出来了 来到曹的这儿 你找谁 我要面见曹丞相 你哪儿的呀 我是董国舅府的书童 我叫秦庆童 你到这儿干嘛来 我要紧急的事情 来要跟丞相说 事关国家大事 你先进来吧 找人看着他 这不能跑了呀 对吧 来疯子呢 这儿进来跟丞相一说 丞相说叫他进来吧 一出来疯子走了 谁担这责任呢 进来吧 把他进来 有人看着他 这儿进去 跟曹子说 曹子都准备睡觉了 怎么着 什么事 来一人 董城府里来的 是一个书童 看着十七八岁 或者十八九岁 遍体伤痕 说有紧急的事情 要跟您回报 说事关国家大事 哦 带着进来 这就起来穿衣裳 来到外边有一花厅 袍子穿好了 坐在这儿 旁边站着几个人 带着进来 扭打外边 跌跌撞撞 秦庆童就进来了 啪啦往这一跪 就跟啪那似的 承乡啊 承乡啊 我可见着您了 您快救命吧 仔细端详端详 他 你抬头 是 你抬头 看看他 起来说 谢承乡 起来了 你身上这都是伤啊 你是哪来的 我打董郭舅府里边跑出来的 这伤势怎么回事 董郭舅打着我 哦 为什么打着你呢 呃 因为我看破了他的机关 他要干坏事 我觉得看不公 然后他就打我 那你说说吧 你都看破什么了 呃 那个 他跟那个 王子福 乌兹兰 乌朔 冲击 他们五个人 他们在一块商量事 五个人在一块商量事 这个说的对 因为什么呢 这几个人 这个来那个来 出来进去是他接的 他还给倒个水 这几个人坐住了 生理出去吧 他才出去了 说的什么 他没听见 但是谁来 他可见到了 后边 马腾来的时候 还没见 所以他不知道 马腾 再后来呢 董国舅去见刘备 他更不知道了 所以他只知道 这五个人 他们五个人 在一块商量事 我觉得有问题 哦 还有呢 这边还有一块白布 白布上就红色 可能是写 写了字 他们看还流眼泪 说到这咱得说 这就是 董国舅做事 不周到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谁也不能知道 当然也不怪他 他你 书童看见 外边他还显得去呢 对吧 他不是对谁给谁看吗 一激动就掏出来 你瞧这个啊 所以这是 董国舅成不了事的原因 还有这么一个事 哦 还有呢 还有个那个太医 吉平 吉平来 他俩人说话 同样是那个 吉平把手指都还咬下了一个 我就在 在门口外边 我都看见了 吉平咬的时候 他在外头 为什么呢 俩人喝酒 上菜上酒啊 都是秦庆 同跟着忙活 忙活完了 把他轰出去 他站在门口可没走 他站在外边 这屋里边 俩人很激动 生意很大 一说这事如何如何 然后咔嚓一咬 他在外边看见了 看见之后 他是一会儿觉得 哦 吉平也走了 国舅要睡觉了 他才找得 嗜窃云莹 这点时间 是这么安排的 我还看见了 这吉平咬手 我都看见了 我认为 他不应该咬手 为什么呀 他是个大夫 你吃手不讲 就 这是几天的事 我给您算算 哪天哪天 打年前如何如何 他把他知道的 尽量说得周到一些 全说完了 哦 那为什么打你呢 我觉得他们不对 他们怎么不对了 你看这又摇手 又看这白布 还闻 上了事 所以 我觉得不公 那你跟他说什么了 他打你呢 你说实话 我跟他那妾云莹 我们俩挺好 让他看见了 他打我 哦 这就对了 怎么呢 这说话你得对得上 他有前因 有后果呀 对吧 他开始憋着 往那上拽 那曹操是什么人呢 你编点瞎话 他就信了吗 他得问明白了 前前后后一琢磨 哦 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主人打了他了 他挟私粪 跑出来上我这来 但是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 非常的重要 好 来人哪 把他带下去 找人给他看看伤 啊 好吃好喝 好好看着他 是 带下去了 他就算是活了 要在外边 不定什么下场 这都走了之后 曹操坐在这 咬牙切齿啊 想不到的事情 嗯 这一回想 对了 那天 我在宫门口 接着董城 我查他的 紧袍玉带 没查出什么来 但是他那个状态 虽然说满面春风 但我老觉得 他心里都有事情 果不其然 他背后 做出这种事情来 那就别怪我了 嗯 好嘞 心里就有数了 过了这么两三天 这天呢 都忙完了公务了 按现在说 下午两点来钟 曹操坐在那 哎呀 哎呦 头疼的厉害 头疼的厉害 曹操这头疼是老毛病了 历史上有明确记载 他确实 他是一个偏头疼的患者 有人说是当年征战的时候 受疯了 有人说是休息不好 也有人说是神经性的头疼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但确实 脑里疼 哎呀 旁边这些人就赶紧的 成像怎么着 您这头疼病又犯了 可不吗 哎呀 隔三差五就来这么一回 快去 请吉太医 每次脑袋疼就找吉平 所以这个呢 大家觉得是约定俗成 很正常的事情 哦对对对 快去请去 快请去 一会儿的功夫 吉平来了 成像怎么样了 哎呀 您可来了 又来了 哎呦 头疼的厉害 没事 没事没事 来我给您再 好好卖 哦好好好 这给他一号卖 哦 不要紧他 您别担心啊 我这就给您弄点药 这个喝了就好 喝了就好 这出去了 过了有这么 现在说吧 四十来分钟 吉平有打外边 蹲着一个碗进来 还冒着热气 熬了一碗药 书中代言 这碗药 什么病全治 治什么呢 治活着受罪 这药里边下了毒了 哎 曹子只要一喝 别说偏头疼 什么都能治 再也不寒难受了 啊 睡着踏踏实实着 打外边端着进来 啊 放在桌子这儿 曹子呢 就坐在这旁边这儿 哎呀 坐也不适啊 力也不适 翻过来 掉过去的 哎呀 鸡瓶过来 丞相 药已经好了 您趁热喝 哦 好好好 哎呀 把这个病 哎 曹子就把这碗端起来了 哎呀 哎呀 闻着可够苦的呀 啊 放下了 药苦啊 丞相 良药苦口 利于病 您趁热喝 啊 这良了影响药效的发挥 哎呀 你看我了吗 就这些年 南征北战东党西沙 大小的战场 见过无数 枪里来 刀里去 死人场上 熬过来 我什么都不怕 我就怕我这头疼 这个病怎么就好不了了呢 哎呀 真苦 我放下了 鸡瓶志 丞相啊 前几次给您演 熬过药 我今天又调了调药方子 之前可能是 有的药用的量不够 我今天给您调了调 我保您 这一副药 去根 你听说的是实话呀 您只要喝了 肯定是去根啊 你赶紧把药服了吧 哎呀 哎呀 我什么都不怕 我就怕喝药 咽不下去 哎呀 丞相 往常您喝药 很痛快呀 今天您怎么 不至于啊 怎么处处坍坍的呢 西太医 丞相 过去不是有这么个笑话吗 君王要喝药的时候啊 都是臣子替他尝一尝 父亲喝药呢 儿子替他尝一尝 你身为太医 今天这个药 你应该替我尝一口 曹他就知道 这药不能喝 所以把话说到这份上 你替我尝一口吧 吉平还是单纯 还是老实 一伸手 就把这碗端起来了 这药都凉了 您赶紧喝 说着话往前来 一伸手 砰 他把曹他这耳朵揪住了 端着碗就要往下灌 他那意思 凡我也喝出去了 揪住耳朵往下一灌 你只要喝下去 你就死了 就说这个人哪 好冲动 想事不周到 你这是肯定成功不了的 但是呢 符合他的人设 你看那天摇手指头 就说明这个人了 人家拿话一拼他 他马上咔嚓咬下来 我启示 这是他的人设 爱冲动 热血的汉子 这个人可以用 但是不可以重用 因为什么呢 他会耽误事 很多事情会在他的出毛病 这一揪耳朵 往前一灌 曹子能让你灌吗 对吧 就知道双方都看出对方来了 啪 一打这碗 啪就掉到地上了 就要碎了 三国演义原文上说 说这个碗掉地上之后 这个药汤子 泼在这个砖上边 说呲啦一下子 有烟 这是艺术的夸张 因为在很多评书里边 都有这个 一下药酒 一不喝 一剥了开了 往那一洒 还有的说酒里边冒火苗子 那喝的是汽油啊 是不是啊 大铁牙摩擦 有火花 再喝着汽油 它才能出那种效果呢 哗啦一下子 丙哥这喊来着呢 人家这跟前有人呐 胡拉抄打外边 二十来人进来了 捆着呢 马尖头拢后背 就把极瓶摁在那儿 操操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你好大地胆 整个一带昭事件里边 最红的金句就是这个 你好大地胆 这句话说的对 王子福他们那是有玩笑成分 今天这个不一样 这胆太大了 说吧 谁让你下药害我 你只是一个医人 你不会害我 必有人唆使 你说实话 谁让你来下药害我 极瓶网上一抬头 老天爷让我来的 这就狠了 害你 天下人恨你的人多了 这是老天爷让我来 给你下药 好 来呀 打 你到这会儿也别客气了 是吧 到这会儿再客气就 不像话了 摁到外边 定了挂了 这顿打呀 打完了拽上来 再问了 还不招 打 这一打 昏死过去了 好他不能让他死啊 得留着他活口啊 来呀 凉水泼醒 有人拿凉水过来 往脸上啪 一泼 一激凉 醒了 醒了接着问 你说实话 说实话 饶你一条性命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你为什么要给我下毒 极瓶是破口大骂 曹操啊 曹操 你这个国贼呀 上七天子下压群撩啊 你比那董卓还很上十分 七天子一令诸侯 你是个篡位的国贼 赞美了一头 曹操点点头 打 没有什么可说的呀 打吧 叮了光浪 又打了一顿 其无安妇 打一会儿 问一会儿 问一会儿 拿水泼一会儿 就怕他死过去 溜溜的打了大半天 好地一瞧 不能再打了 谁让他打死了 就没有对仗了 留着他还有用 把他带到后面去 带到后面去 找人看着他 不能出事 不能死 该喂饭喂饭 该上药上药 带下去吧 有人过来 把极瓶就弄下去了 曹操自己坐在这儿 叹了口气 怎么呢 万幸 万幸 天下的事儿 都是由于个巧 要是没有那小子上这来 告状来 我绝想不到身边的太医 他能给我下毒 对吧 这是很关键的人 过去确实是这样 您看那谁 朱元璋了吗 朱元璋杀功臣 杀大将 那都不眨眼 不管你力气多少功劳 到时候说杀就杀 但是有一点 你看了吗 朱元璋对厨子特别好 给他做饭的 弄水的 他跟人家称兄论弟 跟人家特别好 有一次他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王子 因为吃饭的时候 大骂厨师 好家伙给朱元璋气坏了 把儿子叫来 连骂带卷 又把厨子请来 爷儿俩给人道歉 这是证实所记载啊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害你 在你不经意间 你说你在这儿待着 那种在北极 他憋着害你 那难了 难了 他这趁多少个排击炮 也不管用 非得是你们家里 这个给你剃头的 给你修脚的 给你什么做饭的 这个要想害你 易如反掌 出事就出他们身上 所以说 不管是帝王啊 大臣啊 都非常在乎身边这种人 那么今天就觉得后怕 就之前我没想到 这玩意多危险呢 但凡一糊涂 这一喝完了 什么叫功名富贵 什么叫江山设计 根本就没有意义 一闭眼全完 我半辈子熬来熬去 最后我熬到中药里边算完了 不行 翻过来 调过去 想这件事情 又琢磨这几个人 王子福 吴子兰 吴朔 崇基 这几个人在曹子眼里边 根本没往心里去过 你也不是每天说在朝堂上边 在人家曹子跟前晃的 只不过说这一大帮文武官员 往后边站有他们几个人 就唠一这个 我也想不到你这几个人 他还干这个事情啊 真真岂有此理 想这个事 想明白了 心里说 我一定要查出来 幕后的真凶 到底怎么回事 吩咐人 说这个明天 请满朝文武啊 到咱府上来 吃饭 饮酒 请董国舅 另外有几个大臣是要来的 王子福 吴子兰 崇基 吴朔 这几位是必须要到的 剩下的够身份的文武群臣 再请一些个来 明天 正午 到相府来 请他们 好嘞 马上 就有人安排 当天没什么事了 转过天来 到中午 这群臣们陆陆续续的 就复宴来了 这一查点人数 有人就跟曹子说了 说只有 董国舅 没来 董成怎么没来呢 说病了 身体不爽 喝不了酒 哦 那几个人都来了吗 都到了 已经在外边候着了 好 请诸位大臣 正厅 好嘞 有请 把官们都请进来了 有一个挺大的大厅 大厅正当中是曹子吃饭这地儿 那会儿他们吃饭是分餐制 您看电视剧里边 就是一人这么一个小桌 半跪半坐 就跟着分餐 一人一份 这都坐齐了 曹子满面春风 各位大人 每天朝廷的事情 有劳有劳各位了 你们为主分庸 也替曹某解仇 今天约您各位来 第一 是要敬上三杯 表达我的敬意 第二 我有一件小事 要跟您各位聊聊 上文书咱们说到 你们亏信不亏信 刚说完就忘了 好 谢谢您各位给我留饭 曹操请客 把这个文武群全都请来 他也不是憋着 这好几百人都请 他就是请来几个人 想问问这个事情 这儿坐住了 哎 董国就没来吗 旁边有人就说了 哎 董国就身体有样 跟您告假了 哎呦 你看 就想跟董国就 喝两杯酒 说说心里话 他还没来了 呦 子福你们都来了 王子福 按身份来说 王子福没有什么资格 能跟曹操聊天的 往常吃饭像这个局 没有他 你够不上钱 人家曹操自己呢 亲知信派 文臣武将 那些个谋士 好几百人了 怎么能轮上你们 过来吃顿饭呢 你够不上 但今天意思不一样 曹操 为什么说曹操 难惹在这儿呢 这肚子里边 骂街骂的 已经很难听了 但是表面上 哎呀 满面春风 乐得跟猫似的 可开心了啊 哎呦 都来了 坐坐坐坐坐 来来来 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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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聊闲天 没有一上来就问 得聊闲天 天气如何呀 家里怎么样啊 孩子们听话吗 都聊完了 聊到之后了 哎呀 这个寡酒 难饮得很呢 寡酒 老这么喝素酒 没意思 寡酒难饮啊 我今天给大家 备上了一个 醒酒的 有节目 啊 来来来来 快快有请 王子福他们来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也确实觉着 就是个普通的饭局 草草嘛 权倾朝野 慰吉人臣 大官小官呢 他都得来往 他得 哎 跟我们好 了解我们情况 我们呢 假的也得做出来 所以说来的时候 没事 到这会儿 都没往心里去 这一说要上节目了 往外看 一会儿功夫就听这儿 细的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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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大臣还想呢 就是美女啊 裙子上那个小灵子 那一会儿进来 不得跳吗 是吧 各式各样 那个 裙子上有飘袋 飘袋上有铁环 铁环上有灵子 这一进来 叮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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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这个嘛 就听这外边 细的画了 细的画了 越听声音越重 再一回头 火 这大伙吓坏 打外边进来 二十来个 行行的大个 各个的身高 都得在一米八左右 就这点大个站在一块 刀砍斧舵一般齐 胳膊四棱子起筋线 太阳穴鼓着 咬着牙 拧着眉 你看这表情 一个一个都憋着要吃人 啊 拧着眉瞪着眼 尤打后边拽这铁链子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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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铁链子后头出现一个人 遍体伤痕 这脸都看不出来是个人样了 带着一个长家 木头的家 把脖子手弄住了 这上面有链子 从上到下 连脚上全有 全套了 拽着走走走 洗了哗了洗了哗了 这人根本走不动 还有人推他 有人架着 一直就来在了中堂这 啪 往这一扔 就这个屋里边 鸦雀无声 没人敢说话 这人趴在那儿 脸儿冲钱 他们看不出来是谁啊 身上就瞧得出来都是血 跟那医生都粘在一块儿 有的血嘎巴 有的血发紫 这一看是左打的 还有今天流下的鲜血 心说今天这顿饭够我们瘦的 有坐在这头能瞧见脸的 大概看出来 有认识 这好像是极态意 也不敢说话 在这个场合 没有任何人有发言权了 你的任务就是坐在那儿 他的实时参观 坐着都不说话 曹操端起一杯酒来 那位大人 请饮呐 喝一杯 喝一杯的酒 有目的是曹操也提醒自己踏实住了 喝一杯酒 这跟咱讲话之前咽个唾沫 这个过程就缓冲一下 他自己说话有什么露怯的地方 不合适 其实就是稳定情绪 曹操喝了一杯酒 而且这个状态 也让文武群臣们看一看 整个这个感觉就是不怒自威 其实谁心里都有数 今天这出戏难看得很 大伙不能不跟着喝酒啊 也端着杯 喝 你一口就放下 曹操看了 脸看着文武 手指着极平 太医 极平 先介绍一下 太医极平 文武群臣就愣了 后边看不见 但是就知道了 极平 是是是 前边这些位 不怎么动 为什么呢 离着曹操进 准知的事出大事 那你这会儿 哎呀 是极平啊 你怎么了 不像话 无私也有弊啊 曹操不得问问嘛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是不是 所以前面这些位呢 就更镇定 那意思 您说吧 怎么着吧 曹操点点头 极平 你 给我看病 劳苦公告啊 多亏了你 好几次得病啊 都是吃你的药吃好了 嗯 我是心里边很感念你 真是拿你 当成了好医生 这个 德不尽佛 才不尽仙的人 不能为义 曹操这句话 说的道理啊 民间讲话 依着父母心 对不对啊 就是从心态 到能力方面面 你都得是 一等一的人才 你才能做医生 曹操说 那你怎么能够 药中下毒 谋害老夫呢 就这些人啊 就都听了心里边了 到这会儿 更没人感动了 顶多 不错的之间 拿眼神交流一下 但是紧个人 就回来 不能多说 就听着 曹操 你今天说了真情实话 我就饶了你了 你告诉我吧 到底是谁 让你害我呢 齐平在地上趴了半天 这会儿 强拧着身子 歪着起来 草草 国贼 这国贼说完了 两旁边心说 完了 这俩字就把命送了 大伙看着 我贼 福天之下 要杀你的人 何止千万 怎奈 我这碗药 没能把你药死 这也是天意如此 让俺屠呼复复 没有办法 我没毒死你 是老天爷的意思 你占一便宜 曹操乐了 打 打 说一声打 两旁边等着呢 拿着架口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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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打 曹操把酒端起来 别喂 请啊 请啊 搁着 搁鞋别还跟着 行行行 了解 几瓶丞相 几瓶 气壁 气壁 憋住气了 昏死过去了 凉水泼行 分 拿水泼 啪 光泼都不行 有人拿过训香来 点着了之后 在鼻子这儿 往里扇 让他醒 半天的功夫 啊 这才醒过来 曹操啊 曹操 曹操站起来了 那意思 你叫我是吧 我在这儿呢 哎呀 好一个倔强的极平 听说 你们几个人 在块商量事儿了 是吧 就这一句话 王子福差点出了地下去 刚才打他 欢则罢了 因为没涉及到我们 但是突然间 来了这么句话 听说你们大家在一起商量事儿来着 啊 是几个人来着 好像是六个 好像是六个 啊 是五个 五六个吧 曹操这是炸他们 因为没看见他们签字的那个义状 但是呢 他算这人头 因为 秦庆童不说了吗 五个人一块开会 五个人 曹操一算要加上他 这得是六个 可是我没看见签字呢 保不齐还得多 五六个吧 还是六七个呀 是几个人呢 啊 过贼 你问这些没用的话干嘛 啊 你赶快给我来个痛快的 哦 好好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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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请酒 请酒啊 谁喝了下去 没事的那些位呢 还落一踏实 这没我事 这可坐着几位有事儿呢 汪子福 乌子兰 崇吉 乌硕 啊 心理素质好的 还凑合 可真到那个环境下 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英雄好汉的 就有的心 登登登登登登 开始跳 蹲着背着手也开始抖了 曹操看在眼里 知道为什么把这几位摆在前面呢 目的就是这意思 近距离观察 这几位可难受了 因为不知道曹操掌握到哪里 我们现在坐这个位置来是挺高兴 你看很尊重我们的哈 坐了前排了 现在这圣南兽劲 我争取脸上啊 别太僵 要自然一些 让喝酒就喝酒 让欣赏就欣赏 看节目呗 是吧 但是之后越做越坐不住了 曹操还问呢 听说 还有这么 一块 白铃子呢 上面有鲜血写的字 你看见了没有啊 你看见了没有啊 就这个乐着问人 太可怕了 你看他跺脚 骂街到底都是谁 那也就那样了 他这稳当当的 这一下就把这一带招说出来了 有一块白铃子 上面是鲜血写的字 铁的是什么呀 啊 说说吧 吉平也不搭理他 也不拾这茬 破口大骂 那就接着打呗 打到什么程度 身上没有受刑之处 没有一块皮肤是好的 说这能挨两下 没有 把人打坏了 打到后来 草地瞧 这也不行 别打死 因为还没见这男一号呢 还没见董国舅呢 这个事情的负责人还没见呢 不能把他打死呀 来呀 呦 带下去 是 说是带下去 实际就是拉下去 走不动了都 有人拽下来往外 连拉带拽 地上那血印子 就一道一道了 把他拽出去了 大厅里边 没人说话 都踏踏实实跟着 人家不知道 要怎样 曹斯敦贝列位 请酒啊 请啊 请 哈哈哈哈 他还乐得出来 喝酒 放下 来呀 带秦庆童 是 犹大这边 把秦庆童带上来 这小子现在得意了 嗯 也缓差不多了 也吃饱了 现在 听说我立了功了 上来了 参见丞相 哦 呃 子福啊 坐着王子福呢 子福啊 王子福站起来 丞相 哈哈哈哈 认得他吗 呃 这王子福心里翻腾一下 认识吗 认识 每回去都他接我们 端茶倒水的 出门 啊 都是他 他怎么在这儿呢 这么说就是他 来报的信 嗯 哈哈哈哈 他从董国就那儿跑出来 他说在府里边受了虐待了 啊 挨了打了 这个不重要 啊 他说你们几个人 距离一块商量事来了 啊 有吗 我不信 哈哈哈哈 他说的是真的吗 列位 设身处地 把您搁的那环境 你想一想那个状态下 但凡心里素质不好的 也就招了 啊 你想周边这个状态 整个大厅里这个气氛 这几人 你看我 我看你 连这 乌子兰 重击 无数 请说完了 怎么呢 他出现了 他确实看我们在一起 但是 不能因为他举报 我们就承认呢 嗯 王子福说了 承向 这我知道啊 这是 这不是董 董府的那个书童 是家丁吗 哎呦 他怎么上这儿来了 以前也听国舅说过 这孩子品行不端呢 这一贯于撒谎啊 您可不要听信他 胡言乱语 先把我摘出来啊 他是个坏人 所以他说的 你别信 其实在这个场合下 说这种话 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也得说 曹敦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林静同 哈哈哈哈 人家说你了啊 说你净撒谎 城墙啊 冤王啊 赵山景 啊 王子福 胡子兰 重庆 无数 他们四人上下去 他们一块商量 他们在一块说 他们 他们怎么样 好家伙 哈哈哈哈 那接下来就是矫情呗 那四人给反驳他呀 你说的不对 但是没有意义 你只多是让曹敦看个笑话而已 啊 闹了一通之后 曹敦挥挥手 带下去 有人把秦庆童就带去了 你看咱们说的这个过程好像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 这已经是一下午了呀 中午来的吗 开始聊仙天喝点酒 后来看节目一番一番的 光挨打就挨了多少回呀 对不对 这会儿天都擦喝了 曹敦说 谢谢各位文武功卿啊 屈尊到韩社来 咱们今天宴席到这儿咱们就散了 改日咱们再聚 就是今天这个局收了 现在话说咱们就杯中酒了 文武群臣们拱了拱手 要往外走 曹敦一点手 你们几位别走 怎么呢 来了就走不了了 事说的这份上 你们还能上哪去 王自福这几个就站住了 军说完了 这条命估计要交代 曹敦先回了后堂了 其他没事的官呢 就走了 这几位就留下来了 说跑 能跑得了吗 出不去呀 就有人看着这几个人 曹敦回到后堂 稍微的歇息了歇息 赶等天也黑了 吩咐人换了一个厅 接着摆上酒宴 跟这几个人一块再谈一谈心 旁边有小厅 把这几位摆在这儿 曹敦在正当中 这画面您各位都明白了吧 对面人做 韭菜 烤串腰子全上 都摆齐了 请四位 请四位 就是想管一天的饭 这四位来了 这四位来了 在这儿 等了半天 曹敦转屏风出来 哈哈哈哈 四位大人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请请请 请入席 请入席 曹敦转屏风 你们聊的什么呀 嗯 你们在一块 聊的什么呀 没了什么 那白铃子上 写的什么呀 不要听小人谐言色语 众位 今天晚上要是说了诗话 一天云才散 我就不追究了 今天不说真情诗话 别怪曹操 不客气了 四位再想一想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想想 什么都没有 来人呐 打外面哭哭哭 兵丁们就进来了 抢抢 请四位大人下去休息 好好地想一想 明天咱们再说 是 走 四位大人抢 不是请啊 那就是押起来了 四位站起来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那走吧 没什么可说的了 四人跟着出去了 涛涛自己坐在这 来呀 投下 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派人 先把国舅府 围他个风雨不透 明天上午 我去看看董国舅 不说董国舅 病了吗 我要过府探病 打仗 大伙就安排 为什么晚上先被国舅府围上呢 你跑了怎么办呢 不能让你走啊 曹子回屋休息 一夜无数 四日清晨 安顿好离去 带着所有应用的人 要打相府出来 就来再了国舅府 提前有人去报信去了 说丞相来了 要上您这儿来啊 过府探病 董承一瞧 哎呀 他怎么来了呢 来就来了吧 准备吧 穿好了衣服 戴好了帽子 都打里边出来 得来到外头 说他在屋等着 这不行 不合礼法 他得出了大门口 在门口外边 台阶底下 在这儿等着 而且他得先等着 不能等着曹子到了 你再出来 这不合乎礼法 在这儿等着 一会儿的功夫 就看这边好家伙 烟尘滚滚 不知道来了多数人 正当中 曹操 赶紧往前来 哎呀 丞相 丞相 我屈尊您 贵族踏见地呢 哈哈哈哈 东国舅 昨天喝酒 你怎么没来呀 哎呀 丞相 我身体不好 我知道 你有病了 你得的是 邀国的病 我屈尊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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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